求订阅 相信你了 生死不够魂笔 发戏看样 看来眼罗天子终于要归位了 这可是秋天第一杯奶茶 你现在才给我送到 给我下跪道歉 不然我就差评投诉 是你一直不来拿的 好 我跪 对不起 我都已经下跪道歉了 为什么你还要给差评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出送外卖 你 心脏病复发了 你妈病危 一小时内交五十万手收飞 不然等着收拾吧 医生 先救人 我签我一定补上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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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先救我妈 我现在就去 接单赚钱 我再给我 绿子 你们是谁啊 带我来这干嘛 牛头 马面 牛头 牛头 马面 他们不都是包困的鬼签吗 到时候 我已经死了 他出现阎君 什么阎君 我就是个宋外卖的 我妈还在夜等着我去救他呢 死个大爷 饶命啊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 我怎么担待不及 担待不及啊 我怎么能担当得起阎君如此踏里啊 是什么阎君啊 我叫阎飞 各位大爷别玩我了 我真得走了 您跪为地处阎王 阴阳穿梭 若您归位 此刻随心所欲 我是阎王 不可能不可能 我真的是个送外卖的 你们肯定搞错了 不信 您可以坐上阎王宝座 待身格归位 便可随时欢迎 真的 请言尽不畏 坐 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可观阴阳的幽冥眼 狗魂笔和生死不宜彻底苏醒啊 狗英年龙典子归位 凌声 阎君您终于归位了 您走后 整个地府陷入沉睡 六道轮回中断 人间孤魏野鬼早已遍地呀 就连那地府至宝 奈何桥和轮回境 都已遗失了呀 地府怕是再难度人轮回了 无遗路轮回三千 今归来 自当重开鬼门关 赞同黄泉路 这阴曹地府 渡孤魂野鬼 寻遗失至宝 黑白无常听令 在 传无命令 六万公曹 十大阴帅 立刻出关 各司其职 改令 牛头马面听令 是 如等准备车拈 不要寻查人间 重整阴阳 是 准备车拈 准备车拈 阎王出行 回神回避 阎王出行 对了 我妈变危了 赶紧去医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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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老不死的 还等着颜辉那穷逼来给你花钱呢 他是我男朋友 想要那包到现在还没给我买呢 你赶紧归西吧 啊 给我省点钱 姐 好了没有啊 死亡通知单我就开好了 死了 这两个东西死透了 是五十万手术费呢 那你赶紧让严肥那小子 把老家的祖宅卖了呀 这样我婚房的钱不就有了吗 妈 你来晚了 死了 这死亡通知单 我看你是一家医院的医生 才送我妈来着治病的 人子没有 你怪我干嘛呀 要怪就怪你没及时缴费 是我来晚了 行了 人都已经死了 要现在就把他推出去 别动 谁说他死了 现在就能让他还养 你有病啊 人都死了还还什么养 还不赶紧拉走烧了 赶紧出院留着烧钱啊 我说能就能 天地万物三界五行 生死 皆有我定 我说能就能 天地万物三界五行 生死 皆有我定 你怎么疯了吧你 看清楚了 死亡通知识一架身先都救不了 还你定 你这个屁呀你 过会儿有点消息的出院费了 赶快吹出去 你怎么吃什么呢这么有劲 赶紧去开人都死了 一笔伤一笔似 我是阎王 我说让谁活 谁就一定能活 你一个臭孙外卖的 非说自己是阎王 行 你让他救 能救活了才见嘴了 行 盐飞 你救 今天你要是救不活 我偷偷把你做精神病院 让开 我要向帝非要人 无方鬼 给人曹十大阴帅 谁敢救 行 你赶紧救 救完了不耽误你去精神病院报道了 啊 东西 荡荡游魂何处生存 杜王一神快快帮寻 魏柴送魂 不信安安 魂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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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见了黑白无常 我 我好像看见了 整 整个老大死的昏迫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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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见了 黑白无常 我 我 我好像看见 整 整个老大死的昏迫 参见阎君老太君已请到 嗯 不是见鬼 是幻觉老 好了 好个鬼啊 这不还是个死人吗 燕飞 等你到了精神病院我好好给你砍病 唉 看来真就是个神经病 啊 啊 啊 活了 嗯 真活了 啊 小飞 啊 啊 啊 妈 感觉怎么样 小飞 妈没事吧 不可能 我亲自 这 这死人怎么可能活了 死人都能救我 啊 太好了 爷爷有救了 这 这死人怎么可能活了 死人都能救我 啊 太好了 爷爷有救了 肉崴骨生死人 这本君来说 小事一桩 小飞 是冯荣把了我的氧气管 我才昏死过去的 你 你我说了 早就看你飞机 可老不死的 还等着颜飞那穷逼来给你花钱呢 果然是你 萌蓉 你的罪孽都会进入在生死部中 死后会下地狱啊 吓唬谁呢你 啊 这个狗屁的阎王啊 肯定是这老太婆刚才指着昏迷了 这会儿刚刚醒了 这根本就不是你救活的 对 你就是一个臭丧外卖的 怎么可能气怎么回事 我还 就是没死透 危重病房体检时间到了 你查什么查啊 没死也快了 怎么可能 他身上的病症怎么都消失了 怎么可能 是不是你机器坏了 我看保认机器是正常状态 保身个屁 明明是该死的人了 怎么可能死一回病好了 给我滚出去 好啊 猪马长辈 开胆 中城首富楼下 卢婉营 好啊颜飞 原来你早就勾搭上富国了 行啊 那我也不装了 我告诉你 我早就跟宋祥送上好上了 我还能告诉你们 丘严大师救救我爷爷 丘严大师救救我爷爷 你不觉得我救人是假的 危重病人醒来后病就全好了 这人肯定是您救的 阴阳有血 生死有命 我虽可逆天改命 但不亦善忧 你爷爷 我救不了 只要您肯救他 我愿意出一个亿 我 十个亿 小飞 他刚才帮过我们 你要能帮就帮帮他吧 好吧 我可以跟你去一趟 但我只能给行善积德的人严寿 救不救 要见了你爷爷才能确定 好 哎 宋少 累坏了吧 不累 你很帅 人家被颜飞和卢婉盈那个婊子欺负了 你要是能帮人家出口气 以后更好 这个什么颜飞啊 老子动动手指就能碾死 至于婉盈 卢老太君已经答应让他嫁给我了 你不要跟他起冲突 还有啊 在外面 不要公布我们的关系 他卖会马上就开始了 走吧 爷爷 您怎么样了 我带来了能救您的严大使 我带来了能救您的严大使 白光铺体 有奉得的善良身体应该很凝朗才对 是身上的阴气导致他生了重病 应该是最近招了邪碎 我能救你 你我能救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哪里来的猫头小子 敢在这里信口开河 我可是亲眼见他将一个死人救活了 哈哈哈哈 这世间 这世间 只有三位陆地神仙定的祖师 有其此回生的能力 他 也就是二十出点头 有没有修为还俩说呢 陆小姐 你呀 被他骗了 别说七七的陆地神仙 就算是大罗金仙 在我面前也得客客气气的 颜飞 你个臭送外卖的 又出来照妖装骗了 什么 外卖元 哈哈哈 对 这个颜飞啊 是我的前男友 他除了送外卖呢 什么都不会 更别提看病救人了 他呀 就是个骗子 哦 你就是颜飞啊 这女朋友都跟别人跑了 你怎么还在这装逼呢 玩呀 你怎么能跟这种骗子在一起呢 别这么叫我 你不配 他是不是骗子 我自有分寸 哎呀 陆老爷子 您说你以前身体多硬了 这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要不就让这个送外卖的给您瞧瞧 说不定啊 就治好了 啊 没有想问这家伙是个送外卖的无能费 就他 还要装递救人呢 今天盘外卖有救我命的宝物 我不需要一个外卖人救我 今天的开卖会正式开始 请各位入座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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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是 一个破桥什么材质都不知道 别说是三百年 它就算是三千年 那也是毫无价值 十万 傻子才要呢 赶紧留拍去换下一家 十万 这垃圾还真有傻子拍啊 你果然是个小妈 没见过什么世面 这位先生出价十万 还有没有更高的 外卖员就是外卖员 底层人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骨头 小伙子 这十万我听说 拉得无效 赶紧走吧 这地方就适合你 十万一次 十万两次 十万三次 恭喜颜先生获得这件十小 十万 是你这半辈子攒的钱了吧 用全部积蓄买了可没人要的垃圾 你这种人也就只能送外卖了 你们不懂 这世间宝贝 真是笑话 没石非语 那只是人家忽悠你的 你这个一看 就是铺路的石材制作的 这十多文物 只有名贵的玉石和七十 最为之钱 你这个 最多也就是个三千块钱 听见了吧 拉松 你买的这玩意儿 铺路它都行割脚 有眼无珠 说的就是你们 我有明珠一颗 被陈牢关锁 如今沉浸光盛 照做山河万朵 你他妈疯了 十万块钱刚买的东西 你要砸了他 有眼无珠 说的就是你们 我有明珠一颗 久被陈牢关锁 如今沉浸光盛 赵获山河万朵 你他妈疯了 十万块钱刚买的东西 你要砸了他 无知 无破 无力 言分你搞什么鬼啊 这石材为什么会发出金光 这 这 这哪都是 这是彼岸金桥 也可以称作 难可巧 夏同久忧 上年忧名 距今至少了一万年 价值无可估量 不可计数 居然是纯金打造的金桥 哎 我怎么会拍呢 金桥 这外卖员 倒有其分严厉 胡说八道 就算这个墙是纯金打造 这么大点价值无非百万 至于你说的万年 我们龙国历史五千余你 你说的万年是从哪来的 小 那就给我变大 颜飞你傻了吧 还奈何桥 你以为你是地府的阎王啊 你说奈何桥就是奈何桥 你砸一下变金桥 你砸一下就变大 真的变大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桥明明是一个死物 怎么可能会变大 哦 妖法 你这肯定是妖法 耍气 耍气 你一日法气 小伙子 这瞧 我龙国历史出价十个亿 十个亿 出有你 就让我们龙国历史上吧 发气 发气 你一日法气 小伙子 这瞧 我龙国历史出价十个亿 十个亿 出有你 就让我们龙国历史上吧 颜大师真是独具慧眼 十万块拍下这种无价法气 专手就是十个亿 十个亿 十个亿 怎么可能 你这个送外卖的 这怎么可能 十亿 我 不卖 十个亿你都不卖 疯了疯了 你真是疯了 就算这个乔治纯金打造 就算是有一万年 他也加进不了十个亿 小子 你是不是傻了 二十亿 我龙国历史上 再欠你个人情 小伙子 二十亿外加龙国历史上 人情可以了 我看得无厌呢 不卖 没有 此物我有大远 更何况别说二十 就是把你整个龙武山都卖了 也比不上它万分之一的价值 我不卖 听祖子说 地步已经消失了三千年 今天又见到了一世人间的地府之宝 奈何桥 都怪老夫眼拙呀 小那 龙虎山谢大师要买你都不卖 你真是狂的可以呀 得罪了龙虎山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年轻人 宝物有得着屈指 这奈何桥 我怕你把我扶住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啊 没行 有句话叫做阎王让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刀五更 我若是有性命之忧 那你整个龙虎山 都有性命之忧 我若是有性命之忧 那你整个龙虎山 都有性命之忧 好小的 你敢跟我龙虎山作罪 谢大师 您不用在意 这世上哪有什么奈何桥 颜飞是个垃圾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行了点戏法 什么地府至宝奈何桥 刚才啊 就是变了个戏法罢了 对对对对 像他这种没见识的底层人 怎么可能会认识什么奈何桥呢 他刚刚不卖给你啊 恐怕就是因为怕被拆穿吧 这奈何桥 只能我们武山得到 不能结婚生之 对 连我都差点被他骗了 刚才就是不知一提的小把戏 凡人不识金相遇 目盲难分事已非 还请大家落座 有请第二件藏品 雷锋塔 本件藏品是宋朝时期雷锋塔 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砖身 木梁 铜瓦 材质和建造方式都与真实阁楼一致 起派价 两千万 天一百万 两千两百万 两千五百万 老爷子 我知道你想靠着塔里的舍利救命 但是此物我宋家也想要 得罪了 两千八百万 老总 拍下此塔 就可以用塔东的舍利为您延寿 好 三千万 这塔不能拍 谁拍谁死 这塔不能拍 谁拍谁死 哎呦喂 这刚刚表演个戏法 真把自己当大师了 你懂个屁啊 为什么不能拍 小子 你是在质疑我们龙武山的眼光吗 这塔里有蛇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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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无知小人 雷锋他 乃是起求国在民安的祥女士塔 里面供奉的是佛多舍利 怎么会有妖蛇 再说了 就算是有 你怎么就知道 我是蒂夫阎罗天子 有名眼下 一切妖魔鬼怪 无所断行 颜妃 你又做阎王梦呢 你醒醒吧 你就是个臭送外卖的 衣服都没了 你还在这里装阎王 可要 真神经病吧 对啊 这世上哪有什么阎王 颜大师 我知道您身上有修行 但你也不能说自己是阎王这种大话呀 诺雁 你这是在哪找的活宝呀 这就快笑死我 颜妃 不 阎王大人 都说阎王让谁死谁就得死 你看 我近睡了你女朋友 刚才又骂了你半天 要不你弄死我 来来来 你弄死我 你不是阎王吗 我求求你 弄死我吗 你真的想死 没错 你不是阎王吗 就用你这个东西啊 把我弹火狗走 啊 颜妃也不能随意杀生 不过既然你想死 我可以让你死得快一点 哎呦 这辈子挺全啊 就像你终活二十年 哎呀呀 生死不 哎呦我的妈 你真是笑死我了 你真把自己打摇啊 哎 啊 说说 说说 头 头 头发 白了 说说 说说 你 你 头 头发 白了 这一下子真的好像老了二十岁 脸上还有皱纹 啊 我的头发 我的脸 你 你难道真的是阎王 你白头 除了阎王 谁还能做到这种事啊 他真是阎王 哎呀 他真的是阎王啊 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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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就阎王阎阎王 阎王 求求你 把我骗回去吧 你身上煞气冲天 肯定没少做伤天害事 这都是罪应得 说你胖你还踹黄了是吧 宋少 你别被这个垃圾给骗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阎王 那破皮伤肯定有剧毒 你是因为中了魔状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对啊 好啊 眼飞 你竟然敢给我下毒 我会求恶眉山赵贤姑出手 你死定了 我走 哎呦 你这个假货 我退掉 原来是个下毒的小鸭子 小鸭子 小鸭子 闹卡入货 小子 这赵贤姑乃是峨眉山的掌门关门弟子 你宋家交好 你有五百年的道 效为高深莫测 有什么医院 就抓紧去办 你现在 就等于是死人了 小子 这赵贤姑 乃是峨眉山的掌门关门弟子 你宋家交好 你有五百年的道 小为高深莫测 有什么医院 就抓紧去办吧 你现在 就等于是死人了 爷爷 严大师是我请来的 您帮他给宋家请求请吧 我留他一命 就是看你的面子 小子 再打断拍卖会 我就不客气了 继续吧 三下万 还有人出嫁吗 成交 恭喜卢先生 拍得雷锋塔 快 快打过来 你 你干什么 哈盛一旦被打开 千年十二就会逃出来 到时候你们都会死 小子 你脑子坏掉了 你哪来的什么声 再说了 我是修道之人 是一辈有声 我也有致死 你听见了吧 有谢大师在 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快 快快过来 还跟着装逼呢 我看他就是没钱买 想抢雷锋塔 那他就 就 就 什么人呢 这是 哎 严大师 你快把他还给我爷爷吧 说不定这塔真能救他的命呢 好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说的 到底是真是假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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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吹我小妖 一千年了 我终于出来了 这么多人 刚好可以让我吞噬惊气 恢复修为 一千年了 我终于出来了 这么多人 刚好可以让我吞噬惊气 是精气 恢复修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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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有种独特的气味在吸引我 吞了你 我定能攻行员 我定能攻行员了 美味啊 没想到 还是个修士 看我吸干你 你的胃口 一般啊 死到林桃 还嘴硬 吃得太慢了 让我亲自喂你吧 你 你是谁 为何凭气势就能伤了我 无奈地府燕君 这白皮畜生 也敢在本君面前放肆 这就勾去你三魂七魄 燕君饶命了 我被封印千年 实在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啊 天地不忍 一万物为出口 众生皆可贵 念你刚出封印 没有伤人 就饶过你这一回 赶伤性命 管你千年万年 道合 都捉你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超生 滚 请遵言君法旨 事后如有需要 小妖定招致寄来 啊 爷爷 带 蛇妖的 蛇妖的 爷大师 蛇妖呢 被我收腹了 这千年蛇要 颦大师都能收护 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呀 被你收服 什么严大事 不过是个胡家胡卫的骗子罢了 这妖怪是被我祖师打跑的 我刚才一直在这 可未曾见你祖师来过 这是我的护身符 一旦我遇到了危险 护身符就会自行启动 我祖师就会有所感应 前来救我 震杀妖蛇 你肉眼凡胎 我祖师不想让你见 你自然看不到 要不然不敢冒领这份功劳 就算是你祖师 到我跟前一样要跪的说话 还要冒领他的功劳 光嘴又没用 命令才是真本事 三日之后 龙虎山阴阳大会 吃饱献室 我祖师将打同阴阳 掌控弟子 你小子有胆就接了磁铁 我祖师在阴阳大会 龙虎 这世间除了我阎罗 还有人敢妄称掌控轮回 让你祖师等寂灭之后 再入地府围观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 阴阳大会的至宝 轮回境 听说大有来头呢 老大军 万不可靠近这神器二十步之内 宋少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龙虎山祖师 寻来的至宝 寻常人靠近他二十步之内 就会头晕目眩 十五步之内就会七笑流血 十步之内 必然会弃绝身亡 竟然如此凶险 幸好幸好 宋少 你的白头发跟周文呢 我宋家高手多着呢 别说是白头发 就算是死人也能救活 万一啊 别怪我不给你灭 严妃竟然敢跟我下毒 他的命要定了 听说严妃砸了家主拍下的救命宝塔 导致家主现在还卧床不起 就算宋少放过他 我们卢家也要他的命 奶奶 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 塔里有蛇妖 若不是我砸塔降妖 郑成早就生灵出炭了 严大哥 你怎么还真来了 你不要命啊 严妃 擅闯阴阳大会可是死罪 你小子就是严妃 宋少 少跟他废话 先抓起来再说 我可是受邀才来的 假的 阴阳大会安保是我宋家负责的 今天你死定了 好 给我拿下 假的 阴阳大会安保是我宋家负责的 今天你死定了 滚 给我拿下 我的请帖是真的 哎呦 阴阳大会可是修行界的盛会 来的都是名门先宗 连我宋家这种顶级豪门都只能靠着峨眉山的关系才能来负责这次安保 你一个宋外卖的底层垃圾会得到真的请帖 宋少 我当时可是亲眼看到 这请帖是龙虎山的谢天使给的 谢大师 那可是龙虎山的内门弟子 身份何等的尊贵 怎么可能搭理这种垃圾 阴队 上次你给我下毒 看来今天是天意让我弄死你 不过我这个人啊 向来都是宽宏大量 这样 你现在跪下给我磕三个想头 再狗叫着绕着会场爬一圈 我去饶你一命 怎么样啊 你现在爬一圈 我就能饶你一命 你找死 敢在阴阳大会上见血 活得不耐烦了吗 仙国 这个人伪造情帖 混进来捣乱 被我抓住了 那情帖 确实是假的 我们卢家可以作证 会场不易见血 伪造情帖者 带下去 杀 真假不变 是非不分 是非不分 草菁人命 这就是你峨眉 你也配成仙姑 哎呀 燕飞 我说你真是找死啊 赵仙姑是峨眉掌门的关门弟子 你敢这么跟他说话 赵仙姑的眼里揉不着沙子 这人死定了 身为凡人 敢对峨眉先踪不尽 若情帖 确为造假 我便怕你临时处死 听到没有 今天你死定了 是 乘祸 这晴天是真的 怎么可能啊 仙姑 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怎么可能会有真晴天啊 这晴天是真的 安保上 再出什么乱子 我也保不着你们送 是 是 仙姑放心 你给我等这 阴阳大开 时间到了 所有人 跟我跪影祖师 黄阳祖师 祖师驾到 你敢不跪 你是想死吗 黄阳祖师 祖师驾到 你敢不跪 你是想死吗 黄阳 三位天使到了 你快下跪啊 祖师亲年你敢不敬 这是该死 不知死活的东西 根本不知道 三位祖师的厉害 我要是失礼 没人受得起 在我眼里 这些什么门派祖师 和我没什么不同 为何要拜 听轩不敬 还敢污污县门 我已经打了你 慢 只是一个完人罢了 败与不败 都无法 给他白银二十两 送下山去吧 祖师 这就是那个 收了奈何桥的颜飞 我要引他来 任祖师发了 什么 你就是收了奈何桥的 那小子 竟然也是 懂点修行之人 见到我们三位祖师 理应下跪失礼 让我下跪失礼 除了父母天地 没人当得我一败 大党狂扑 三位祖师 修界态度 恨了你受不了 我敢败 不知道三位祖师 敢受吗 我阎龙未格 修界之人 受过一败 不死也得败 你只管败 看本尊 受不受得及 好 一败 愿三位祖师 心服勇响 心服勇响 神道是井 神道是井 为何天道突然是井 根本推算不到 天际一片混乱 我就说你们受不了我一败 如今遭到反噬 怪不得我 放肆 你一个不入流的小小修士 岂能影响天道 你就算是跪下叩拜 我们也当得起 好 二败 愿三位祖师 先服勇响 先寿万年 祖师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真的是他 不可能 又是天道市井 一定是我们重开轮回 只让地府 应动了天道 这才给予市井 难道 我等重开阴阳 是命前而行 不可能啊 我已经补散过了 这今日 由有缘之人相助 定能重开阴阳 这 这到底是哪儿错了 重开阴阳没错 但有缘人 未必是三位祖师了 胡说八道 这里除了我们三位 还有谁有能力 能重开地府 这些小劫难 定是天道市链 没错 一定是天道 在试炼我等 看我等 是否新成 你小子 还不快跪下朝拜 好 我若跪下 三位祖师可不是 吐血那么简单 小心魂飞魄散 荣灯极乐呀 啰啰嗦嗦的 快跪 好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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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要降临了 是谁 是谁惹恼了天道市 像啥如此劫难 清洁 清洁 清洁要降临了 是谁 是谁惹恼了天道市 将啥如此劫难 各位 我要跪下去了 这一跪 攻入三位祖师 升天 我不用跪了 小友 我还没双心跪呢 为何不跪了 不要再跪了 竟是我三人 今日重开地府 不该在这蓄里上 过多的纠缠 耽误了重开的吉时 这天道 才会不停的示劲啊 没错 定是如此 小子 等我们重开了阴阳 你再扣拜不迟 好 只要你们愿意 我随时奉陪 下次可别怪我 直接跪下 拜死你了 吉时已到 地府封闭 三千年 阳间孤魂 无所义 今天我三大新门 在这里 重开阴阳 大通 轮回地府 让众生有道 轮回有所 今日 宣出有缘之人 助我等 以至宝轮回境 大通 六道轮回路 开始吧 看谁是有缘之人 启离祖师 弟子张臣 近日刚突破 渡截境 想尝试 以轮回境 打通地府通道 为祖师分忧 准 且计 轮回至宝 常人十步之内 必然弃绝身亡 萧氏筑机 可入九步 本神可入八步 渡疾可入七步 大成可入六步 如同我等陆地神仙之境 也只止步三步之外 若你是有缘之人 定能入三步之内 我看他不是有缘之人 让他去 就是送死 我看他不是有缘之人 让他去 就是送死 黄口小儿 渡截境需要多高的修为 你知不知道 天飞 这位仙长 还算一步就是大成静 他不是有缘之人 难道是你吗 这小 就是 狗屁不通的东西 闭嘴吧 苏师 弟子现在就去 催动轮回境 让这凡夫苏子 心服口服 嗯 张晨 助击扎实 十步 毫无压力 七步了 果然是个修仙的好苗子 若他能再踏出一步 那他定是有缘之人 可惜 我猜他走不过六步 等我出来 我要让你永远闭上嘴 我劝你不要走 这一步踏出去 轻则受伤 重则半残 更甚于多年修行 毁于一旦 闭嘴 睁大你的狗也看清楚 我是怎么踏出这一步的 啊 啊 他进不进去了 张师兄踏进六步之内了 他就是有缘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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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啊 怎么会这样 杜杰西 还指六步之外 看来 他不是有缘之人 我早说了 他不信 严大师 你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懵的 祖师早就说过 大成七尺步七步 这位张师兄 只不过不是有缘人吧 我来 来多少人都没用 你们都不是有缘之 没有人能靠近轮回镜 三步之内 我忍你很久了 你要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砍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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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也来 我也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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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今日啊 是选不出有缘之人了 只能咱们三位共同出手 就算是三位祖师同时出手 结果也是一样 轻则受伤 重则修行 毁于一旦 严非 你他妈的实心疯了吧 三位祖师是什么秀 也是你一个小虾米能够非议的 诸位 今天就算是仙师们不杀他 我宋家也要替替行到面了他 我鲁家也容得你这破皮无赖 对祖师不敬 阴阳慧后 定要顾 我孙家 也要命了 大家不要动怒 严非此人 眼高于地 只因为他不懂我等修士的神通 也好 借此机会 展示一下 何为修士 何为天人 不愧是师尊 修为高深 轻易就进入了前六步 小子 看到了吧 这就是祖师的神 别说收服地府之宝 就算是阎王来了 也不是队神 已经进入五步了 三位天使果然是法力无边 四步了 四步了 再往前一步 进入三步之内 就可以重开阴阳了 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再往前强行踏入第三步 修为越高 反射就会越强 两位道友 再进一步 就是三步之内了 进去 他们就能处悟到轮回境 重开阴阳 即我们三人之力 定能踏入这三步之内 大罗佛守 乾坤掌 阴阳逆转 重开阴阳 三步 既三位祖师之力 踏入了三步之内了 重开阴阳 又忘了 三位祖师怕是撑不过三西 三 二 一 这怎么可能 三位祖师都失败了 三位祖师都失败了 那还能有谁重开阴阳啊 没想到 凭我三人之力 都无法进入轮回境三步之内 我们三人都不行 那这命中注定的有缘人 又在哪里 天性无常 我也不知道 这有缘之人在何方啊 我说过 你们三个加在一起都不行 五行三界 天上地下的修士都不行 因为那个有缘人 就是我 只有我 才能掌控轮回境 打通六道轮回 我说你是不是一点脸都不要呀 三位祖师都失败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 还想控制地府法器 做梦呢 你也不撒谤药 照着四季 你有修为吗 我看你走两步就得晕 快别说了 严大师 一会儿这让你上去可怎么办啊 三位祖师都没能成功 就说明这轮回境 根本就没有人能控制 你要是觉得你可以 你就去试试 放心 我赵灵霞会给你收尸的 三位祖师都失败了 你可千万别去啊 严大师 这丢脸总比丢命好 陆小姐不用担心 我 阎罗天子 今日就收回轮回境 打通轮回路 重掌地府 太好了 这下不用我动手 他自己就把自己做死了 他现在肯定很晕 只是在强撑着 哼 你要不了十个术 这就得到 别再往里走了 为了面子连面都不要了 别轮回境止上九步 九乃凡人极限 你要是再踏进一步 必死无疑 这 怎么可能 他一个地界修饰 也能进九步 分神八步 杜劫 七步 以你的修为 再往前走一步 灰飞烟灭 严大师 走到这儿已经很好了 快退回来吧 这世上没有第一阶修饰 能够踏入六步之内的 不想死的 就给你退回去吧 怎么可能 第一阶修饰 居然可以进入到 杜劫期的位置 五步了 这已经是修饰的极限了 再踏出一步 就达到陆地神仙才有的境地了 看来 奈何乔真是他说的 快看 他还在往里走 难道 他也是陆地神仙境 四步了 非陆地神仙 不可倒塌 他不是陆地神仙 他就是千道骑士的 有缘之人 四步了 非陆地神仙 不可倒塌 他不是陆地神仙 他就是千道骑士的 有缘之人 你们不是要打通地府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打通轮回 执掌地府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一个松文脉的屌丝 怎么可能会和陆地神仙一样呢 我果然没看错人 严大师真的大有神通 严道友又开始走了 如果他能进入到三步之内 那他就是天选的有缘之人 连踏三步 严道友 果然是千选之人 轮回净一响 天地大变啊 轮回净凉响 龙凤成响 轮回九响 阴阳路开 无头马面引路 黑白无常向街 地狱鬼族跪营 这是阎罗千死现世啊 开天门 屁地户 紧人行通鬼路 阴帅灵将 地府狱卒 听我号令 开 开天门 屁地户 紧人行通鬼路 阴帅灵将 地府狱卒 听我号令 开 开 这究竟是谁 竟然能催动轮回性 打通地府 我就是地府之主 阴罗王 拜见阎罗千子 拜见阎罗千子 恭贺阎君 打通轮回 射地掌控地府 冲归地位 恭贺阎君 掌控地府 冲归地位 平身吧 阴阳二戒 这一通 六道轮回 以运转如初 而等当客进之手 让世间无主孤魂 尽早轮回 你 你 你居然真的是 阎罗千子 本以为是 有缘之人 没想到 是阎罗千子 亲自降临 我等 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啊 我等 拜见阎罗千子 请天子送罪 不可能 不可能 哪有什么阎罗千子 我不信 我不信你这个 送我卖的 是什么阎罗千子 我等 拜见阎罗千子 请天子送罪 不可能 哪有什么阎罗千子 我不信 我不信你这个 送我卖的 是什么阎罗千子 你疯了吧你 无常以路 众鬼鬼影 他不是阎罗千子 是谁啊 他真的是阎罗千子 阎罗千子 扰命啊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 我是 我是 求阎罗千子 饶命啊 我们刚才 都是胡说八道的 平身吧 地府轮回之事 对凡人来说 太过神意 还是不让他们 知道这件事的好 抹出他们的记忆 诺 本军一入轮回三千年 刚回归地府 今在人间微服私房 意在重整阴阳 摸清邪碎躲藏之所 而等修道之人 本应清心管愈 再不自量力 及以地府 就算飞升天庭 军也绝不饶恕 不敢不敢 我刚刚怎么晕倒了 现在没事了 我们走吧 阎君慢走 我刚刚怎么听到三位祖师 说什么阎君慢走 他们怎么突然对你这么客气 被我叫醒了一顿 当然就客气了 你这个嘴 以后还是注意点吧 不然迟早要吃亏 小姐 不好了 家主吐血晕倒了 什么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严霸神 你快救救我爷爷吧 奇怪 这屋子阴气好重 气氛都比原文低不少 这屋的阴气极重 先把它挪出去吧 胡说八道 我屋宅风水极佳 哪来的什么阴气 那是你肉眼繁胎看不到 这屋子的阴气能度 都快赶上地府了 屋中必定藏了怨念极深的邪碎 所以家主的病不在自身 而在于邪气缠身 因气侵蚀 一会儿邪气 一会儿邪碎 你敢救我吴家 我大怪你的废 奶奶 我亲眼见过严大师救人 不然就让他试试吧 不要相信这个骗子 有我这个把守护 还有邪碎能进得来 谢大师 您来了 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祖师没告诉你我的身份吗 什么身份 你还想装阎王啊 我总是说了 龙虎然以后 不再寻找地府法器 因为人间根本不存在 所以 你那奈何乔是假的 你就是个编戏法的小丑吧 也对 你的从事太低 张天师不可能告诉 还嘴定 今天 你废了这个骗子 民兵斗争 且进也在前 小僧 你完了 小僧 你完了 这怎么回事 雕虫小气 我承认你应有点大 那要贼 我龙虎山高负众多 那死 很容易 你龙虎山的弟子 连这间房间的问题都看不出来 也配合我豆腐了 你总是能交出你这样的弟子 水平可见一斑 你敢问我小事 我龙虎山的内门弟子 每人一枚 复生育肺 只要我提上一滴惊喜 我师父救我亲临 我现在就请师父经理 飞一小子 张天师可是神仙人物 你小子 就是有一板条面 你也要回了 谢大师 您看在我的面子上 您就饶了他吧 年辈 快道歉 他可担不起我道歉 我看你嘴能应道歉 完了 这小子 确实要玩了 谁敢伤我 龙虎山弟子 我让他神魂俱灭 谁敢伤我 龙虎山弟子 我让他神魂俱灭 可是 这狂徒不仅打伤了弟子 还诋毁我龙虎山 扬言 连您都不是他的对手 还请左师 灭了这狂徒 你们说我是狂徒 那今天我就做一次狂徒 我猜 张天师不会对我出事 因为他不是我的对手 我还猜 张天师会教唆 这个不孝弟子 因为 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何人如此 嚣张把握 天师 我们龙虎 跟这小子没有关系 还请天师明察 祖师 这小子 你不能掌东西 祖师 你怎么咋我啊 闭嘴 张天师 卢家定微 我说是邪祟缠身 他们都不信 你看啊 天师 我卢家 世代积德行善 怎么可能招致邪祟 一定是这小子胡说 我看看 小子 他们的猪领 在龙家的周围 不满了 邪祟是不可能进来的 三财巨阴阵 真的有邪髓作怪 三财巨阴阵 真的有邪髓作怪 竟然是姚伟 是传无人可拓的 三财巨阴阵 天师 什么是三财巨阴阵 丁雾 丁雾 以三脚排列 形成三个尖角色 如果有人 住在这三井之中 丁雾的阴气 就会浸入体内 裙子上身 中着雨 此阵 倒是不强 但是 这破竹的手法 早已失传 如果 强行破竹的话 这里边的人 会有生命危险 干白啊 小把戏罢了 我随手可破 口气多小 我祖师都看不透 你要是能破 就出了鬼了 区区阵法 如小而涂鸦 我献手 您来 三财巨阴阵 弱法力不够 强行破竹 不禁里面的人会死 就连破竹的人 也会被阵法 反显而亡 这样的人 缠着就死了 免费 还是让张天师 想办法吧 我可不想 你害了爷爷 也害了你自己啊 你个狗屁不通的 臭小子 还想看死家习 是吗 我不想让你破竹 本君做少 什么时候 需要你批评 张天师 这八卦驱邪之术 本是你道门秘法 我只教一遍 看好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快退 快退 前元婚礼珍 离用家元轮 这围批女生 跟三封阴魂 我 前元婚礼珍 离用家元轮 这围批女生 跟三封阴魂 我 我 你怎么办 阵法 一破 这三个石像 都已经上千年了 里面的阴气 都快具象成妖了 不过现在 里面的阴气 全部都被我驱散 估计啊 能值几个亿 多谢阎君 传属秘迹 救命之恩 谁要除不 本事我分那时 龙家主做了这么多善事 这是你的福报 都怪我 清新的神婆的谗言 买着神像祈福 才酿成如此祸事 宋祥送公子到 宋祥 他在干什么 都怪我 清新的神婆的谗言 买着神像祈福 才酿成如此祸事 宋祥送公子到 宋祥 他要来干什么 肯定是来提亲的 我已经答应你们 两个的婚事了 什么 奶奶 这宋祥可是 正成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你怎么能答应他呢 哪有不透心的猫 听说宋家老祖宗 都快过一千岁了 修为高深 比龙虎山的天师 都不差的 而且还有峨眉山 赵仙姑冲邀 虽然我卢家 是正成首富 能嫁过去 买只高攀了 活了上千年 真的 那都是外边人 摇传的 都说有 没人嫁了 也是 为了那 虚乎缥的传说 居然要把孙女 嫁给这种人 你糊涂啊 反正我已经答应了 你说怎么办 我不嫁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嫁嫁由不得你 快给我下去迎接宋上 哈哈哈哈 宋家宋祥 特来提起 宋家奉上金山一座 千年灵芝一株 以示诚意 婉杨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 我不同意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帮我这个忙 再给你加十个亿 宋祥绝非良配 别演了万一 你眼光高 整个郑城谁不知道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 这个穷逼 我确实是他男朋友 严非 上次的账完没给你算完呢 现在又来坏我好事是吧 宋江乃是郑城一流家族 资产千亿 更是和峨眉山交好 我宋祥多多角 整个郑城都在走三走 你拿什么跟我斗 可我就是喜欢他 什么王侯将相我没见过 宋家一般 卢老太军 你们卢家是在抓我吗 宋少息怒 万年 你知道得罪宋家的后果吗 干什么 只要婉营不愿意 我家倾家荡产 也不嫁 好 希望你一会儿还能那么硬气 峨眉山掌门关门弟子 赵雷霞赵仙姑寻师证据 我奉命前来发放接封宴请帖 如果婉营接了请帖并去赴宴 我就当作答应了丢 要不然我就把请帖带回去 告诉赵仙姑你们卢家具体不接 并请 来击回峨眉山 婉营 快 快接呀 不是得罪了峨眉山的先帖 我们卢家 倾客主持 你 你竟然敢是赵仙姑的情节 赵仙姑 似幼入峨眉山学见 听说 已达化神境 世间难逢敌少 严大师是因为我才私情捡的 不怪他 宋响 我跟你走 这件事跟其他人没关系 晚了 就算你现在想嫁给我都没用了 峨眉山最在意的就是脸面 你们竟然把请帖撕了大赵仙姑的脸 你们卢家完了 你严非也死定了 宋家与仙姑交好 求你开在婉营的面子上 给仙姑求求情吧 西开 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改变赵仙姑的主意 你们 等死吧 走 完了完了 我们卢家要被你这个扫把架给害死了 宋家和峨眉山不足为律 我出面就能解决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我自己去请罪 你们都别去 我去 舍下这张老脸 希望仙姑 能网开一面 当着面被人撕了情蹄 都是废物 滚 我峨眉山的颜念不容有失 此人竟敢撕铁如我 我要他的命 卢家也不放过 是是是 卢家小姐卢婉营求见 进来 卢家小姐卢婉营求见 进来 卢家卢婉营见过仙姑 撕毁清帖的人是我 求仙姑放过其他人 我自入峨眉修行以来 从来没有凶过这样的 死鬼情帖的人 都得死 罚你们卢家 每个人五十大棍 你是丑戒 请仙姑说对啊 老夫缘付上全部财产 和我这条老命 只求仙姑能饶过婉营了 不 错在我 求仙姑放了我爷爷奶奶 好一个祖孙深情啊 你放心 一个都跑不了 宋小 剩下的行刑就交给你了 宋小 我爷爷奶奶这么大年纪 这五十公斤下去可就没命了 你帮我求求仙姑吧 行那这样 你戴着我的面把衣服脱光 我就帮你求求情 怎么样啊 不要我爷爷 不要我 个畜生 我跟你拼了 闭嘴 你个老不死 爷爷 想好了吗 好 我躲 哈哈哈 严妃不是你男朋友吗 他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 不敢来救你了 乔松说 救救我爷爷奶奶 哈哈哈 我刚才是在骗你 我会把你养在家里面 每天玩弄 然后再把你爷爷奶奶给宰了 这样你卢江的财产 就都是我的了 现在 我先送这个老东西上路 你没事吧 没事 天飞 你怎么该踹我 找死 让赵灵霞出来见我 哎呦喂 装兵一时爽 装完火葬场 我都已经错不及待了 想看你跟赵仙姑 下鬼求饶的样子了 哈哈哈 趁仙姑还没发现 你快走吧 不然你也会死的 放心吧 交给我就行 哎呦 为了吃上软饭 你是连命都不要了 行 一会儿让你和这个老东西一起下地狱 你在下面好好当你的上门女婿 我在上面好好玩你的 献女和前女友 宋强 你无耻 哈哈哈 别急 等我杀了他们之后 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无耻 哈哈哈 邪淫会入十八地狱 经历五百计后 转为重以秦少 到时候别说肇性 额眉山掌门都叫不了你 敢在身上啊 哈哈 小狗 嘿嘿 仙姑回来了 燕飞 你死定了 燕飞 你快跑啊 五行三界 能让我跑的人 还没出声呢 死到临头啊嘴硬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死到临头啊嘴硬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 这是地副阎王 左侍 给我看过他的画像 仙姑 就是他撕了我们的青铁 还说我们宋强和额眉山 在他眼里面布置一体 宋强敢作敢大 求仙姑不要连累旁人 仙姑息怒 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燕飞 你快说啊 是我撕的 你放人宋强胡作非为 这情体 该撕 哎呀 你真是个寻死的傻逼啊 敢这么跟赵仙姑说话的人 全都已经死了 仙姑 杀了他 杀了他 仙姑 你 你 这个 你们都先出去 仙姑 求你饶了他吧 出去 哎呀 估计颜飞这会儿 已经死透了吧 爷爷 恕我害死了颜大哥 都怪我 一想到待会儿能见到颜飞的尸体 我就开心得很呐 参见颜军 赵灵霞 你屡次一仗修为伤人 有为天道 本军欲废除你修为 罚你在峨眉山禁足百年 你可服 本军欲废除你修为 罚你在峨眉山禁足百年 你可服 灵霞 不敢不服 你现在已修为尽尸 本军这就送你回额眉山 若敢阳风淫围 本军就夺了你额眉山 仙缘 本侠不敢 哎呀 这么久了 连伤都没有 估计这小子 已经死透了 哈哈哈哈 颜大哥 颜大哥 哈哈哈哈 啊 没死啊 颜大哥 没事吧 我没事 啊 仙姑把佩剑留给你 是让你自己用 哎 你这个拉起 现在知道跟我这种 上等人做对的后报 宋翔 我答应嫁给你 你求求仙姑 别杀他 行 颜飞 你现在跪下 从我胯下钻过去 然后让我当着你的面 玩玩你的女朋友 我就替仙姑求个情 扔你一条狗命 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 来 钻 哈哈哈哈 来 钻 嗯 这 我们走吧 你来 宋翔跟仙姑求求就行 你也许就不会死 这下好了 没心往了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颜飞 你敢冲伤我 赵仙姑会把你 掉起来 八批冲击的 你到了地 倒是会受这些 赵灵侠已经被我 禁足回罗梅山了 你放屁 赵仙姑是掌门的 关门弟子 谁敢进他的族 肯定是回去办事了 等他回来 第一个杀了你 颜大哥 你刚说的是真的吗 嗯 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们走吧 太好了 颜飞 我一定都是你 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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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抓来女孩的血 请你品尝 老祖宗 老祖宗 不错 吸收了这个女孩的情话 我至少可以延守二十年 你受伤了 都是颜飞的小子干的 上次把我图风弄白的就是他 这次又在赵仙姑手上活了下来 不作为例 我会让杜洁静的高手杀掉吧 杜洁静高手 那可是世间能放几手啊 颜飞 颜飞 你死定了 小伙子 你又救了我们全家 老祖宗 感激不尽啊 这里是二十亿现金 三套别墅 请小伙子务必收下来 您不用客气 小事一桩 你要是不收 我老头子就跪下不退 好吧 那就先放我这里 回头再还给你们 哼 说的好听 小伙子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您说 我家刚破血水 又遭大难 你看 能不能在我家住几天 不然 我们也睡不踏实 行 我先回家一趟 晚上赶回来 宋少 你轻点 这可是在楼梯间呢 在这玩儿 才刺激 宋少 你说颜飞那个穷逼 这次死定了 是真的吗 上次时的侥幸捡了一条 这次有杜洁镜的高手出手 他活不了 太好了 咱们要是偷偷把他妈绑到 带到他面前弄死 那不是能让他别死了 更难受 好主意 高手今天晚上就动手 等运动完 马上去绑了那个老东西 这上次医院醒来后啊 身体就越来越好了 我以后再也不去医院 给小飞添麻烦了 老东西 还没死呢 老东西 还没死呢 冯荣 小飞不是已经跟你分手了 你还来干什么 老东西 你儿子不是分手了 是要死了 你胡说 我儿子一直老实本分 怎么会死呢 他招惹了宋少 宋少找的人 今天晚上就要了他的命 就叫宋少放过儿子吧 你要杀就杀我吧 你当然也跑不掉 我会当着他的命 弄死 我要求小飞 不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他 老东西 想跑啊 那我就先把你的腿给废了 我看你怎么跑 再大声一点 你怎么敢咬我 你敢杀我儿子 我再咬死你 给我按住他 爱咬人是吧 那我就把你嘴里的牙 一颗一颗钻定 看你怎么咬 爱咬人是吧 那我就把你嘴里的牙 一颗一颗钻定 看你怎么咬 我儿子没有死 你们这帮畜生 我就算是变成鬼 也不会碰过你们的 我宋家就是专门训鬼的 等你死了之后 我就把你的魂魄给关起来 让你尝尝 地腹枯行的滋味 我不怕你们 我不怕你们 现在知道怕了吧 妈 你怎么样 小飞 真的是你啊 小飞 你快跑 他们找了人要杀你的 妈 我会解决的 严肥 你 你怎么这么厉害 风荣 你找死 风荣 你找死 是你找死 小飞 你当饶人住 且饶人吧 他们宋家势力大 咱们可得罪不起啊 妈 你腿 是我打断的 怎么样啊 你敢伤我 我让你全家传命 你在干什么 我要让你 用两条腿来传 你疯了吗 你就算把我的腿给打断 你妈的腿也好不了 这样 你这次放过我 我给你一千万 小飞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还不如要她一千万呢 这样你就不用再辛苦送外卖了 反正我的腿也治不好了 妈 我能治好 你就别安慰妈了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 别说妈的腿断了 就是要妈的命 妈也愿意 妈 你站起来试试 你别逗了 我这腿断了 你摸一下就能好 妈 你听我的 试试 这腿刚才是断的 怎么你摸一下就好了 这腿刚才是断的 怎么你摸一下就好了 妈 这都不算什么 我还能让您无病无灾 长命百岁 好好 那妈呀 就长命百岁 怎么可能 你不就是个孙外卖的吗 就算随了点戏法 怎么会这么厉害 袁大师 我知道错了 袁大师 你大师不信小人口 把我的体验治好吗 我给你一个一 哎呀 疼死我了 我有句话要问你 你如果实话实说 我虽然不会治好你的腿 但我可以不让他断在了 更厉害 我说 我说 袁大师 我说 老太金说你们宋家 有位活了上千年的老祖祖 真的假的 那三位飞升之前 不准对外说出我的存在 要不然死 没有 这都是外面瞎传的 除了三大门派的祖师 活了一千多岁 哪还有人能活这么长时间呀 你 呃 呃 袁大师 这没有 这没有 你就饶了我吧 啊 呃 好 你宋家找了多少杀士 让他们尽管来 反正最后的结果 都是被我犯伤啊 老祖宗 老祖宗 啊 啊 侠儿求见老祖宗 谁 老祖宗 我这两条腿都断了 不能给老祖宗割头 起了些主罪啊 怎么回事 还是那个燕飞 没想到他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 我们四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无妨 杜洁静高人出手 他活不过今晚 你的腿已经好了 多谢老祖宗 老祖宗 我能不能请求 由我亲手杀了燕飞 谁 燕飞 我一定活过这么死你 有人 老祖宗 老祖宗 啊 你干嘛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为月有邪随来了 你有时候正经起来啊 呆头呆脑的 不过我还挺喜欢的 你转过来吧 你这么快就穿好了 非洲师非洲师 你跑什么 男女受受不欠 龙小姐请自重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跟个和尚似的 你说了吧 我喜欢你 我这个人呢向来爱憎分明 而且 我卢婉颖喜欢的 还没有得不到的 我们不合适 龙小姐 你还是快走吧 我亲手做了糕点 想请你尝尝 谁知道你一直不回来 我就想着边洗澡边等你了 多谢龙小姐了 我一会儿再吃 你还是快走吧 你这人怎么这么想让我走呢 你快转过来 吃一口我就走 是不是我吃了你就走 嗯 你干什么 我想要的 现在就要 不像你 嘴上说不要 身体 却很诚实 坏了 现在神格和肉体还没完全融合 身体起反应了 龙小姐 你还是快走吧 在这 我要分界的 你答应做我男朋友我就走 我是地府阎王怎么能做你男朋友呢 那我不管 你要是不答应啊 我就不走了 死到临头 还有心死做这种事终于就来了 临飞 这次让你插翅难逃 你是瑞穴将那个小徒弟啊 谁指使你来的 让你死个明白 一位故人说你屡次无故伤害宋家人 让我取你幸运 你被骗了 是宋祥一直在针对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一个满口大话的人 放心 你死后 我会照顾好你家人 严飞 你怎么不狂啊 你不是厉害吗 怎么像猪一样被捆起来了 他这种人啊 就是牛马猪狗 就应该像猪神一样 被捆着让我干掉 捏腿这么快就好了 以他的行为做不到这一点 看来你宋家 果然有活了千年的老祖宗 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的 一会儿我会砍掉你的四肢 再把你妈抓回来 当着她的面弄死你 我一会儿先砍掉你的四肢 再把你妈嫁过来 当着她的面弄死你 宋祥 你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就不能放过她吗 放过她 她在拍卖会上让我出丑 抢我的女人断我双腿 她早就该死了 如果我答应嫁给你 你能放过她吗 你答应不答应又怎么样 我实话告诉你 杀死你爷爷的三才巨阴阵 就是我会有你奶奶布下的 可惜啊 被严妃这个王八蛋给破掉 我会先杀掉他 再杀掉你爷爷 到时候你和宋家的所有残产 这都是我的了 有些骚蹄子啊 还以为宋少喜欢的是他呢 真是自作多情有眼瞎 找了严妃这么个 被我甩了的垃圾当成宝了 啊 要不这样 你把我给伺候收复了 我就考虑给他一个痛快 怎么样啊 放开他 教主 这个绳子没问题吧 我这捆龙锁乃是祖师 用了五百多年耗费毕生金血锁链 这世上没人能打开 好 被捆着你再能打又能怎样啊 你也只能一直看着 我不是你的女人 听见了吗 严妃 你真不开捆龙锁的 乖乖等死吧你 没鬼 没鬼 我的捆龙锁 怎么可能 这世上竟然有人 能一击毁掉这件法器 捆龙锁 名字毁然 质量一败 不可能 你怎么会比杜杰金高手还厉害 严妃这王八蛋怎么这么想 宋长 太后过来了 你快带我跑吧 宋长 太后过来了 你快带我跑吧 不是你这个贱人 你害死我了 我 嘿嘿 宋长 你别停下我呀 黄柔 恶如 饿也饿暴 你再不要下去 下场会很惨 你少给我装 我只知道有钱才会善装 我跟着宋长才会有钱 生死不过会记录所有人的生日死期 和所作所为 只要做坏事 再有钱都会下地狱 你还真当自己是阎王了 你不就学了点道法吗 我还就不信了 你还敢杀了我 我错了 别别别杀我 刚才让你看的 就是生死不 记载你未来的命运走向 你要是再跟着宋长胡作非为 就是这个下场 天飞 你看在我们曾经在一起的份上 你救救我好不好 我不想下地狱 我不想死那么傻 你救救我 你之前的那些行为 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 生死不过 只不过将这些提前记录了下落 并不是不可改变 真的吗 那你帮我改给我的结果好不好 能改变命运的 只有你自己 你如果改过自新 以后不再做坏事 那你的音变了 我也就会跟着别 收死伯的记录 自然也会跟着别 我明白了 我改 我一定改 你走吧 谢谢 谢谢 之前那时候 对不起 小子 回去问你的祖师任天雄 我是谁 以后别来招惹 我祖师死了 张天师说 还被一件质宝重创了 我早就说过了 不能走进轮回境三步 你祖师的尸体在哪 我能救活他 你祖师的尸体在哪 我能救活他 祖师尸体现在龙虎山 张天师准备今晚子时做法 召回祖师魂魄 起死回生 论起死回生 张天师跟我比 只能算是外号 你虽然修为高深 但修魂炼破 论起对魂魄的研究 当事的所有门派中 道家的龙虎山是执牛而者 严大哥 人家天师道的看家本领 就是招魂驱鬼 公认的天下第一 你就别逞强啊 罢了 张天师能救活更好 省得我动手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 我龙虎山这一代中 属你和陆家的关系最好 现在这严大师和陆家的关系也不一般 以后你要保持好和陆家的关系 见到严大师也要尊崇有加 这样我龙虎山 才能世世代代兴隆成生 不是 您何必对那姓炎的小子 如此推崇呢 你呀 但有些事情 你还不配知道 照做就行了 你呀 但有些事情 你还不配知道 照做就行了 不知 阎君驾到 请阎君受罪 不必多礼 张天师怎么对他这么客气 难道 阎大师真是招魂驱鬼的高人 祖师 这小子不就会点生批阵法 您 这也太客气了 混语诈 刚跟你说过 还敢对阎君无礼 原来是因为法阵 那只是小道 果然 想救祖师 还得靠龙虎山 张天师 没关系 此时已到 开始吧 是 赢去画铃身 金刚力量旁 千里魂魄志 急急如跳上 老祖师 老祖师 救命啊 也非要杀我 慌什么 要有静气 怎么回事 那位杜杰镜的仙长 你也败了 什么 这个严妃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想对她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无妨 等我把这个魂魂魄 等我把这个魂魄炼化成了傀儡 他十个炎妃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是谁啊 日月神教的祖师教主 任天行的魂魄炼化 日月神教的祖师教主 任天行的魂魄 当时三大顶尖高手之一的日月教主 直接死了 没想到我能得到这么极品的魂魄 陆迪神仙飞升前死亡 极为罕见 人间也就只有一些类似神农家的先天兄弟 或轮回境的先天至宝才能杀死他们 天主我爷 我成人间阎王 知日可待 恭喜老祖 先死之魂 七日后灵之才会复苏 我要在死之前 变化的 有人在找他的魂 那这怎么办啊 无法呢 论修为我不如那三位陆地神仙 但若单论玩鬼 这世上还没人能玩得过我 是 这 开 这 这 你去 有人动 我批破 明明快已经召回来了 有人施法 竟然硬生生给截下了 大胆 何人 进港洲龙虎山作对 哈哈哈哈 龙虎山神鬼之术 不可不死 没想到世间 还已藏有如此刀手 神鬼之术 竟然比我还强 张天使 那人身在何处 我就夺回祖师魂魄 刚才 只是传音 这九州之内 有一定修为的修士 都能听得到 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而且 以他的修为 你 不是对手 这难道是天意 我要网组揣测天意 我想让他活 那才是天意 严大师真的可以啊 我祖师都招不回来的魂魄 他怎么能招得会来 清严的 你为了装逼 拿这事骗人家 太不报道了 比我闭嘴 不得对严大师无礼 祖师 我就是看不惯 他拿此人开玩笑的错 是啊 连张天师都失败了 严大师 就不要再说笑了 你都出嘴 无妨 不知者无罪 地府沉浸后 人魂滞留人间 这才使得人间的修士 有了一些粗浅的 招魂救命手段 但地府重开后 以后无论是龙虎山 还是安地里的高人 都会失去这种能力 搜鬼玄魂之术 对你们来说是神仙手段 但对我来说 信守年来 黄天后土 四海八荒 本君弹指之间 招之即来 严大师竟是凡人心性 这么爱出封道 修为最高 却注定无法得到成仙啊 可惜 法通万界 神仙救方 荡荡幽魂 何处深藏 魂 来 法通万界 神仙救方 荡荡幽魂 何处深藏 魂 来 果然是龙虎山 张天师的手段 可是 在我之下 老祖宗千秋万代 一同人间 带我亮花日月 叫春破 我们两人合力 并被打下 额美掌门 见识我们三人 杀给我张天师也不散华夏 倒是他们三大志情高手 都会成为我麾下鬼将 解释我要在人间建立新的地府 成为人间阎罗天子 谁能扶我 哈哈哈哈 又来 看来还想令教我施魂阵的厉害 施魂阵 快 还敢跟我斗法招魂 真是不自料理 对方厉害 人居小心 雕虫小技 举灵请教 这回 让龙虎山颜面济湿 我的师父 这却不是龙虎山颜天师 究竟是谁 这回 让龙虎山颜面济湿 我的师父 这却不是龙虎山 长天师所为 究竟是谁 老祖宗 这怎么还有人比您召唤才厉害啊 这也是召唤 这是召唤 好了 你祖师的魂魄已经召唤来了 真的 我龙虎山所有的弟子 一起念召 也得一个小时才能召唤 你一个人才用一分钟就能召唤 别听到胡说 他刚才的阵仗 就是在装强做事 叶军 我也有所疑惑 这召唤如此轻松 确实 喊人听闻啊 叶军 我也有所疑惑 这召唤如此轻松 确实 喊人听闻啊 对我来说 这本来就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少说两句吧 这召魂在龙虎山都这么难 你承认又不丢人 也许我祖师命里该有刺激 但请袁大师尊重死者 别再恐我捉了 你说魂魄已经招回来了 那人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魂魄入体需要时间 我能感觉到再有二十秒就醒了 好好好 如果人醒不了 我今天就是拼了被卓中师门 也要废了你这个装逼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真活了 董事 您竟然真的活了 严大师 你好厉害啊 空喝倒油 重获新生啊 多谢张天师出手相救啊 师父 是严非严大师救的您 快扶我下来 多谢严君出手相救啊 不用多礼 你也是因地府至宝而死 到有鬼神之术竟如此匪备所思 可否抱上性灵 严非 什么 后会有期 到有鬼神之术竟如此匪备所思 可否抱上性灵 严非 什么 后会有期 听对方说 认识严君 可否告知 他是何人呢 这神鬼之术 竟然强过我龙虎山 我大概能猜到是谁了 等我捉了他 把他引荐给你 对了 这儿有个粗枝烂造的小玩意儿 送你了 严大师口中的小玩意儿 竟是如此精巧的法器 做事 真是他救活的 他究竟是谁 怎么会这么强 他是因逃地府之主 严罗天子 他是因逃地府之主 严罗天子 严罗天子 我 我刚刚还刺杀过他 我刚才还误了严罗天子 还说要灭了他 祖师 祖师饶命啊 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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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个请个 祖师 怎么又是严非啊 不可能 他怎么会比老祖师 你还厉害啊 你这样的废物 大罪谁不好 非要大罪严非 这下宝 把我的法器 使物积在那里 老祖师 那现在怎么办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 看来我们要改变策略了 你立即想办法 把严非请到宋家来 之后该怎么办就知道了 要是这件事办砸了 我连了你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严非啊严非 这次我要给你来个屋中桌边 要是这件事办砸了 我连了你 我这就去 严非啊严非 这次我要给你来个屋中桌边 这人怎么还不回来 都怪你这个老东西 非让严非那小子住家里 现在好了 把孙女也拐跑了 宋少要是回来要人 我们交不出人 怎么办 别啰嗦 奶奶 是不是他来 你出去鬼混去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奶奶 我就是跟严大哥一起 去了探龙虎山 你现在连奶奶都陷了 龙虎山那么远 这么点时间 怎么可能去个来回 宋少到 奶奶 宋少到 来了 老家主 近日可好啊 你来干什么 上次 你算什么东西 感恩宋少这么说话 宋少 您快请上座 严大师都没做呢 我怎么敢做呀 宋少 你跟这个废物 客气什么 我猜啊 宋少这么客气 是不是有人让你来请我的 你这个土鳖疯了吧 宋少请你 你配吗 严大师 您真是神机妙算呀 我想请您 利临宋家 吃个便饭 就当我为以前的事 给您赔罪了 不是献殷勤 非奸即盗 不用担心 我相信宋少的诚意 但是啊 我不想去 不用担心 我相信宋少的诚意 但是啊 我不想去 还灯脾子上脸了 宋少一生气 怕是你连命都没了吧 就是啊 严大哥 宋家势大 虽然你们以前有点过节 但也别太不给他面子了 放心吧 我觉得宋少请不到我 是不会走的 严大师 小心宋家狗鸡跳墙啊 严大哥 要不我陪你去一趟吧 就是 你算什么玩意儿 还宋少请不到你 你就不走啊 你想死 别连累我们独家 严大师 要不我也陪你走一趟 宋家 我们得罪募集啊 请严大师 历历宋家赴宴 宋少 你就是干什么 你宋祥竟然会给人下跪 这 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 个嚣张寡厚的宋少吗 要是请不去严大师 我就没命了 求严大师 历历宋家赴宴 好 我就去你们宋家一趟 来来来 快请进 啊 鹿家主 这把龙椅啊 可不是让您做的 按照理质 家主应该做首席啊 这件太事 也是老祖宗的宝贝 里面附着 成百上千的冤魂 严肺 只想你死定了 就是宋少 刚才得罪你的 是严肺那小子 你可不能拿 我们卢家开罪 跟他没有关系的 宋少 是要给夏马威啊 老夫位 首席 我卢英明不配做 那留给谁做呀 这个 是严大师的位置 严大哥的 难道 这椅子有诈 简直是笑话 我卢家 是正成堂堂的首富 做这小子的下手 你问他敢不敢 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吧 这椅子 我坐 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吧 这椅子 我坐 你坐 说你胖 你还喘上了 你身家多少 你吃过十个菜吗 你凭什么坐 严大哥 是猪凡肠 必有药 要不你还是别坐了 放心吧 这椅子我不仅能坐 而且 只有我能坐 小生 你敢落我卢家的面子 小心我让你活不明天 严大哥 小心啊 严大师 我知道 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才去坐这把椅子的 我相信你 快坐上去 死在这把椅子上的高手 两只手都住不过来 严飞 你不是狂吗 今天让你有去无回 严飞 你死定了 这怎么回事 宋强 你搞什么鬼 严飞 你中计了 谁 纵使你修为再高 等挣脱出来 也已经被这么多元魂腐蚀的只剩骨头扎子了 你胡说 严大哥他不会死的 这把龙椅 这把龙椅乃是宋代庞太师传下来的椅子 他在这个椅子上去世后 阴魂不散 后来辗转多位主人 每一个都不得好死 冤魂被龙椅所射 里面关着的冤魂已经多得数不胜数 千百年来谁做谁死 从无意外 严飞 他活不了了 严大哥 你快出来 你一定还没有死 快点 严大师已经死了 他肯定也不希望你出事的 哭什么哭 这小子早就该死 这就是得对宋上的下场 我要杀了你 给严大哥报仇 大胆 感觉我宋家老祖宗不记 宋家老祖 能想到 宋家老祖宗的传说 竟是真的 今日不止严飞要死 你卢家人也要死 你不会死 我想你这么久 还没好好玩过你的 严大哥 严飞还没死透呢 咱就当着他的面 让我好好过来问你 我跟你拼了 起来 出声 出声 老祖宗啊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们家吧 我做什么 把文英 嫁给松手 那样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了 我 我 这个人不喜欢有风险 你们卢家人 必须得死绝 拜见老祖 已经一炷香时间了 就算是天仙下凡 也死透了 我已经 落不及待的 想看严肥的尸体了 那你可要失望 嗯 谁 宋家老祖 我终于把你等出来 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人能活着 从这龙椅上下来 岩大哥 真的是你吗 你活过来了 我不灭法身 万不亲 那些妖魂 早已经形神俱灭 老祖 今天 我就送 下地狱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就算是张天师也 我能出这把奴隶上 全身而退 我呢 您朝鸡 知识 严罗王 求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上金孙家孙景轩 身高169 目前掌管孙家五成产业 资产3000亿 上金锤家 楚允航 身高170 目前任职 储市及喷子财 资产 5000亿 上金苏家 苏蓝宁 阿佛双博士在底 恋爱4510 身高1.72 等等等等 你们这是 叶先生 五年前您抄了我们三人的生辰八字 并对用天金秘术 扭转乾坤 互换因果 我们三人 也因此欠了您一段地狱音乐 现在时辰已到 请叶先生回上金 跟我们旅行婚约 请叶先生 回上金旅行婚约 是我的福利 宋先生都让你们来的 月时是宋大师让我们来的 我已结婚三年 你们回去 结婚 如果不履行婚约 那我们三大师家的族云就 禅士天道圆明 我已听起 快天子 我叶天 一叶 岂枯害了 而等家族不少 想你不敢 既然叶先生不愿意 那我们也不强求 这是宋大师让我们转交的乾坤殿 请叶先生参加天机夜 天机夜 天机夜 广要四海天师 汇聚南城运气 宋大师 担心叶先生一个人 承担三分地命姻缘 有所隐患 故而想动用南城运气 为您分担一二 我这个徒弟也算是隐心 东西我收下了 你们回去 舅舅 帮我拿一下 舅舅 我们接着干什么 我们离婚吧 我想知道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 单纯啊 就是我们沈家 容不下你这个废物 为什么呀 叶天 你到底能不能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每天出去摆摊算命 自欺欺人 我沈家的脸都要被研究干净了 秋云 当初你冒充天师 诶骗我沈家上下 我已在糊塑之下 与你成了我 倘若你真是神通广大的天师 我沈 秋云你就算认了 可你这三年 除了在我沈家混吃等死 在外算命骗钱 你有做过一点 让我沈家满意的事情吗 难道你真的打算 这样窝囊一辈子吗 秋云你听我解释 没听我解释的 你叶天要是真有天师的本事 至于出去算命骗钱 你骗的那些撒瓜俩党 对我沈家来说又有什么用 你就是个废物 什么更改沈家族运 什么扭转因果 你全是骗人的 真正的天使 哪个不是上京赫赫有人的大人 被各大家族追死 而你踏实给他们当狗 都没人要的 叶天 我对你要求并不高 只要你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让我说得出口 但你真的太差劲了 我不想再遭受别人的白愿 我叶天只此微笑 从未骗过任何 但离婚之时 心承太大 若此自先下 提起来会要沈家 你敢照我沈家 你打我 因为你满嘴胡言 小畜生 少拿天前吓唬我 我说的是吃吃 你个小兔子儿子 以你的道行 诅咒我们天前 我怕 你是做梦的 就算这世间 真有你所说的天前 我沈家照样有办法化解 非我 认识吗 这可是天机宴的邀请函 邀请函 能来赴宴者 皆是五湖四海的绝顶天师 主办方 更是上京天机府的祖主 宋天都 以你的身份与地位 断然是没有资格参加这场盛会 你们怎么知道 我没资格 因为你是废物 因为你是在我沈家白吃白喝三年的废物 我们结婚三年 不是没有感情 但如果你脚踏实地 不去想那些歪门邪道的话 我又怎会跟你离婚 歪门邪道 没错 跟我陆家相同 你的确是歪门邪道 陆少 您怎么过来了 陆少 邱云 你放心 这个废物要是敢胡搅蛮缠 我不介意让他知道我陆家的恐怖 你就是叶天 你又是 天师世家嫡系长子 陆幻风 你是邱云的好友 不管如何 你今天必须跟邱云离婚 若不然 我会动用天师之力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 我今天来 不止为了这件事 我替沈家争取到了面前宋大师的机会 宋大师 你是说 上京赫赫有名的宋天都 没错 在我父亲的安排下 你马上就能成为宋大师的亲传弟子了 宋大师的弟子 路上此话可是当真 我父亲乃是上京天机府天师长老 怎会有假 三日后 沈家的地位 必将水涨船高 一飞冲天 新叶的 赶紧签字吧 沈家即将成为你高攀不起的底级世家 而你这条臭鱼烂虾 只配狗活在下水道里自生自灭 你已经配不上地位超然的沈家了 要不是我 宋天都怎敢收你为妥 叶天 你别太过分 你一个算命的道士 怎么可能认识宋大师 摆摊算命 没想到如今这世道 竟然还有这种骗子存在 新叶的 没见过真正的天师吧 三日后 你大可前往天机夜 到时 你直接报我陆幻风的名字 自然会有人给你面子 这是我的名片 本少在天机夜 等你 天机夜而已 我去留与否 无人可遵 姓陆的 你们配不少 天师二子 一天 你不能这么对路上说话 签了字 就赶紧离开沈家吧 我们相逝三年 我不希望 你在离开沈家之后 过得不好 这是一千万 是沈家给予你的补偿 我不稀罕你们沈家的臭血 好 你说什么都行 只要把这个钱了 姓陆的 你牵动我与选家的因果 你不怕死我 我陆家乃是天师世家 我父亲更是上京天机府天师长老 在整个大厦境内威名赫赫 没有什么因果 能威胁到我陆家 再者 你夜天 充其量就是个江湖骗子吧 我想玩死 易如反掌 那我们 事如上 好啊 总算把这个废物给我赶走了 你怎么点不舒服 妈 你不过是被这个废物给吓着了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玄乎的本事 更何况我们还有路上 伯母 您放心 夜天充其量就会吸三脚猫的功夫吧 不足为据 这是怎么回事 今晚有雷阵雨 都是巧合吧 弟子宋天都 公迎师尊 亲临天机府 都起来吧 师尊 天机布局岁月西 星辰交错之风云 弟子伴随师尊在南城的这三年 四海气运齐聚于此 将于明日到达鼎盛之时 弟子将宣布 在天机宴 收纳沈秋云 不用了 我与沈家 这沈家竟如此不知好歹 要不是师尊顶着三大师家的姻缘债 替他沈家改运 就凭他沈家 如何在南城立足 这沈家居然安疆仇报 弟子定要为师尊讨回公道 无妨 沈家的生路 已经被沈家亲手给掐断 我断缺了与沈家的姻果债 上京三大师家 很快就会上门讨回 送天都听令 弟子在 林 兵 道 者 皆 朕 列 赞 贤 九字真言献事 天地都 宠感人见 老夫听闻 这宋大师将受沈小姐为徒 秋老 我们云二啊 天资卓越 能被宋大师看上 也是亲密当中 妈 他们都是天师 您别老这样说 没有我的手肯 宋天都可不敢收徒 叶天 你这废物还真敢来呀 咋胆 哪来的乡村莽夫 竟敢直呼宋大师之名 你疯了吗 叶天 我没有疯 你先出去 沈小姐 这位莫不是与沈家的赘婿 秋老 你不要误会 这个人啊 我们已经和他撇清了关系 沈家母 我劝你还是赶紧把他赶出去为妙 这在座的诸位 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天师 触犯重怒 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听见没有 赶紧给我滚 我就是天机宴的主 为何 你 好啊 天机宴 来由上京天机府亲自操办 宴主 更是万人之上的宋大师 这不知敬畏的矛头小子 有多远 滚多远吧 万人之上 徐老说的没错 天师之力 涉及因果 你若不敬 吃死无生 这里不是你这种不治脚背 盖来的地方 请老夫一劝 远离因果 尚可活命 没错 宋大师贵为天机术传人 整个天下 为其掌控 为什么不能创为万人之上呢 但我听说 宋大师虽然贵为万人之上 还是在一人之下 此人便是神秘的天机宗宗主 只可惜啊 他老人家 不在人世间走动 否则老夫倒想亲眼看看 这翻天覆地的天机处 究竟有何为呢 我就是天机宗的宗主 夜遮天的夜天 夜天 你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你只如袖未干的废物 竟敢自称天机二字 你的命格承担不起 让你离开 是为你好 天机宴涉及太多因果 唯有天师方能入会 可你若是想凭借此地气韵 为你自己造势的话 我欠你还是打消这个坏主意 仅凭你这肉体繁胎 必定会气韵贯体而亡 夜天 你待在这里 是会让我们沈家更加难堪 如果你对我们沈家 有什么不满 我可以协调赔偿 但请你现在先出去 姐 他这废物在外面 抽筋摸狗也就算了 连天机宴的主意都敢打 承受不住 肉体繁胎 邱老说的有错吗 你就是个普通人 别给我搞些弯门邪道 当心 自己给玩洗 我的命格足以镇压全场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信不信 老子能让你死上厄运不断 大可是 好 如你所愿 小子 我让你明白 得罪天师 你将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 我也让你这一辈 生不如死 叶天 你赶紧走吧 这天师之力可不是玩笑啊 我的命格 与天地所谓 他算不通 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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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徐老 徐老 徐老可是天师榜上的大天使 怎么会反射成这样了 难道这一天还真是天际宗宗宗主 徐老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到底是谁 你的寡侠 怎么如此恐怖 我说了 我的命格与天地同归 以你道还算不好 叶天 你把徐老伤成这个样子 你想与这个难成为敌吗 是他徐文飞道行太险 与我何干 你 怎么会这样 徐老竟然 现在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邱云 你可不要信了这废物的鬼话 陆少 陆少 你可算是来了 陆少 这夜天胆感在天际夜 胡作为为 连徐老都受了不晓的伤 陆少 徐老 您现在要一旁好生休息 我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陆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坏道 你又想说什么歪理 歪理 在我眼里 你才是歪理 徐老之所以会受这样的伤 不过因为死地气运太重 他老人家强行触及英国 导致反噬吧 徐老的伤 跟你这废物 命格一点关系都没有 陆少说的没错 算你小子早运 不愧是陆少 说话一针见血 怎么样 谎话缘不下去了吧 陆少 博学识广 真是令人佩服 各位 这废物根本就不是天机宗的宗主 他在我沈家白吃白喝了三年 期间更是到处摆异 他们算命骗钱 十万一挂 吃相何极难看啊 我请问问在座的诸位 换作是你们 会找这个废物算命吗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是个江湖骗子 没想到他竟敢在这天机宴上自其其辱 怕不是得了失心疯 倘若他真有镇压天下的命格 那以他的本事 早就成为了上京三大世家的座上兵 尤其会窝在这小小的南城 当一个只会骗钱的窝囊废 三大世家 你该不会是想说 三大世家早就把你分为座上兵了 不错 但是为了你们审价 我拒绝了上京三大世家 成为他们的供 天不知耻 撒谎成戏 叶天 你还要怎样 也在丢我沈家的脸了好不好 我实话是 为何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叶天 我可提醒你 上京三大世家的大小姐 即将抵达天机宴 到时候 你哪来的脸 去面对这三位尊贵的大小姐 掐指一算 你的死期即将来临 陆少就是不烦 连上京三大世家 都要急于抽出的面子 不敢 上京三大世家 都是看在宋大师的份上 跟我陆唤风可没什么关系 陆少 您就别太兴趣了 谁人不知 陆老可是上京 鼎鼎有名的天师 其道术 仅在宋大师之下 是天师府的二当家 我看这三位小姐 都是来蓝臣 向陆少提心的 陆少如此人洁 能得到上京世家 大小姐的策目 并不意外 只不过天机宴 来了条不知好歹的处理 怕只会 侵扰了大小姐的雅兴 小老 您有所不知 这叶天对沈家 早就嫉妒如仇 而今日 更是趁着宋大师收徒 特地前来无理寻闹 还特地准备了一套 逻辑完整的谎言 不过 上京三大世家的小姐 即将抵达天机宴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看着 他骑虎难下 拔钱之后 出尽丑态即可 不过 我作为南城 年轻一辈的代表 再给你一次机会 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我保证 还没人敢碰你 叶天 既然路上已经给了你 活命的机会 你应该好好珍惜 我说了 我就是这场天机宴的主 狗东西 而三大世家 也是为我而来 别给脸不要脸 废物赶紧给我滚 来人 给我把这废物拖出去 打断穿的狗腿 上京孙家 孙小姐到 上京孙家 妈 这孙家可是大厦排名前十的侍甲 挥分着呢 那可不得了 我们可要和这么小姐 好好认识一下 老夫邱广源 恭迎孙小姐的到来 孙小姐 貌若天仙 沉鱼落雁啊 叶天 孙小姐已到 你的死期 已到了 死到临头 还敢装模作样 孙小姐 在下陆凡风 是上京天师陆重叶的 不认识 孙小姐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就是沈秋云 有眼无输 叶先生 姐 这孙小姐 为什么叫他叶先生 这不可能 这叶天 入坠我闪家三年 孙小姐 怎么可能看得上 他这个无闹费啊 自以为是 叶先生是何等人意 也容你们侮辱 叶先生 请您随我回上京 已经婚约 婚约 秋云 他这个废物 何时与孙家有过婚约 我也不清楚啊 孙小姐 您是否搞错了 这个叶天 明明是沈家的坠绪 怎么能和上京孙家 有过婚约 这废物在我沈家 白吃白喝三年 怎么可能认识孙小姐呢 孙小姐 这叶天 论身份论地位 不可能配得上你 他可是个离过婚的窝囊废 我们整座南城 都对他嗤之以鼻 你是不是搞错了 身份 地位 以我孙家的身份地位 恐怕还入不了叶先生的发言 你们沈家这三年来 不知道受了叶先生多少恩惠 不知道眼红了多少上京的超级世家 可即便如此 你们还如此的不满 孙小姐 你这个话我可不能认同啊 我们沈家不要的东西 还想要拿去便是 为了我们干什么 就因为你们有眼无珠 不识真笼 倘若他正如孙小姐所言 尊贵无比 那为何还在我沈家 卑躬屈膝三年 他这三年过得这么憋屈 连我沈家一条狗的身份 都不打高 妈 你们别说了 我就要说 我们沈家虽然比不上你们孙家 也不能 你居然打我 孙小姐 你无故出手 有时大家丰范 有所您在上京 世家圈内的口碑 口碑 是这妇人 如我孙家在先 这一巴掌 是替我孙才打 孙小姐 您再如婚 也不能打我的母亲 她是长辈 你怎么如此对待 皮脑卖了 你们孙家就了不起吗 等我女儿 成了宋大师的头顶 我看你会不会这么嚣张 你不会以为 这就结束了吧 你 刚才那一巴掌 是替我孙家打 接下来 叶天 你快让孙小姐冷静一下 这一巴掌 是替叶先生打 孙小姐 你这样对待一位长辈 要是传回上京 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你们谁敢 对我孙家指手画去 你 孙小姐 请你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你们沈家这三年来 是如何对待叶先生 你们心里清楚 这一巴掌 是替叶先生抱着三年之恨 孙小姐 您这一举动 着实让我难成一众 寒心呢 我徐文飞 你像憧憬上京的天师之道 可现在 对上京对孙家 失望至极呀 我孙家如何 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去 叶 叶先生 请您一步天机座 叶天 那个位子几日你能坐的 那个位子 是南城清运汇聚的中心 就松大师才有资格做 小子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要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以你的命格 绝对承受不住 南城的庞大体育 你要一意孤行 必是死路一条啊 我不能坐 没错 天机府天机座 唯有天机序真正的传人宋大师 才有资格一坐 而你 不配 我 不配 叶天 我这是在好心劝导 你莫要自寻死路 天机宗蕴含天大武硬火 以及常人无法销售的器运 以你的命格 无福销售 有本事你就坐上去 我看你死我 叶天 我妈都这样 你还胡闹到什么时候 好好的一场天机宴 因为你的胡闹 让我们整个沈家 变成了一场笑话 到现在 你们还不相信吗 禅士天道 圆命 我以天机 会天机 这天机座 非我莫属 放屈将 谁敢不从 你真的不怕死 胆大包天 你就不怕 气运力冲 包天而亡吗 以燕先生的命格而言 这气运之力 不足委屈 绝不可能 放眼天下 还没人能承受住 南城的气运灌顶 就算是宋大师 也要点两页 何况你这个无名小族 我想你现在已经出现 嗓剧痛 头晕眼花的这么多 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蹊跷流血 成婚终将而亡 都不用我们出手 你自己就把自己玩死 叶天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听我的话 为什么不能去过属于你的 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 何为普通 再找中人 哪一个不是肉体凡胎 你闪清我 你太高看自己了 自视新高 目中无人 我就叫你一只凡人之趣 触摸这天机座 我心向天 细域 必追随我身 永世不散 好一个我心向天 但 你真的配吗 爸 为父来晚了 这三位 难道是上京天师府 三大天师长老 那么这位 仅次于宋大师 林元龙 林老 全武山全老 还有宋大师之下 第一人 陆重业 陆老 沈家母 让你受委屈了 陆老 你可要为我们沈家 主持公道啊 孙小姐 我以天师府 尽体长老的身份 要求你 向沈家道歉 是沈家无礼在先 我为何要道歉 孙小姐 我尊敬你 是看得起你孙家 不是我惧怕你孙家 沈小姐和沈家 乃是老夫的贵客 沈小姐 更是宋大师 未入门的弟子 孙小姐 你不要执迷不悟啊 沈家的所作所为 配得上这三八掌 好 好一个三八掌 孙静宣 你真不把我 天师长老的身份 放在眼里 你虽出名闻 但论地位而言 你还没有资格说话 老夫断言 若是孙家家主 知晓此事 定会给出一个 相对公道的说法 而不是你 在这反后无礼 孙家家主 与我而言 还不敢造次 厚言无耻 孙家家主 岂是你蔑氏的存在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老夫的身份 你还不配网易 上京天师榜 老夫全微山 赫然在列 所以呢 什么意思 天师榜 于我而言 毫无 小辈 我看你这是自寻死路 老夫倒是有些意外 你夜天 这种稳坐天机榜 如此知情 倒也有些本事 不过 如今碰到了我陆重宴 今日 你扰乱天机宴 无视天机府 擅坐天机宝座 恕罪并罚 老夫 拜祭天机府 对你实行天罚 好一个恕罪病吧 你陆除名 敢定我的死 为何不敢 我父亲贵为天机府天师长老 更为上京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就连三大世家的家主 都不敢对我父亲触目 敬你死罪 断你生路 易如反掌 夜天 就算你有孙小姐帮你撑腰 可到了陆老面前 你已山穷水尽 我劝你放弃掉那些幼稚的思想 离开天机宴 孙小姐帮助你 你才有一线生机 若不然 若不然 如何 夜天 如今我沈家天时地利人和 众星所向 警察宋大师还未入场 即便是有孙小姐在身旁 你依然没有资格 站在这天机宴上 与我沈家叫板 孙小姐 你给我母亲的三个巴掌 我一定会抬回来的 待我姐成为宋大师的徒弟 习得天机术 即便是上京孙家 我沈家照样有资格 抬我一个公道 你对你姐未免太有信心了吧 天机术神秘莫测 你真以为什么人都可以修德吗 你说什么 就算是宋大师 也须得耗得二十年的光阴 才堪堪入得了天机术的门 而你沈秋云何德何能 抵得上宋大师的天赋 我 况且你从未正式败入天机府的门下 今天就敢在这天机宴上大放厥词 当众冒充宋大师的弟子 女儿 不要怕她 我没有漏了 给我们撑腰 没错 姐 只要你被宋大师收为徒弟 就算是孙家 咱们宜然不拒 孙小姐 您是上京世家大小姐 我尊敬你 甚至可以说是崇拜 羡慕 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 所谓的上京世家 同样也有一些毫无教养之人 莫不是沈小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你和一天一起大闹天机宴 不把我沈家 陆家 以及一众天使放在眼里 难道你孙家的大事 已经足够镇压整个大厦了吗 我们沈家跟你们孙家 无冤无仇 你却为了我们沈家的一个废墟 如我母亲 难道这就是你们孙家的宠世之道吗 无知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沈家墓中无人在先 你又何必出口伤人 孙小姐 你不要太过分 我们沈家何时墓中无人 何时欺负过你们 放在曾经 你们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今日若不是念在叶先生的面子上 本小姐都不会正式看你们叶眼 你一口一个叶先生 他不过却是我们家的一个废物 你若是看我不顺眼 何必拿叶天当借口 沈秋云 你可知 若不是叶先生替你改命 何来你们沈家今日的一切 你们错失了此生最大的机遇 而你沈家 也会因你的无事万劫不复 而你沈家 也会因你的无事万劫不复 原来你来天机案的目的 是为了想借孙小姐之手 让我们沈家 在南城众人面前抬不起头 纵使你在我沈家过得如此窝囊 我也会尽力地维护你的尊严 不到万不得已 我又怎会跟你离婚 可你叶天却见不得我沈家的好 想要摧毁我所拥有的一切 窝囊 尊严 我叶天在你们沈家 何时有过尊严 我帮复了你们沈家三年 却换来了一张冰的离婚术 你沈秋云 可真是慷慨大方 你什么时候帮过我沈家 你什么时候 三年前叶先生本该回上京旅行婚约 因你沈家才不得已留在了南城 这一流便是三年 这三年来你沈家从屋到楼 从世家末端一举晋升成了南城最大世界 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明叶先生所做的吗 鬼话连篇 你说什么 若不是我早年帮扶过沈家 还真信了你的鬼话 沈家能有今天 都是我陆幻风暗中相助 本不想说出其中隐秘 但你二人今日实在是可耻 我可不能让叶天的阴谋诡计则成 陆幻风 你可敢再说一次 我陆幻风敢做敢当 沈家如今的一切 都是我陆幻风暗中 这事怎么 陆上 这怎么回事 婆婆 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爸 我没生病啊 尽管虚乱 我早之前还打不过 这是天谴 天谴 陆上好好的 怎么会中了天谴 你是个畜生 到底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你既然知道是天谴 又何必问我 他陆幻风干了什么好事 你心知度 不可能 我早在幻风出生时 就在他体内种下了道业 寻堂天谴 不可能伤得了我儿 陆上 种的不是天谴 而是邪术 邪术 不会有错 自从他坐上天际宝座以后 点怪事连连 这畜生 练的应该就是邪术 你们三个人的想象力 可真是丰富 孙小姐 上京孙家 可知 你与这邪教中人为伍 陆崇业 李渊龙 袁文山 你们三个人 将个如此无名 野先生 如果他不是邪教中人 怎么会拥有 如此逆天的道书 而不为世人所知呢 孙小姐 你勾结邪教 打上我儿 万一你有颠覆大厦国运之嫌疑 我会禀报上京 天师府 钻了你孙家的生命 是啊 此次一定修炼了邪术 否则 怎么会面对三大天师 面不改策呢 看来这场天际宴 叶天是有备而来 且得到了孙家的支持 叶天 修炼邪术 天地所不容 若你还有自知之明 就去上京 请罪自首 不然 我叶天做错何事 需要上京 赴京请罪 你 你够了 我和你相处三年 我完全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做一个正直的人很难吗 做一个洁生自好 风轻气正的人很难吗 为什么要去学那些歪门邪道 为什么要伤害无辜的人 歪门邪道 怎么 你还想辩解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难道你还想撒谎 我对你已经失望透顶了 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期许 像你这样恶毒的人 我配拥有我沈秋云的 恶毒 你沈秋云 从来没有 哪怕一次 都没有相信我说过的话 哪怕一次 他们随口无言 你就奉回真理 我用心诉说 却被你劝我笑了 你不知道的是 我对你 更加的失望 事已至此 这个天机眼 也没必要再继续办下去 贪慕虚弱 好异物了 你们沈家 不配拥有天机术 叶先生 请一步孙家 怎么 你大闹天机宴 以邪术击伤 陆家陆公子 就想这么走了 你若想死 绝不凶 老夫身为天机府长老之一 一身倒数 早已出神入化 你或许伤得了路上 怎么可能伤得了老夫 算老夫一个 区区邪教中人 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今日 不用懂宋大师入宴 仅凭我等 就可将这个穷雄极恶之人 缉拿归案 大下律法 修炼邪术 唯有死路一条 你这个孽障 插翅难逃 阿夫要替我儿子报仇 今日 你千不该万不该 出手杀了我儿 阿夫 要将你 千刀万剐 三大天使联手 对付邪教中人 此次已无生还可能 修炼邪术 唯有死路一条 叶天 你这种歹毒的人 死不足不息 我倒想知道 你们如何对付 按律法所规 邪教之人 死刑不待 今天 就是你叶天的 推王之日 区区邪碎 也敢在老夫面前 抛头露面 今日我等 一定让你感受一下 大律政法的恐怖 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你们的死刑 叶天 你太狂狂了 这可是上金三大天使 仅需一秒 你必将跪地求饶 不知好歹的狗东西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是一个心术不正的畜生 还好 我女儿早早地离开了 你要不让 我被你给害死了 三位天使长老 这都是他罪有应得 你们不用手下留情 杨杨大夏 启荣他胡作非为 今日老夫便让他明白 斜永不胜仗 怒了 不如我们施展天机术 虽然我等 所拥有的天机术残缺 但此者在天机术之下 断然没有活路可言 天机术 斜碎可行 不能给他任何逃生的机会 好 今日我三人联手 施展天机术 叶天 在今天以前 我完全没有想到 你是和邪术沾边之人 你的下场再入格凄惨 这都是你罪有应得 天机术 就凭你这三个人 天机术 在大夏第一道数 仅凭我等三人 也只能联合施展残缺部分 谁有残缺 但也能扼杀你这邪教中人 无许多言 今日必让你 魂飞魄善 你们三人真是不自量力啊 在夜先生面前 施展天机术 翻门弄斧 儿子 这两个人是谁 楚运堂 苏乐宁 这是上京三大世家的 另外两位大小姐 行了 这情况越发复杂了 是啊 难道说 这两位大小姐 也是来给夜天成场面的吗 楚小姐 苏小姐 你二人前来天机宴 我不 也要找着夜天 没错 我们是来接夜先生回上京 旅行婚约 婚约 不可能 他夜天身为邪教中人 怎么可能与楚家亲力婚约 此事 确实有些蹊跷 这婚约之事 老夫可未曾听人说起 此事本就是我楚家的最高级 楚小姐 苏小姐 他夜天乃邪教中人 你们不能跟他扯上关系 是啊 他用邪术打伤了陆家公子 还公然羞辱我天师父 这已然引起公愤 要是三大世家再以他扯上 让开 你们当真代表三大世家 要故意搅黄着天机宴吗 你们可算来 这不是先让你出出风筒吗 苏家苏忍宁 楚家楚允堂 请夜先生回上京旅行婚约 什么 这夜天居然有三份婚约 这废物何得何呢 竟能让上京三大世家的大小姐 原来他已经有了婚约 陆从燕 你觉得 我是来这天机宴搅局的吗 难道老夫说的有错吗 看来 我上京三大世家同气连织 要与我天师父抗红到底了 误我路家 打伤我儿 更是不将天师父放在眼里 孙家 楚家 苏家 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看来 夜天不过是你们的 小狗 你们真正想对付的 就是天机府 叶先生 岂是你能侮辱的存在 两位大小姐 我虽不知这夜天用了什么障眼法 迷了你们三大世家的眼 但它确实是我沈家名副其实的气虚 夜天 难道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 你已经有了三份婚约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沈家明明明明已经养了你三年 你这个忘恩负义 三年 你又岂会知道 这三年 我为了你们沈家改 背地里付出了多少 你沈家没有写赞 就是踩上我夜天的身体 得来的 你沈家 过河差弃 却就如我忘恩负义 沈青云 你怎么会这般无耻 沈小姐 不必作严 这已经不是他夜天一个人的意思 他背后站着的是 上京三大世家 看来 上京三大世家 已经做好和我天机府 抗衡到底的打算了 你们有何资格 代表天机府 就凭老服侍天机府 天师长老 天师榜排名第二 在场的各位天师 上京三大世家 你准备将我等赶尽杀绝 不如我等此刻结盟 联手对抗 三大世家 宋大师即将到场 在我天机处的神威面前 所谓的上京三大世家 渺小不堪 没有胜算吧 去老 若是三大世家 联手铲除天师一脉 我等这毫无背景的天师 必定是被第一个踢出去的倒霉鬼啊 是啊 若是能有天机府的诱护 我等尚可 黯然无忧啊 诸位 我陆崇业 对上京三大世家的所作所为 嗤之以鼻 视为卑劣 他们 尽用如此 下作的手段 想要挤压我天师赖意生存的空间 至此 我陆崇业 将以天机府的名义 将叶天这个邪教徒逐出大下 并将请宋大师出手 运用天机术 逆转上京三大世家的契运 让他们永远跌出世家之列 我徐王妃愿追随天机府 我初广员愿意追随天机府 我赵玉斌愿意追随天机府 我俩也愿意追随天机府 我沈家愿意追随天机府 陆崇业 你好大的胆色 这难道就是宋大师啊 不非有错 这身天机道抛 只有宋大师才有资格穿 恭迎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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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大师啊 我是沈秋莹的母亲 感谢你对我们家云儿的后岸 不过我们家云儿天资过人 拥有修炼天机术的才能 才能 他沈秋莹什么时候有过才能儿子 宋大师 你这话什么意思 宋大师 我是霍丰 被一个名叫夜天之人 以邪术所伤 以我之法无法救治 还请大师出手 宋大师 请您救救我呗 邪术 我一眼就看出 此子是被天机术所伤 天机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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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啊 你们三人身为天机府长老 就敢对天机宗宗主不敬 我看你们 是自寻短见 天机宗宗主 弟子宋天都 拜见十尊 夜天是天机宗宗主 这不可能啊 连宋大师都如此恭敬 还和三大师家的大小姐有婚约 他 他 他真的是天机宗宗主 夜天 你真的是天机宗宗主 起来吧 天机术的天前 无人能打 此子命不久矣 苏大师 之前您不是说了 要受沈秋云为徒吗 还说要在天使宴上 那是因为 师尊想要帮助沈家 想要让沈家 获得与天机府并列的地位 可是这沈家 不知好歹 得势的嘴脸 让师尊生恶痛绝 沈秋云此女 不配修天机术 四大师 我们之前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误 你沈家如此待我师尊 还想让我收沈秋云为徒 而等如此厚颜无耻 卑鄙无义 若非师尊替你们沈家改运 你们又凭什么在南城立足 又何以成为南城 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若不是师尊阻拦 我定叫尔等灰飞烟灭 于世家除名 宋大师 咱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的 误会 你周玉和在想 想如何对待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 这场天机宴 不用再办 收徒仪式永久作废 沈家去运技术封锁 我要将沈家 踢出世家行列 沈秋云 今日之事 都是你咎由自取 那宋大师 你们三人 真以为我不知道方才发生的一切吗 不识天机术 无限宗主为邪教 你们啊 好大的狗胆 宋大师 我 我都不知道啊 都是他 他说 叶先生是结教中人 远龙 若不是你 我们怎么不相信叶先生 还你的该死的儿子 触犯天机术 遭天心反事 都是罪有赢得 陆总益 你别怪我俩落井下石 都怪你儿子坐得太过烦恼 够了 说再多 我们三人我今日定不轻饶 从此刻起 摘出天师府排位 天师榜永久出名 废掉经脉 剥夺天师之力 废掉经脉 剥夺天师之力 孙大师 你不能剥夺我们的天师之力啊 我花费了四十年 才到今天这一步啊 那你这四十多年都活到狗身上了 为什么会这样 真是养了个好儿子 竟敢强行沾染天机术因果 孙大师 我真的不知道啊 种弟子听令 脱下去 叶总主 叶总主 之前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求你 我可以自飞我的天师之力 我求求你 求求疯儿 你可知叶先生与沈家的因果 蕴含了上京三大世家的地命因缘债 命因缘债 陆欢峰昏迷不醒 是他活该 不知死活 叶总主 我陆家 在南城屹立这么多年 也是颇有家子 只要你肯住手救疯儿 我愿意请尽所有 我不需要你陆家任何东西 构杖人士的东西 陆欢峰死不足惜 叶总主 拖下去 是 姐 这家伙竟然真的是天机松中主 早不说晚不说 就是为了拖垮我们沈家 所以 你就是天机松中主 那位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可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骂我那么多年啊 明明你 明明你早些告诉我这些事情就 我说了 你沈丘云会相信吗 我说我是天机松中主 你们沈家 会信我 这三年 你们沈家是如何对待我的 你们信了清楚 叶天 要不是你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们不会 周渔和 你怎么会如此势力 你现在这样 让我觉得很恶心 事已至此 我与你们沈家 再无瓜葛 好似无知 不要啊 叶天 我们沈家好不容易 趴到了今天的位置 要是这样 我们沈家就完了 公送叶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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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 真是笑话 白白浪费了叶先生的三年 接下来 我楚家会好好对待叶先生的 沈小姐 你放心吧 永远无数的东西 我看这沈家离开了叶宫主 还能活成什么呀 沈家已经完蛋了 这天机宴 算了 我们也走吧 嗯 走 走 姐 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沈家的命运 不好说 我们就不应该让他走 我们完了 沈家彻底的完了 妈 你别说了 姐 那个人好像是冲着你来的 你认识他吗 我也不清楚 你们可曾见过叶天 你找叶天 那家伙刚离开这里 看来 我又来我 这位道长 你找叶天是 他假冒我天机中整 在外照摇照片 你说 该不该找他 不可能啊 天机松宋大师都尊他为师 他怎么可能是假冒的 我是秦明 天机中第八十一代传人 此次下山 便是为了作拿叶天 此人曾在天机山内 偷学残篇的天机术 后被我发现 利用顿法力去 我花费数年时间 才从事实中查到此 那叶天竟然是假冒的 妈 我们都被他给耍了 你先别说话 秦大师 我们对您所说的事情 也不太了解 您要找叶天 也跟我们没关系 可你身上有天机术的位 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家族 应该是被天机术修改过气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 才是正宗的天机中重处 这等残篇天机术 我整会不止 姐 我说了吧 这叶天就是假冒的 他这种废物 怎么可能是天机宗宗主啊 不过 你身上的天机术 有了一丝断裂的痕迹 你们几位 即将面临大戒 秦大师 这可怎么办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了 我可用大圆满的天机术 令你们不切挂项 从速英雄 秦大师 真的吗 那我们身家有的救 秦大师既然有办法 那么我们沈家 就不至于跌出世家之列 那么我也就不用担心 妈 你别这么轻易相信 沈家都快完了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你们答应我 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就可以让你们沈家 从回店铺 秦大师尽管吩咐 我们定当万死不辞 说什么呢 姐 这叶天都这么对我们了 你还要护着他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可以推断出 这叶天利用 残缺的天机术 从你们走向南城的巅峰 而又在这 让你们坠落谷底 无法翻身 对 秦大师 秦大师你说的没错 这叶天获得残缺的天机术 以他目前的实力 依然可以在这世间横行霸道 在于我面前 他还不够资格 秦大师 你真是我们沈家的恩人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你们给我 叶天的圣辰八字 秦大师 您要这圣辰八字 是准备 圣辰八字 是人一生的命运脉 只要我得到 我就可以占据主动地 而这叶天 也必将付出 他应有的代价 我 我还是不能说 女儿啊 你真是糊涂 这个臭女孩犹豫什么 姐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好不好 她有什么可留恋的 沈小姐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我 沈小姐 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我的吉时出现 你们沈家 或许早已家破人亡了 你要明白 就算你们沈家 和这叶天有过什么纠纷 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啊 女儿 秦大师说的没错 这叶天 就是想让我们死 姐 叶天如此对待我们沈家 你难道还要护着她吗 沈小姐 如果失去我的帮助 你们沈家这辈子都动不过叶天 你确定还要犹豫吗 叶天 你不要怪我 是你太过绝情 我 我可以告诉你叶天的生产八字 师尊 弟子前些时段 发现了一些 本不该出现的诡异痕迹 笼罩在大厦的天机树上 出现了一丝黑气 这些黑气非常零散 但大多数都积聚于云梦山鬼谷之事 云梦山谷谷 弟子怀疑 怕是云梦山鬼谷封印松动 鬼谷子的传人 要出事了 鬼谷传人 不光是这黑气 就在不久前 海城王家家主突然暴毙 原因不详 我也派弟子前去查看 但并未查出结果 我怀疑 也是那鬼谷传人所为 海城我公家 这王家家主 与我也算得上是默逆之交 但弟子的天机树 并未达到师尊那般高度 所以 还会被这鬼谷树破去 王家家主的惨死 非要负全部责任 鬼谷树 变化莫测 可改天换地 也算是一种奇数 只可惜修炼此处之人 根本无法抵抗其恶念的侵扰 一旦修为大成 其神志瞬间溃烂 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为何物的恶鬼 此事 确实需要重视 你派多名天机府人员 前往柠檬山 加强奉意 而后 在世俗界 寻找鬼谷子传人的下方 弟子接令 有人更改了沈家的气运 难道是 这沈家与那鬼谷传人 有了接触 你们的气运 已被我用天机处修成 王后只会更加畅生 怪不得 我现在浑身熟的 秦大师 真是太感谢了 沈小姐 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 已经做到了 夜天的生辰八字 也该给我了吧 可是 我还是 怕你会做出 让我后悔的事情 后悔 若是你现在不给 日后 我会让你更后悔 秦大师 您别生气 我女儿啊 刚从悲痛中走出来 让她缓缓 她会说的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强求 不过 我已表达了我的诚意 帮助你们沈家 补接挂项 重塑因果 往后的日子里 你必须说出 夜天的圣辰八字 不然 秦大师 我姐姐毕竟是女孩子 你再给她点时间 她一定会想明白的 是啊 是啊 秋云 不肯定 谢谢秦大师 谢谢秦大师 秦大师 要不你去我们沈家 坐坐 喝杯茶 不必 我行程很忙 上京海城 已经有几大家族 邀请我去敷衍 不如你们一起来吧 这南城毕竟是大丸之地 想要更好的发展 少不了要去大城市 结交权贵 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 师尊 若是这沈家 不知其中的厉害 沈秋云就算再不看 也不会将沈家 立于决定之中 我相信她 可是 鬼谷传人周围 会有一种独特的信息 一般思维母位之人 会察觉到一丝的恶意 弟子实在信不过这沈家 毕竟 他们也曾抛弃过师尊 此事 日后贼 你虽为时上京一堂 师尊 这是三大世家 发来的接风夜邀请函 为何如此大张起估 弟子也嘱咐过了 师尊不喜排长过大 可是这三大家族 无论如何 也要为师尊 开设着接风夜 这邀请函 我派弟子前去查看过了 沈家的产业 目前仍处于增值状态 失去了师尊天机树的庇护 还能有如此掌势 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鬼谷传人 已与沈家 有了很深的交易 师尊与鬼谷传人的交锋 重点在于 其生辰八字的推业 弟子实在信不过沈家 不如让弟子主动出击 即刻前往南城 不必 师尊 这是为何 不用特意前往沈家 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上京 沈家已经到了上京 看来 我终究还是高估了沈家的觉悟 他们应当来参加这场所谓的接风 沈门宴 师尊 这场宴会去不得 为何去不得 想必是鬼谷传人 已经串联了上京三大师家 师尊此番复宴 必定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宋天都啊 你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请师尊为弟子解惑 若他有击溃天机宗的实力 又何必借用上京三大师家 来引我出现 是啊 以鬼谷传人的心性 他断然不会匍复如此之久 必然会主动出击 还是师尊料事如神 弟子不该质疑师尊的判断 无妨 面对鬼谷传人的压力 你比我更大 乱了阵脚 倒也情有可原 师尊 那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随其自然 随其自然 既然鬼谷传人那边 不清楚我的底细 那么 暗兵不斗 才是最优解 除非 我提前掌握他的生辰八字 那弟子这就派人 不必 鬼谷历代传人 神出鬼谷 想要查清楚他们的名气 有些困难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暗兵不斗 随后 一年惊人 狄自然 我在你 我运用的要素和机会远大于他 然而这鬼谷传人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不然会被师尊的天机树死死压制 再无回天之力 说得不错 多亏师尊为弟子解惑 否则弟子还未想到师尊这般长远的脉路 师尊 这鬼谷树究竟如何 咱们还尚且未知 还望师尊 多加小心才是 贝兄 我要亲自去会一会 这所谓的鬼谷传人 如此看来 这些人我上京家主都被叶天给骗了 初老 出什么大事了 火鸡火两的叫过俩来呀 这位是 自我介绍一下 秦明 当代天机中中主 天机中中主 你开什么玩笑呢 初老 你是在戏耍我们吗 我知道 这二位家主并不相信我的说辞 但 我若拿出这 这 难道之是 这就是千年未曾现世的天机罗盘 不可能 天机罗盘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正因为我是天机中中主 这罗盘就应该在我手上 你说你是天机中中主 那叶天 他是谁 叶天 他冒充天机中中主 欺骗我上京世家这么多年 若被秦宗主的出现 我等还没在鼓里呢 不可能不可能 我们三大世家的竹岳 都被叶先生更改了 叶先生的天机署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二十年前 叶天偷学天机残本 被我发现后 愿用顿法逃离天机处 而今 我奉天机之命 下山作拿这一天 这第一场 便是上京 偷学 天机术残本 我知晓 你们一时很难相信我的说辞 但 天机罗盘就在我手 我的身份 你们还要怀疑吗 秦总统 我们上京三大世家 终究是无法参与天师之间的斗争 更是您跟夜天之间的恩怨 若是您有什么需求 我苏家 会满足你 我对付夜天 你们自然插不上手 不过 总要引蛇出洞 秦宗主的意思是 我要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 为夜天举办接风宴 地点 竟设在地豪大酒店 那我跟苏老弟也要去吗 当然 这借口本就是为夜天接风洗尘 你们身为另外两大家族 岂有不去的理解 我知道了 秦总统 苏老板 我知道你还在怀疑我 但接下来的话 我只说一遍 残缺天机术 就意味着 英国有缺 气欲无作 你们三大家族 强行让夜天更改族运 还让自己的女儿 签下地命姻缘载 这弄不好 可是要出人命 秦宗主 我明白您的意思 若是您有什么需求 我苏家 必定会顶尼行助 我孙爷也是 三位 欢迎来到地豪酒店 这里可是 楚家旗下最为升华的 七星级酒店 姐 想不到有一天 我们沈家也能如此风光 这个呀 都是因为秦大师的相助 云儿 以后 您可要好好地 抱大人家呀 知道了吗 尊敬的客人 我已经接到了通知 上京三大家族 正在宴会厅 请三位稍作等待 我知道了 您先去忙吧 等我们得到了 三大家族的相助 我一定要是这个 叶天 付出代财 对了 秦大家族 秦大师跟我说了 他说他要跟 上京三大家族 揭穿叶天的 真实身份 这个叶天 不光耍了我们 连上京三大小姐 都被他骗得 团团转 妈 我不想听到 这个名字了 好好好 妈错了 妈不说 以后啊 你也是上京的 大小姐了 什么富贵公子哥 不得抢着 跟这么求情 姐 那个人 是叶天吗 是的 这个废物 怎么在这 他妈的 在天津宴 被他压一桶 我可咽不下 这口气 妈 姐 我一定要 让叶天好看 叶天 有什么事吗 我说叶天 这地方 是你能来的吗 我为何来不得 你知不知道 这里今天 已经被上京三大家族 给包成了 包成 今天三大家族呀 叶天的 可是真正的 天骑宗宗主 这个猫 还有多远 给我死多远 猫 你别在这里 装模作样 你自己什么德性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就是天机宗宗主 何来假冒一句 叶天 假冒别人身份 很有趣吗 你骗得了我 骗得了上京世家 可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变不了真的 郑秋云 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我从未欺骗过任何人 你的那些肮脏行为 秦大师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现在对你 只有厌恶 秦大师 这秦大师呀 还是真正的天机宗宗主 而你 偷诗学义 打着天机宗的名声 在这大厦之内 招摇过世 好在 秦大师拯救了我们 现在我们沈家 就算在这上京 也有一席之地 你们当真以为 这位秦大师 是来帮助你们的 为何不是 短短几日 我们的地位 可是比以前 翻了不知道多数字 这是你这个废物 一辈子都做不到的 周玉和 你可知 表面的繁荣 不过是透支生命的奖项 等你们沈家 无力为己之事 就只剩一句空格 你少在这里危言走丁 你不过就是一个冒牌货 也敢跟秦大师相提并论 你们真的是没救 叶天 我可告诉你 有了秦大师帮我们引荐 待会我们沈家 就会面见上京三大世家 这可是连你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你就是个 冒财货 你们沈家 难道就如此无事 这无知的 他是你吧 沈大师可都告诉我了 你打着他的名号 胡作非为 招摇过世 沈大师抓到你 就是你的死期 你们真的是无恙可救 这所谓的秦大师 根本就不是天极宗旨 那你说说看 这秦大师为何能帮我们沈家 起死回生 若你真的是天极宗宗主 那你的天极术 理应无人可破才对 就是 假的呀 他永远真不无恙 骗完了 上京各大世家还嫌不够 竟然特地跑来南城 骗我沈家 叶天 你可真够畜生的 你们可知 什么叫做循序见见 你们又怎知 什么叫做急功见 你们沈家 迈下如此大的步子 只会适得其反 够了 叶天 失去你以后 沈家只会更加兴旺 而你 也会得到应久的惩罚 说得没错 那位大师 就是我们沈家的恩人 恩人 我帮助你们沈家三年 都得不到你们沈家的一句感谢 他人的不怀悔 却被你们使作天大的恩情 你们沈家 倒真是执迷 愚昧不轻 愚昧不轻的是你 叶天 你以为欺瞒就能一步登天 始终究包不住火 天机宗宗主 又岂是普通人就能充当的 你们沈家 倒真是不长记性 当初要不是我女儿求我 我怎么会让你这个废物尽呢 现在好了 我再也不用看到 你这恶心人的嘴脸 以你那时的身份 如何配得上我姐 一个只会摆地毯算命 狂妄到十万一贯 废 本来以为以你天师的身份 能够助我沈家平步青云 没想到里里外外 彻偷彻尾 根本就是个骗子 兜里没有一封钱 嘴里更是没有一句真话 让你进门 简直是我们沈家倒了血没 小子 这做人呢 要知道感恩 你在我们沈家三年 我说过你一个字吗 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用 现在好了 恩将仇报了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沈家死 我这三年的步 还不够多吗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沈家的痴相 也太看了 叶天 我们之间的离婚 没有必要闹到这个地步 当初若不是秦大师出手挽救 我都不敢相信 我们沈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这字 一旦前想 等待你们的 只有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我们沈家没了你 只会蒸蒸日上 小子 别怪我没有告诉你 秦大师那种人物 可不是你这个 为不能比得了的 你怎么就知道 我斗不过的 就凭你是冒牌户 打着别人的名义 你不觉得丢人吗 我现在想起我们那三年 我只会觉得恶心 女儿啊 不用和她动情动气的 谁会知道这个废物 这么的窝囊 姐 只要我们协助秦大师 解决了这个 欺世到民的废物 我们沈家的名声 只会更加响亮 叶天 秦大师就在地豪酒店的宴会厅 他已经面见了三大家主 如果你跟我上前 我可以让秦大师 对你从轻发落 同轻发 你们口中所谓的秦大师 他不会 好大的口气 你也不撒泼尿罩着 自己是个什么德行 姐 你劝他干什么 他越嚣张 待会求饶的时候 我才会更爽 沈小姐 有人在骚扰你们啊 来来来 万经理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问你一件事 今天这地豪酒店 是不是已经被包吵 这没错啊 沈小 我们地豪酒店 今天接待罪客 所以不对外来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 这位先生 我们今天不对外营业 如果您没有受到邀请 请你出去 你确定 要赶我走 如果您拿出邀请函 我向你道歉 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 那我只有按规章版式 王经理 你看他这个样子 像是能拿出邀请函的人吗 王经理啊 我可告诉你 这个人啊 就是个把地摊算命的骗子 他今天来订好酒店啊 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给我赶出去 我看你也不像 拿出邀请函的人 所以请你出去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进口 你确定要赶我走 你个乡妈佬 你敢威胁我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走 我让保安 搁动你的腿 王经理 我以沈家的名义担保 这个废物 你绝对拿不出邀请函 要不然 我就跪下给他磕头 沈少 你们可是除老爷的贵客啊 我当然相信你们 小子 我不管你叫啥 你有多大的背景 在我们地好酒店 你就睡条龙 也得给我盘着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老子滚出去 真是无耻 你说什么 于昕 你的承诺 沈少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是 这怎么可能啊 今天这个宴会 连人就是请了秦大师和我们 你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要钱呢 万一是假的呢 对 就是假的 好你个废物 竟然敢让假的来骗我们 沈秋云 是不是只要我拿出的东西 在你的眼 都是假的 只要我夜天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在你沈秋云的眼 都是假的 三年 你骗了我们沈家整整三年 套如心 还是死心不改 这个邀请还明明就是假的 你夜天根本就没资格参加这场宴会 谁说他没有资格 谁说他没有资格 楚总 苏小姐 您二位怎么来了 我来我自己情下的酒店有何不可 没有 当然没有问题 这事发生什么事了 有一个不知好歹的废物 硬要闯咱们地好酒店 被我给拦下来了 不知好歹的废物 我看 不知好歹的是你吧 苏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用词不大 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 但是确实是他 要硬闯咱们地好酒店 对对对 两位大小姐 之前咱们之间 确实是有一些误会 但是现在我都搞清楚了 他呀 根本就是个骗子 根本不是什么天机宗宗主 二位大小姐 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 你这种人 那有什么人格 我 楚小姐 苏小姐 我相信你们世家 已经有了许些传闻 但我刚肯定的是 这所谓的天机宗宗主 一定不是他叶天 的确 我已经接到了父亲的命令 让我远离叶天 叶天 你听到没有 楚家 但我相信 叶先生们为你 你不认识叶先生也就算了 难道 你还不认识我楚家的刚硬吗 楚小姐 我 楚小姐 是沈少他们 你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你对叶先生不尽 那这地好酒店 并容不下你 楚小姐 不要啊 楚小姐 我还要养家户口呢 我那房贷还没有还完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来人 我已经赶过一几 叶先生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错了 既然你对叶先生不尽 那便是对我楚允堂的侮辱 偷出去 废他双腿 楚总 叶先生 楚总 饶命啊 楚小姐 我们是你楚家的贵客 是你父亲邀请我们来赴宴的 你当真不给面子 我们何时 要给你沈家面子 苏小姐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执迷不误了 遵从家主决定 楚小姐 苏小姐 这家伙骗了你们那么久 现在事情败露 你们还这么维护他 我 喂 爸 现在立刻从叶天那小子身边离开 爸 你到底怎么了 你要他再敢接近他 别怪我自乐说父亲的不见成面 诶 楚小姐 是不是您父亲打的电话呀 哼哼都说了 我没说谎 怎么接了个电话 脸色就这么差了 楚小姐 该不会你父亲 叫你离开地好酒店了 楚小姐 你应该已经明白局势了 上亲三大家族 没有一支队伍站在他夜天身后 你们作为大小姐 也不应该如此维护他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既然你有邀请函 那我们宴会听见 你嚣张不了多久 你早晚会成为我沈家的阶下囚 我们是什么身份 你是个什么档子 还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吃饭 走 对不起叶先生 我实在是无忧无忌 不知为何 我们都被警告了远离夜天 就连锦萱 也被禁足在孙家 这并不奇怪 难道叶先生知道些什么 上京三大世家的家属 皆被鬼谷说 难逼你心事 鬼谷说 鬼谷说 难道是那传承今万年的鬼谷邪术 不行 我告诉我父亲 你现在过去 邱老队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可如果我不说的话 叶先生就会四面楚歌了呀 况且这夜会厅 有着我们三大家族 还有那鬼谷传人 如果叶先生一个人孤身前去 想问叶先生 好 叶先生刚才树失礼了 这小红门宴 我一个人 嗯 这叶天 他真不知道好歹 竟敢欺骗我们上京三大世家 若不是秦总组的出现 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 我已下了禁令 固扯我女儿锦萱 外出与叶天联系 今儿的鸿门呀 我且看这叶天 他敢不敢来 他如果敢来啊 我今天就让他有来无回 近日秦总组向我索要了一些物品 听闻他在地豪酒店周围设想了禁止 只要这叶天 可踏进半步 定叫他插翅难逃 小妮沈秋莹 见过各位家主 你们便是得到秦总组庇护的沈家吧 能得到秦总组的青睐 未来沈家不可限量啊 苏老 您说笑了 我们不过是南城的小家族 跟上京三大世家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沈小姐谦虚了 你有天机处的庇护 你们沈家飞黄腾达 那是指日可待啊 各位家主 日后呀 我们入住了上京 还要靠各位多多多多担待才是吗 这是道人 以后在上京 谁不给秦总组面子啊 而你们是得到秦总组庇护的沈家 必然会得到我们的优待 姐 这叶天果然是个骗子 要不然我们沈家 咋会有如此的 女儿 我们有了秦总组的庇护 来日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你们沈家 可发达不了 你这废墓还真敢过来 我为何不敢 放肆 你可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吧 区区上京三大世家人 难道 我还要卑躬屈膝吗 根本就不是千计中的宗主 为何还要上京招摇照片 招摇照片 偷学天机术残本 还设立所谓天机府 你这些举动 很难不让我怀疑 你是监视上京的一举动 你是想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吗 你们的想象力可真否则 我叶天就是天机宗宗主 我许你们爱之意 叶天 你别再装了行吗 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你不过是学了天机术的残片 根本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天机宗宗主 真正的宗主 是秦先生 沈小姐说的没错 偷师本就是大逆不道之事 况且 你偷学的是天机中的不传之术 该当何罪啊 你做的这些事情不就是想要钱 想要权 想要美色吗 骗了上京三大小姐还不满足 甚至连我姐沈家你也不放话 叶天 你是人吗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沈小姐 今日我们三大家主在此 一定还你们沈家一个公道 我以孙家家子的名义向你保证 叶天 今天根本走不出这场昏门宴 叶天 早些年你是帮助我们孙家 孙家能有今日 跟你也脱离不了干系 我已经听 秦宗主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你的天机术根本就是个禅片 而我们孙家的气运和硬果 在你极其歹毒的手段之下 变得极其合为 禅片 没错 秦宗主已经说过 换取未来的潜力 只能获得转战的繁荣 而你残缺的天机术 只能加速我们世家的灭亡 这所谓的秦宗主 装得真相 秦宗主 也是你妄议的吗 我告诉你 叶天 自从你走进这地豪大厦开始 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去 我楚红义 贵为上京三大家族之余 竟然被你这个废物欺瞒 我岂能放过你 叶天 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 让你赶在上京三大家族面前叫板 叶天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如果你现在乖乖地跪在地上 给我们磕上三个响头 我们三大家族 可以饶了你这条狗命 若是你继续强硬下去 我就只能数一下地狱 我从未骗人 跪 不跪 就死 秦宗主 您可算是来了 秦宗主 您请上座 不必了 我要和这叶天 死超人 怎么 假冒我天际中宗主的身份 是不是很潇洒啊 我本不想揭穿 你再不济 也是偷学我天际中残天道 也算是天际中的地 但你在这上京 无作非为 欺瞒百姓 我身为宗主就不能不我 交出天际树 自费经脉 我饶你不死 叶天 交出天际树 交出天际树 你这个废物 给我拿出来 交出天际树 不然让你死过葬神之地 原来如此 你的目的 就是我手里的天际树 鬼谷传人 鬼谷传人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 孙老 你不要被他三言两语迷惑 鬼谷传人 早已被我封印在云梦山 犯人没有出事的可能 妖言惑众 秦宗主 贵为天际中传人 怎么可能是鬼谷传人 你不要在这里 威言耸听 秦宗主啊 都怪我一时糊涂 被这个小畜生 蛊惑的心智 叶天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撒谎 秦宗主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难道不清楚吗 他怎么可能是鬼谷传人 莫要自负 交出天际树 我饶你不死 你既然作为天际中的宗主 为何质疑想要我身上的残片 你说什么 方氏 秦宗主 乃是天际中的传人 他哪想要一说呀 你手里的这个残片 本来就是天际中的 难道你想说你偷来的 就属于你自己了吗 我告诉你 你要我交出天际树残片 我苏家 绝不轻饶 你的残片 对我天际中有大义 继续依告 但你今天 必须要把残片交出 交出残片 让出来 你们三位 作为三大世家的家族 心如此不堪一切 这般简单的迷回水 竟会让你 如此死心塌地 叶天 你当真想死 怎么 终不下去了 秦宗主 这 怎么回事 交出天际树 不然我以天际中的名义 就决你 我倒要看看 你这鬼谷传人 是怎么使用我天际中的命法 叶天 你这废物到底干了什么 丧大家主要是出了意外 拿你一百条小命都不够呸的 我可没有动手脚 只不过 是他的迷魂术撑不住吧 叶天你还在胡说八道 秦宗主怎么可能会对三大家族 使用迷魂术 像这种下三乱的手段 只有你这个废物做得出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叶天 我已知晓你的生辰八字 今天你必死无疑 看来 是我高估你了 沈秀月 这都是你逼我的 秦宗主在我沈家危难之际出手相助 而你呢 差点害我沈家家破人亡 你说我应该帮谁 看来我这三年的帮负都帮罪了 真是 你说什么呢你 秦宗主 您快出手吧 我想看他跪地求饶的模样 你的命格为何罗之空 我知命格 天下 就凭你的鬼谷书 无用 鬼谷书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秦宗主 您不是天机宗宗主吗 怎么会被叶天这个半吊子 给弄成这样 闭嘴 厉害啊叶天 我真没想到 你的命格居然强大到诸子的地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叶天 这个姓秦的 从头到尾都在欺骗你 他并不是什么天机宗宗主 而是鬼谷传人 可能 怎么会 我不相信 倘若真如他所说 那为何身为宗主的他 会败在我的手上 叶天 叶天 别太嚣张了 我的杀手键还没装 杀手键 无论你用任何手段 今日 我必须积拿你为云梦山 云梦山 我不会再回去了 我知道这是何物 天机罗盘 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秦宗主才是假的 这天机罗盘 你是从何寿道里的 这个 都是你该知道的事情 交出 此罗盘在我手里 你的命也在我手里 女孩 这罗盘 在他手里 但是叶天 一定是假的吧 我不知道啊 叶天 你是斗无故鬼谷传人的 姐 秦明真的是鬼谷传人 我们都被他给骗了 你为什么要害沈家 闭嘴 交出天心 要 死 你这么想要 只要我钻斗这罗盘 以你的命格 绝对看不出这天机罗盘 毁千灭地的为能 我身为天机宗宗主 你想用天机罗盘 来威胁 好 我就成全你 野天 去死吧 所以呢 我可能 是 别说了 老板 可以伤及性命 是 看来你并不是深圳的鬼谷 宋天都 进来吧 宋天师 师尊 进来吧 这 这是 天机罗盘 千明 这天机罗盘 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我师父给我的 让我来上去对付你 你师父 你不是鬼谷传人 真正的鬼谷传人 在哪 既然师父让我来送死 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 师父就在 师尊 这是 他被人下咒了 不能说出下咒的人的位置 不过 我有办法 让人把他抬下去 来人 弟子在 把他拖下去 好生看管 接下 回魂 楚红义 孙高远 苏德明 叶先生 我们一定是中了秦明的迷魂术 才有如此举动啊 叶先生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你 我刚才说的 质疑你的话 全部是在迷魂术的作用之下 添费我的本意啊 住口 你们三人 乃是上京三大家主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中了这迷魂术 天机府庇护你们这么久 常年在天机树的笼罩下 更是沾染着这滔天的气韵 以你三人的体质 断然不该中这迷魂术 孙天使 我们也是有苦衷的啊 苏德明 我让你说话了吗 你们三人 定是面对迷魂术 为做抵抗 这才亲应 中了那秦明的招数 我看 你们怕早就对我师尊 对这天机府不满了吧 苏先生 我们可不敢有这种想法啊 叶先生帮我们改了族运 我们怎能忘恩负义啊 叶先生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 相不相信我自有决断 来人 把他们带下去 叶先生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都是迷魂术的主鬼 我求求 我不想再听你过多的解释 看在你们三大家族 如果有婚约的份上 我可以不再过多的追击 但是该有的惩罚 一样能够伤 谢谢一天人不杀职 谢谢一天人不杀职 快滚 快滚 知道了 师尊 这沈家该如何处置 宋大师 我们也是让人给骗了呀 给骗 你们沈家 可没有种迷魂术吧 宋大师 这个事 您不能这么论 我们也是让那个性秦的给连坑 带骗的给骗在这儿了 要不然我们沈家 我们沈家也不能是吧 周宇和 这个妇女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当日在天机宴 我师尊已经表明身份 你却三番两次地质疑他 我看你们沈家 是活到头了吧 不是 宋大师 你替我解释 一天 如果你早点收拾你们的身份 我们沈家和你 就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就是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宋铁东 你先出去 是 是 沈秋言 我很早就跟你说过 但是你们沈家 从来没有相信过 哪怕是一句话 我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给你接触 但是你们沈家虚言俯视 对名里的渴望 让我感到无比的恶心 事已至此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们沈家 配不上我这三年的付出 女婿 好女婿 这个事啊 都是误会 我们沈家 周宇和 你们沈家 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恩惠 我也不欠你们沈家任何恩情 所以不要用你那肮脏的道德 试图绑架 明明只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这个误会就 误会 你们沈家对我做出的这些事情 一个简单的误会就能概括 叶天 我姐也是被你伤透了心 才做出这些事 你就看在我们相识三年的份上 放过我们沈家吧 难道你们沈家 就不用伤透我的心 从今以后 南城不再有沈家 你们 好似为之 叶天 雨晰 妈 别喊了 我们沈家都完了 我喊喊怎么了 叶天已经不会再回头了 关于 都管妈不好 都是妈没做好 我们沈家或许还有救 你说什么 我们还有救 秦明说过 他来自青州 说不定青州 有比叶天还要厉害的天使 你说的 比叶天还要厉害的天使 难道是秦明的师父 我只有放手一搏了 妈 你跟弟弟留在南城等我 哎 雨了 妈 你说姐姐这次去青州 能挽救我们沈家吗 这我怎么能知道 面见丛主不得无力 你的师父 在 我不知道 我师父 也是怕你们天气中的人找上来 所以平时啊 都是通过连接我的契运 专售我鬼谷书 但师父 他一直都很想要天气书 所以特意安排我来上京 同三大家主 和天气楼盘 来威胁你 让你叫出天气书 可谁知 所以 你 哎 叶正主 我真的不知道 我 我 我还知道一些事情 您不能动啊 守 除了天气落盘 我师父手上 还有一件天气中的宝物 知天图 知天图 叶正主 想必您应该明白 这知天图的重要性 但是我现在 更想知道你师父的去处 不 叶正主 您不要着急 三天 就三天 三天之后 知天族 会在青州天域大厦排卖 到时候 我师父肯定会过去 拿知天图排卖 对 我师父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经常会找那些富豪 要零花钱 想必 这次也是缺钱花了 你师父并不是缺钱花了 而是想迎我去青州 迎叶正主去青州 既然他如此迫切的 想要见到我 那我便成全他 送天图 叶子在 北极 我一师要去到青州 师尊 这青州的天师 分布极为广貌 相比于上京 也是旗鼓相当啊 这鬼谷的传人 就在青州等着我 我有何理由不去呢 师尊 这鬼谷传人非同小可 此行是否需要 弟子随同前往 为师这次出行 不过去参加一场 普通的拍卖会而已 那弟子这就去准备现金 现金 为师想要的东西 现金可买不来 这传说中可以补天的知天图 一落世间三千余年 我曾想 却在这鬼谷传人手中 真是造化弄人啊 宋天栋 你随为师前去青州 即刻启程 弟子说命 至于你 废其今晚 以后做个普通人啊 谢叶宗主 哭哭大量 沈小姐 欢迎来到青州 今天要麻烦陈少了 陈少 沈小姐 你在这青州 人生地不熟的 我可得做好保护你的责任啊 我现在只能依靠陈少了 陈少 我们还是先进去呢 好 请 没想到区区一个南城也有如此美丽 看来今晚有得玩呢 好 我才知道 叶天 怎么 你们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那我就带你认识 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哎 别急呀 在这青州 还从来没有人敢拦我 叶天 好巧啊 叶天 你们果然还是认识 怎么沈小姐 这个 是你前男友 她说是我行妻 前妻呀 那你们 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自我介绍 陈氏集团总裁 陈修杰 没兴趣 好 很好 要不我们还是 叶天兄弟 敢问最近 在哪高就啊 目前还没有工作 我说呢 沈小姐 怎么就跟你离婚了 你是个有手好闲的 废物 我呢 说起来怕你自卑 我陈修杰 是青州最有钱的公子客 我父亲陈建峰 更是最有钱的首富 你要是见到 给我离远一点 一身穷酸味 真是恶心 你的这些虚名 在我 毫无见 你说什么 叶天 能不能不要再出现到我身边了 沈小姐 怎么 这家伙是个跟踪狂啊 我劝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笑 在这青州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 你叶天算个什么东西 你难道就不懂 天外有听这个道理 我不管你是谁从哪来 这青州是老子的地方 你市龙就得给我盘着 你市虎就得给我问 叶天你听到没有 你赶紧离开这 不想看到你了 我来这里参加拍卖会 我也会 等等 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参加拍卖会 就你 别我说 叶天 你这废物 见过拍卖会 你以为这拍卖会 都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 这天狱大厦所举办的拍卖会 没有身价十个亿 连光看的资格 你这废物居然敢说 自己是来参加拍卖会 身价十亿 谁说 就是十亿 是你几十万倍 都到不了的门槛了 叶天 你怎么会来参加这场拍卖会 快回去 以后不要再跟着我 沈秋云 你真是不信又不知啊 我叶天何时跟踪过你 叶天 你在上京好好的 为什么会来青州参加这场拍卖会 先不说你有没有十亿资产作为门槛 你连理由都没有 我叶天去任何地方 不需要经过你的腾 叶天 你就不要找借口吧 凭你的实力 是不可能进入这拍卖会的 你要是识相点的话呢 赶紧给我出去 否则 我就叫天狱大厦的保安 打掉你这条狗腿 叶天 这上京和南城 我是不会回去 我也不想再看到你 以后陈少 就是我沈家的合作伙伴 我求求你 不要再把我沈家的前途搅黄了 我本来想无视你们 但总有傻子 让我觉得不可理议 你敢骂 你跟废物群鬼 你敢骂 陈少 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走 走 我陈修杰 就没有隔夜的仇 我现在就要把你这个废物给打残了 陈少一天 怎么 不管他是谁了 我今天一定要让他明白 得罪我陈修杰是什么下去 喂 现在立刻 给我叫几个保安过来 快 你个废物 我等着啊 老子今天一定要让你趴着出去 陈少 还什么事 就是他 妈的感冒 看见这条腿 把断了 我知道 陈少 小子 你得罪了陈少 又等着哭吧 等等 我改变主意了 废物 现在给我跪下 你们决心让开 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 苛仇认错 陈少 这一天他 总之我们别理他 怎么 难不成这一天 有什么特殊身份呢 沈小姐 我告诉你 只要在这大厦境内 就没有陈修杰不敢惹的人 我不管他有什么冲天的背景 老子也敢站在他的头上拉屎 此话等着 当着 千真万确地站 叶田 既然你说你是来参加拍卖会 我就姑且 算你有点本子 有点资格 但是站在我陈修杰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我父亲不光是首富 他还认识整个大厦境内 最顶级的天使 而这位天师 就连上京天师府他都被放在眼里 有 他真的有这么力 当然 我们陈家 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内 成为青州的省父 全靠这位天师的帮着 所以 我不管你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在我陈修杰面前 只能屈服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陈少 一天的身份 若是陈少知道了 不敢跟陈家合作的话 现在给我跪 我若是不跪 叶天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要是生气了 可是会死人的 叶天 你最好给我想清楚 叶天快走吧 我为何要走 他可走不了 你今天若是不给我跪下 我就让你在整个大厦境内 为你的容身之所 你们陈家 好大的口气 我就是这么大的口气 这就是钱 跟权带给我的体系 既然你今天不给我跪是吧 好 那我就不妨动点手段 你们俩 把他按在我面前跪下 抓住他的头发 给老子磕头 滚 你说什么神法 你信不信 现在就了 你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 我爸可是陈建峰 你不能动我 报是天王老子都没有 叶天 你走吧 瞧瞧 就连你前妻 都护在我的面前 你身为一个男人 你还真是丢脸呢 陈秀云 你让开 我不会让开 陈少是我审在最重要的客人 叶天 福气吗 你前妻现在可是我的俘虏 叶天 你不能动他 叶天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身为一个男人的魅力 是你这辈子都无法得到的 既然 沈小姐这么维护我 好 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 放过你这个贤夫 但是 你给我记住 以后不管走到哪 看到我陈秀杰 必须绕到他 不动 见你去 找你去 神尚 我们别理他 我们走 邱云 你不感觉到恶心吗 不是你还没完呢是吧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沈家 所以我不会感到恶心 沈秀云 现在的 真的毫无底线可以 我就算再没底线 也比待在沈家坐以待毙强 沈家要是负面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那是因为你们沈家咎由自取 与我何干 是 是我沈家咎由自取 所以在我奋力反抗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扰我 沈秀云 那是因为你身边的一个畜生 不知好歹 你敢骂我是畜生 叶先生说你是畜生 你就必须是畜生 叶先生 你怎么干嘛 是宋大师让我们几个 来给叶先生摇旗呐喊 这个宋天堂 孙小姐 您怎么来了 鬼猫 这种地方 难道只有你沈家才有资格进吗 孙小姐 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呢 原来是 仗经孙家的大小姐 嘿嘿 零小姐 今儿 真漂亮 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孙小姐 年轻人 不要这么气势 不要这么撑 这里可不是上京 而是我陈修杰的地方 不知死活 哎呦 还真是厉害 你就喜欢你这个厉害 陈修杰 我们走 叶先生 陈家太不知好歹 是否要出手整治他们 没有 我是来青州参加贩卖会的 没必要 搞这么大诊仗 走吧 我们也上去 好 陈少 好久不见了 陈少 今天真是厌苦不浅 那人好生幸福 陈少 您身边的这位是 你好 我来自南城沈家 沈秋云 有了 沈小姐 是我今日的女伴 沈小姐能得到陈少的情难 那可是你们沈家的福气啊 你可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多谢这位前辈 我孟伟卓是青州孟家家主 虽比不上陈少 但在青州也算得上是一把手之力 日后沈小姐多遇到什么难处 大可来青州孟家来找我 谢谢孟总 孟总 你可能听闻这次拍卖会 出现了一件不得了的宝贝啊 刘老的意思是 孟总 刘老说的的确 此次拍卖会上将展出一件 足以惊动整个大厦 以及这个 愿听其想 这件质堡出自一位高人手里 而这位高人 就是我父亲背后的那个大师 这位大师委托我父亲 将这件质堡 放在今日展度 可谓是 有缘者得知啊 陈老身后的世民高人 这可不得了啊 陈少 这件质堡 我可是要插身一脚咯 孟总 可别忽略老夫啊 我对这件质堡 同样感兴趣 拍卖会嘛 拍的就是这种氛围 这质堡 我势在必得 叶天 这个废 这位小友 你口气可真狂啊 敢问小友 尊信大 叶天 一夜遮天的叶天 你这小辈还真是狂妄 叶天 你还真敢来啊 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青州所有的全是贵族 你今天要是敢在这里惹事生非 我保证让你看不见明天的菜啊 放肆 叶先生也是你们能随意侮辱的 这个女孩的家家的 这里可不是你来的地方 老夫劝你们 赶紧下去吧 叶天是吧 我可警告你 这次败卖会 可是青州万州中 你们若是惹出了什么麻烦 可是一辈子都挤不清的屋顶 现在给神少道歉 我不会追加你们的罪子 叶天 你能不能不要再闹 你闹的是你们 孙小姐 你 沈小姐可是陈家的贵客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对沈小姐大呼小叫 资格 今晚沈小姐是陈少的女伴 在得罪沈小姐之前呢 你爹来爹来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们青州众人实在是放肆 你说什么 你口气不小啊 你报上名来 让我们见识一下 孙家孙景萱 有何指教 什么 你是孙家的大小姐 刘老 无妨 就算是孙家来此 我们青州的权势依然不惧 孙小姐 纵是你的身份尊贵 但你可别忘了 这里不是上京 而是青州 你人生地不熟 还是收敛一下 你大小姐的脾气 不然 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东西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一下你 毕竟 我现在早已经没有了正常好性之心 不会给你们一般记性 若你们不知好歹惹怒了陈少 可陈少的父亲 绝不会放过你们 陈老的身后 有一位绝顶的天师 老夫猜测 就上京天际府的宋天都 也不是这位绝顶天师的对手 孙小姐 听见了吗 我们陈家在青州的就这么大的事 你们孙小姐在我们陈家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陈少说的不错 你们作为上京的来客 自然知晓不化中的含义 让宋天都都能甘拜下风的决顶天师 其实力也叮当恐怖无比 所以你们还是赶紧乖乖的道歉 乖乖的拐出去 自为学 你说什么 你个废 也不是好歹 我作为青州最有换权的人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在这个时候逞强 可不是好的选择 叶先生可没有逞 你们口中的绝顶天师 在叶先生眼里不止一提 孙小姐 你这口气可真不小 你们上京能拿得出手的天师 不就是宋天都了 就凭着叶天 哪有资格跟我们陈家相提病 孙小姐 你今天若是来搅局的话 还是选一个能镇得住场面的 就你旁边这个废物 除了卖手之外 好丢妆 陈少 你那父亲陈建峰即将入城 不如 我先让人把这两个废物赶出去 陈少姐 你怎么干 若是看那个叶天不顺眼的话 我马上就安排人把风都赶出去 不用了 陈少 让叶天看看我们陈少的实力 你好让他心服口服 沈小姐说得不错 孟总 你二位就先行入座 我要让这两位上京来的客人 好好看看我们青州的实力 叶天 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 什么才是青州首富的儿子 区区青州而已 就算是首富 来了我上京也算不得什么大声 你 咱们走着瞧 陈少 别着急 好戏还在后 孟总说得不错 我们之间的好戏 还在后 各位 拍卖会马上开始 不过本次拍卖会的规则略有不同 希望各位贵宾见谅 有什么不同呢 只要有钱老子什么都能拍 周深 开始吧 好 各位 这就是本场的第一剑拍屏 是由一支考古团队所发现 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这 就是大厦第一宝剑 周五剑 周五剑 难道是五千年前 与将军所有的配件 此物不得了啊 不会有错 看宝剑的橙色 和剑鞘隐隐发出的杀气 这就是咒语剑 路上 这剑你想要吗 讲不讲 是一回事 但拍不拍 就是另一回事 五千万 陈少 本次拍卖会不以现金进行交易 改成以物换物 以物换物 那到底是怎么个以物换物法 周五剑的主人 此刻正在幕后观看这场竞拍 只要现场 有人能拿出与之相同的宝物交换 就可竞拍 哦 原来如此啊 不是你们这什么破规矩 我不管 老子今天就是要出钱 不然的话 陈少 请您冷静一点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本次拍卖会的规则有所不同 您接受不了 大可以离开 不是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啊 陈少 这拍卖会背后也有大势力 依我看 你还是好好参与拍卖吧 陈少 请坐 装什么装 还不要钱 我家中有一宝物 乃是大洲王朝 周五帝曾经用过的夜明珠 不知这位朋友是否满意 孟先生 这位先生表示 您的夜明珠尚且珍贵 但与咒语剑相比 还是差一些 好吧 那真是太遗憾了 但是想必这全场 也没有人能拿出 比我这颗月明珠 更宝贵的珍宝了吧 谁说没有 告诉这帮剑的主任 我愿用山河洛书 来换取此剑 我愿用山河洛书 来换取此剑 所以你这废物 知道什么叫山河洛书吗 如此珍贵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就能拿到 你怎么就知道 我拿不出来 你 小的 你可知道山河洛书 是为何物吗 山河洛书 是大厦排名前几位的珍宝 具有镇山填河的尾力 无数次拯救了大厦的百姓 其地位啊 可这把咒语剑不擦上下 甚至隐隐略高一场 你说此物在你的手里头 老夫断然不死 这拍卖会 可不是小孩过家的 你以山河洛书 来换取这个宝物 届时你拿不出这个宝物 休怪我不客气 这位先生 您确定用山河洛书 来拍周语剑吗 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 本场拍卖会 是由大厦各方势力 共同举办 万一您拿不出山河洛书 恐怕 我再说一遍 这把剑我要 好 这位先生 出嫁山河洛书 还有人加价吗 还山河洛书呢 我看你到时候早拿过来 不治死活 你还是太年轻了 那么 恭喜这位先生 派得周语剑 不过 按照拍卖会的规则 您需要现场拿出山河洛书 进行交易 等等 这位小友 拿出山河洛书吧 王老 叶先生的山河洛书还在路上 请王老稍等便客 还在路上 叶天 你这废物还真是装腔作势呢 王老 你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个小畜生 你敢气耍老夫 王老 叶先生说话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请王老稍等便客 什么王老 你也配直呼老夫敏慧 你不过是孙家一个大小姐 也敢再往夫面前装腔作势 王焕之 注意你的言辞 孙小姐 虽然你上京孙家史大 利涯我们在场所有的世界 那毕竟是你父亲孙老的面子大 就你一个女娃子 资历还不够 你 既然你拿不出山河洛书 那就弄死吧 你想要我的命 叶天 王老 这青州排名前三的天师 弄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天师 不错 我就是这青州城 威名鼎鼎的 顶级天师 你小子也敢冲撞我 只有死路一条 这里没有人 能够取走我的命 只好歹 那就给老婆去死 住手 住手 楚小姐 她怎么会来 楚小姐 难道是上京楚家的大小姐 上京楚家 这可是与孙家齐鸣的 上京三大世家之一 这位大小姐 怎么会来青州参加拍卖会呢 楚小姐 你也受到此次拍卖会的邀请了 邀请 我不过是跟随一位先生来此吧 先生 楚小姐 哪位先生 王幻之 您想要的山河洛书 在我这里 以楚家的实力 拥有着山河洛书 也不足为奇 既然楚小姐拥有着山河洛书 那我便将这咒语剑交给楚小姐 楚小姐 您有所不知 这位叫叶天的狂妄之谱 企图用着山河洛书 交换这把咒语剑 这算盘打得可真够响啊 山河洛书剑是楚家的质宝 我看 这废物就在这搅局的 真是武师 这把剑不属于我 楚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楚家楚运堂 见过你先生 不是 楚小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陈少 楚小姐她 本小姐有没有认错人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不是 你说什么 楚小姐 您虽为上京楚家之人 身份尊贵 但陈少好歹也是青州首富 陈建峰的儿子 您这样说话 恐怕欠托了 孟总说得不错 楚小姐目中无人 真骂我们青州好欺负吗 楚小姐 我可以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若是你们青州 都是这种无知之辈 我们又何须尊重 你们二位 就为了这么一个狂妄之徒 要与我们作对 好走 把山河洛书给他 王焕之 这便是山河洛书 你想要吗 楚小姐 老夫正需此顾 我可以给你 但你侮辱一些水仪师 必须道歉 上向他道歉 老夫 一声鼓高 让我给这个小子道歉 门儿都没 一声鼓高 你老迈 说什么 你既然不想要这山河洛书 那就别要了 但我既然拍下你这把咒劲 剑 人走 我可以饶你 剑 人走 我可以饶你 我说 叶天 你知不知道王老是谁 他可是我们青州 有头有脸的天师 就凭你 怎么可能斗责过王老 真是不知死活 王老看在楚家和孙家的份上 帮你一条生路 你竟然还如此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 我看得寸进尺的人是你们才对 孙小姐 这里是青州 不是你们上级 请注意你的言辞 这场拍卖会 汇叙了我们青州所有的权贿 你胆敢如此的放肆 叶天 是得罪有福在前 这山河洛书 他今天一定得到上 而这把咒语剑 也断然不会给你 怎么 你想抢走这个山河洛书 不 楚小姐 奉劝你识相点 趁早把山河洛书勾交出来 不可能 好 陈尚 你快往我住手啊 沈小姐 我知道你对叶天 多少还是有点情谊 不过你放心 王老自有分寸 最起码 这个叶天不会死 不是的 是王老他会死的 你说什么 不可能 我们王老可是青州 有头有脸的天使 王老 王老 你 你到底是谁 不可能 王老怎么可能会放在你的手里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不是想抢走我的山河洛书吗 我 哪儿想用道具 来摧毁我的命 夏天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五明夜天 一夜九天的 夜天 以后 便是此件的 你可以滚了 夜天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 你小子 别装模作样 你若是什么大人物 我们为什么不让你的名讳呢 诸位 我们可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说到底 他不就是上京 派到我们青州胡作非为的借口 陈小姐 你进度叶先生不进 陈少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算 不可能 在这儿青州 还从来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不给我陈家的面子 今日你夜天 必须给我陈家一个说法 是你陈修杰不进在先 反而要让夜先生 给你陈家一个说法 真是挺不知识 谁说我陈家挺不知识 陈大使 爸 你可终于来了 阿姐 有父亲跟陈大使在 没人欺负得了你 陈大使 夜天 我告诉你 你今天绝对完蛋了 我们陈大使 可不是王老那样 天师就可以相提并神的 对付你 只要陈大使切牙指一算 你就会当场毙命 这么厉害呢 夜天 只要你今天向我认错 我就考虑让钱大使放你嘛 不过 你得跪下 低头向忍错 我若是不跪 无知 我陈建峰就站在你面前 你还如此的嚣张 陈总 此人不过是 漂亮小丑罢了 我们先坐吧 现在帅 您先请 夜先生 拍卖会还没有结束 不用着急 陈总 接下来要拍卖的物品 便是我委托陈家 帮忙计拍的物品 哦 那我可来了兴致 各位 拍卖会继续 接下来这件拍品 是由前元大使计拍 名为 知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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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使 难道您 拿到了知天图 当然 既然陈大使如此舍得 那这个物件 我陈建峰 必拿出陈家的诚意 知天图 对我陈家有大用 我以古华山天脉其实 外加现金三千亿 拍得此物 古华山的天脉其实 已经价值无量了 由外加三千亿元现金 看来 此物与我孟家 没有缘了 陈大使所必拍的 都是我们所能染指的真品 各位 还有加价的吗 这位先生 请说出你的价吗 就凭他 怎么可能争得过我爸 分不清局势的费 放下牌子吧 出不过陈老的价格 举了牌又不说话 是几个意思 我劝你出的价格 最好是比我高 否则 我今天把你的命 留在这儿 这知天图 本就属于我 我何须出家 不是叶天 您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这天之图 明明是钱大使 即拍的智宝 跟你有什么关系 真是不知此货 钱大使乃青州第一天使 岂是你能稀少 这位先生 拍卖会 岂有不出价码的道理 您要是再无理取闹 请出去 千亿 你可 认识 这位先生 我们认识吗 你当然不认识叶先生 但你一定认识秦明 秦明 秦明 难道 难道钱大师 就是秦明的师父 不是叶天 钱大师怎么可能认识 你这个废话 你少在这里大言不惭了 认不认识 这所谓的钱大师 心里清楚 看来 老夫还是被你们认识的 秦大师 你跟他们认识 直到如今 你们陈家已经没用了 也应该为老夫 燃烧最后一次的价值 秦大师这话什么意思 我扶持你们陈家 就是为了今天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这 这 你到底干了什么 陈家如军的气运 已然 参生到了顶峰 再加上 知天独的相助 我只需要 盗取青州 气运 加持一身 老夫 就将成为 大厦 最强天使 而你夜天 天机中宗主 将也不会是 老夫的对手 所以呢 你什么意思 我说过 这知天图 本就是我天机宗旨 宋天都听令 你此在 把他押回云木山 封印 把他押下去 宋天都 你是上进天机府的辅祖 宋天都 我宋天都在此宣布 青州 活离天机府庇护 为期十年 你们好自为之 没有天机府的庇护 我们青州完蛋了 不然 你怎么可能是天机中的宗主 我不赢 叶天 这笔老子弄死你 你老叫一遍 宋天 是不是疯了啊 你让他 滚 嗯 我 滚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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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订阅 人行废物 人本王的一招都接不住 先听 四敬为你封王称霸 纵龙引化 自知自问待 你为何要批准 四敬作对 本王 要的是万人之少 要的是四敬之内唯我左右 要的是尔等的扶手成魂 命死 离开皇王四大 尤尔 我今日让你永久 是 尔赶 参见龙尊战神 参见龙尊战神 是 万物四敬 杀无赦 多谢战神出手相助 我等想为战神接风洗尘 还望战神赏脸 不必 四敬之外者计划联合对付四敬之 我以用隐退之计 让他们自行退色 今日乃最后一战 三年之内 我将退隐报恩 不必再寻 结婚了 这不真是 你必须不要了 我结婚了 让他 结婚了 你到底是结婚了 你又失聪出了 哎呦美女 我说 就别在他身上下工作了 这就是那个 在我们江城 著名的 不加废物贵地 过的连续 什么 什么 你说他是那个入坠道木家 连狗都不如都没有坠血 没错 我本来他已经是个有钱人了 没想到 是个出坠不不如的拉姐 真是一口情酸味 恶心死了 那赶紧滚 真不愧气 差姐 明明是你自己先贴到我身上的 再说 知道我不是什么有钱人 就可以这样随便侮辱 自己都活的难道垃圾的骨 还负负你一点 谢谢 哎 你跟我说说 你那尊严 二百 错了 我跟兴严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有钱就可以高人瘾 践踏别人尊严 生气了 想打我 哎 我跟兴严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张绍呢 张绍呢 是江州张家 他的叔叔可是在远瞒几个人 张绍 是 听见了吗 林涵 你就试试过街老鼠 人人都想打 所以 赶紧离开了兴严 你当我兴严的造好旋律 不可能 你当我兴严的造好旋律 这是沐家一废物坠去 林涵 林涵 没什么 谁能对这人 太宁严了 我这就让火安把他赶走 火安 没 大人 真能见到你了 你可能认错人了 是真的认错人了 我真的也就只是一个 沐家的坠去 难道三年七一 当你战胜之后 不是 演化了 真是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 英废物坠去 这可 是 莫 什么 莫言揭秀成校通常期 参加同学聚会 好 我马上等 快 林先生备车 送林先生走 总督大人 本特使此次巡回四敬 乃是受商界 人帅 四敬皇室等势力有托 将来寻找林先生的身中 希望圆总督通力 通力的 制裁断国四敬 是 特使大人 那 这就是四敬元帅 封塔维斯 皇室公主 许摩秋家 巡手四将 脱江万里的龙峻战神 创办了商业龙头 越坑进了 更是帝都四大世家 林家的敌将生 林先生 一退三年 主 什么战神 什么林家 您这 能说什么呢 龙一之辈 以后去杀死猫 多虽 相信你们之神 远韩集团创始人 四敬商会 藏着李士林先生 于江州现身 四敬商会 直属助理团 立刻前往江州 听货调遣 巡手四敬 拓途万里的龙尊战神 出现在江州 四敬精英作战队平民 立刻登机 前往江州 供应龙尊战神 哟 咱们江南的校花 终于来了 你这么慢 不过是停车来的吧 对 还真是呀 哎呀 你看我这记性 沐家急需自进走转 到处借贷 忙的是焦头烂额 没车嘛 也很正常 星妍啊 你看 非要让林涵那个飞舞入坠 这坠续三年 一事无成 连一家忙都帮不上 好了 我多两个 星妍 好久不见 你还是那么漂亮 陈少 听说你继承家里的家长 现在身家至少十几亿呢 就是比你那个穷光蛋老公啊 强盛那么一点 哎呦 这哪是一点啊 林涵那个飞舞啊 那给陈少提醒了资格的呢 是啊 陈少如今可是陈家家主 风流提讨年少多金 哪一点比林涵那个坠续抢呀 哎 你今天要是把陈少混高兴了呀 说我给你陈少 会送你一辆宝马七夕呢 估计是这辆十几亿吧 是 我老婆娘挺喜欢 我给她买乌乌 好大的口气 你谁啊 呦 这不就是那个废物坠续林涵吗 你刚刚说 要给星年买十两宝马兴兴兴 你知道十两多少钱 他就是个废物坠续 每个轮车都买了 怎么有脸 说你 林涵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三年前 我为了把自己的迷恋 引退入这一家 这信念保守外界别一样的光光 如今三年之间 谢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让你成为四敬 最幸福的人 那你说 你怎么能让我幸福呢 你不就是缺少资金吗 现在 不论是千亿 哪怕是万亿 我都会给你 哎呀 这现在 吃软饭的 都这么能吹牛了吧啊 你能不能不要吹牛呀 要不是当年爷爷 非逼着我嫁给你 你根本就高攀不上我沐星年 所以说呀 你总应该揣了这种垃圾 那个谁 知道这里边有多少钱 两百万 只要你啊 让你老婆给我睡一觉 这两百万 听见没有啊 你个没钱没事的垃圾 睡一觉 就二百万 还不快跪下 把你老婆双手碰上 啊 这钱 真的能给我吗 当然 这两百万 这两百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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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疯了 远航集团发行的银行卡 每一张都有特殊的编码 而且不可补办 你怎么把他搞坏了 请你吃吃罚酒 钱我竟给你 今天 我就要当着你的面 你 你修天都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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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陈少如今可是陈家的家主 只不游战书的舒适一地残 你建帮没陈少动手 你惹上大事 唐哥是治安官 我姑父是总姑父三八室 我陈家是江州第一世家 他敢打我 我 不不 公司是所有人 打了我还想走 今天 我就把你陈家 哎 陈永迦也别想好客 陈少陈 陈少对不起 我带了沐家向你道歉 你可千万不要清凉沐家呀 双心 你买个回 放开 我们沐家怎么招惹你了 你要这么坑坑的沐家 得罪了陈少 在江中 我们就没有容身之地了 你相信我 他买个回 好 现在就给我唐哥打电话 把你们都抓起来 你是要毁了沐家吗 我告诉你 现在赶紧下跪 向沉上道歉 打得好 像这种不实好歹 牧中无人的坠绪 就应该狠狠地打 让他长长记性 这打他几个耳光 让他认清自己的定位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向沉上道歉 我在四镜之内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 跟让我跪下道歉 林涵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真想找死啊 沐家出你这么个废物 活该遭死你 林涵 自从你入住我们沐家 白吃白喝就算了 不仅一事无成 如今你给我惹了这么大的祸害 你对得及我吗 你今天 必须向沉上下国道歉 我不会 那我们就离婚 你就因为这个烂男跟我离婚 你有什么资格说沉上 他家设好 有权有地位 你有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 我配不上你 你知不知道 那些权势金钱地位 我冲冲看不上 就他 连下回给我道歉都不配 够了 狂妄自大 好高无远 满嘴黄话 我当初是看上你什么了 原来就是这么看我的 是 我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离婚 对你我来说 都是更好选择 拆讨啊 这种烂人啊 就不配活着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乖乖过下给陈少道歉 不然你的美娇妻啊 就要和你离婚了 等这个费用跟你离婚 钱 多少 陈少 只要您能帮助我们墓家都过难关 好 我同意 同意 那就赶快跪下道歉啊 我不是同意 不是给我跪下 难道你是打算趴下给我舔鞋吗 也可以啊 不愧是沐星岩的舔狗 你愿趴下舔鞋 也不肯跪下道歉 我同意 跟你离婚 我没听错吧 离家里 我早就跟你过不下去了 为了儿时的一句戏言 我在沐家忍气吞声坚持了三年 换来却是亲自的攻击 爸 三年之期将至 我也该放下日情仗 希望你不要因为今天的所多所为了跟他后悔 站住 我让你走 得罪了我陈孝天 有你好 林涵 既然你要和沐星岩临风 那么沐家继续这个身份啊 你也就没有 你一见平民 在我们跟前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你 我陈家 乃至江州第一时间 就连江州总督建设江州 都要看我们的脸色 我堂哥 更是蝉联江州自由格斗大赛的冠军 你一个废物赘婿 自由格斗大赛冠军陈孝雄 竟然是陈孝的堂哥 陈孝雄曾经可知随过龙尊战神 讨伐四星之外的强 没想到退休之后 在江州担任了治安官 陈孝的姑父掌握了江州的财政大权 而陈孝的堂哥 是江州的武力巅峰 这难道不是尊重第一世家的比喻吗 你说的是真的 林先生最新的身份 被人以下反射 你立刻率领前卫军 敢对林先生不敬仗 就地大桌 是 人家存入十亿资金 用于林先生的日常费用 将这位资金 存入林先生的账户 你现在乖乖的给我跪下认错 看在欣然的面子上 我可以饶你一条 陈少 您不用看我的面子 我们结婚三年 一根手指都没有呢 三年连手都没摸过 哈哈 哎呀 林涵 你别不是不行吧 居然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资金的事 我可以 真的吗 陈少要是真的能帮我们沐家度过难关 我 什么都愿意的 沐欣燕 你真让我恶心 要什么资格说我啊 我们已经毫无关系了 再说了 要不是你入坠穆家三年以来 什么都没有做 我一个弱女子 何必出来抛头露面寻求自尖 像这种啊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想服的废物 如今竟然还在后视脸皮 来指责沐欣燕 嘿 来来来浪费这么多粮食 就她是胃狗 狗啊会对主人有胃管 行了 你现在呢 乖乖的给我当条狗 我薪水快去放你一条生龙 再赏给你两百万 怎么样 怎么样啊 乖乖跪下来 认主人 我告诉你 我是你们根本惹回气的所谓 好大的口气 你又是谁呀 小子 听好了 我叫陈肖雄 江州治安官 你 被带死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也被带死我 好大口气 还不束手揪钱 否则 进了江星监狱 我让你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如果你想让你们家做过程 让江星监狱一为平均 那你大可 是 进者公司吃法酒是吧 今天 我就打断你的四肢 我看谁还能来救你 那我来 狗狗追责 总督卫队 放你前来 听后林先生调醒 什么总督卫队 听都没听过 林涵 这不会是你请的演员吧 你别说 这一声啊 还挺像这么回事 我不管你们是谁 我是江州治安官 我正在抓捕犯人 谁若敢阻拦 一同问罪 放死 你区区和治安官 你敢嚣张跋扈 睁开你的狗影的态度 总督直属卫队 立属于帝路近卫 谁若敢阻拦 先斩后奏 做戏他们还挺全套 假正都办了 林涵 你在哪找的这帮演员啊 真专业 颜队长 饶命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哥 你干什么呢 你不会真相见 你不会造了死 你敢至于颜队长 赶紧给我跪下热粗 林涵 你耍了什么巴戏 这些人都是你在哪请的 大膽 你可是林先生 可是护国 林队长 我们出去看看 是 这些人 顾晨这么二十个耳光 麻烦您兄弟们看着 是林先生 不行 明天明天进去 哎 停了 现在怎么办 什么走啊 顾晨二十个耳光 我怎么没听见 好了好了陈上 你都走远了 啊 我滚开 林涵今天修复给我 顾家所有的资金 人家不会掏衣粉 我跟林涵 你真的要跟林涵 结婚了 当然了 我跟林涵啊 结婚三年 都没让他碰过我一根手指头 我的心里想的全都是你 可是人家毕竟紧过慌 会想救我吧 当然不会 等你十一号 你生日的时候 我一定给你一个盛大的胜利 到时候 我也肯定跟你交换了 可是 沐家现在危机重重 我哪有心的举办婚业啊 没关系 我跟远涵集团的合同 已经重复参照了 等到我真的拿到了远涵集团的合同 到时候 一定帮沐家东西 太好了 谢谢你亲爱的 林先生 您是否前往地度旅职 这领三年之期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就差点了 林先生 沐家如此不开眼 不许您亲自动手 让弟兄们走 保证沐家 从沐家 沐姓妍对我有敬意的 我只见你反应了 谢谢你 我以后 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 怎么报答 我怕说我会非人合计 到时候请你回家 让你成为四季之内 最幸福的女人 我可是沐家前进 你又不成功 我岂不是要是 你本身 十五年 十五年之后 我一定会 光光处你沐家 大灯 多么幸福又善良的人 怎么变成这样 爸 送我回去 我在沐家里的东西 是 沐叔叔 这次你们沐家 出现了资金问题 你跟我爸是治教 我爸特意让我送出 来帮助沐家 多谢多谢 扫子你一惺惺 就能帮助大大哥 不信我刀的那个罪婿 整天游说好歉 无所事事 沐叔叔过奖了 哎哟 爸 前夫他也没你说的 那么不堪啊 家里的家用电器 全部是他修好的 他又生肢病如失果 他更是救了咱们的命啊 我和赵公司交谈 没问题 下注吧 没事 牧叔叔 我和我爸 对沐乃都十分的放心 我回去便选个阳晨 其日 及时 少了三千 股股价 闭嘴 这很久了 王婿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对我埋怨的 那牧叔叔 我先告辞了 哎 我送你 牧叔叔 请留步 赵公司的车不出来 如果牧叔叔喜欢的话 我不介意在晚晚的片里 加一份 人呐多不好意思的 好啊 是 没接快 这 这 这 不是帝都敬畏大人 江 这 还不知是哪个 怎么朝着我们家来的 早公子 这是你朋友的车吗 应该是我在帝都 结识的那些公子哥 才江州做客了 早公子 真是人脉中间 总交朋友 不像我那个废戏 整天有手炮鞋 赖人牧家 百吃百喝 哎 我牧家 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造了这么一个罪欺 孽家一套 你也认识下车 林凡 是你 辛苦了 乐阳注意安 丁先生客气了 您可是我们所有的偶像 如果有差遣 尽管吩咐 林凡 你怎么能做成这种欺负 他们什么人 网友 战友 哈哈 原来是一群保安和司机 怪不得能开成这种 有价无事 是不是 开着哪个大人物的 随便呢 小声 小声一点 我刚才逼我炸着赵人虫 我不同意 然后他现在生气了 我连你不消气 不是 你又谈你 莫婉是莫兄的私生女 在目前算是出于你而不然啊 你 我让你躲在这里 叫你给我顶嘴 看我今天怎么伤心 看我今天怎么伤心 收拾你 有我在 你心想碰我 狗银的东西 你敢管我 你看看人家造物 增加数亿 莫嫁过去 又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再看看你这个废货 都是掏出几千万钱 你信不信 我用兴盐 给你离婚 我已经在纪念旅行 好啊 小子 你还算实现 我马上给兴盐 捂是个好人家 谢夫 我姐虽然他脾气不好 但他人真的不坏的 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已经给了过他一次机 我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这什么东西 你 谢夫 尊敬的林 省您的账户 于下午十六十二十分 到账十一 请注意查收 这该不会是诈骗短信吧 这该不会是诈骗短信吧 别含啊 你给我滚蛋 人啊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 干什么给我滚住我家 沐青年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十五年前你救过一个人受伤 已经吗 还跟他取下了约定 什么小男孩不知道 明天救救跟我离婚 不要再来纠缠我 干什么滚 沐青年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 你的医生了 你不要为这事 说什么 我还不稀罕 您终于可以回来接受我住家 父王 您今天身体可好 我这身体 挺好的 没有问题 哈哈 嗯 什么 这穆家是一个二流家族 放给亮慧 也敢给两含旗 反反要抢 哼 把邀请他撕了 把人赶走 真是 你还敢给我一点韩集团 把邀请喊 我也对着他们 就是对了 什么 这穆家的胆罪太烂了 我们 复得敌伯 这怎么能让您去给他们当分析 这就带人去 灭了 母亲 不必 回头打算 明天 跟不住 终于和这个废物我离婚了 当年若不是你爷爷一意孤行 执意要让你和林涵结婚 你和如林早就成了恩爱夫妻 始终出了三年 哎 爸 好事多磨嘛 况且 我和星妍已经在一起了 至于那三年吧 我老公 对着你不介绍 只是给你的奖励 嗯 结婚三年 没叫我一声 现在当了这么多人 真是很乱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知廉耻 上去到边陛 你 好了 离开沐家 他什么都是 我也是 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印无靠的流民 而我们能力 甚至将在远航公司 跟天合同会成为大富翁的 我们沐家也会跟黄庭达 没有必要跟你这个流民进去 姐 女夫姐夫 你和林涵 好歹也是夫妻一场 好聚好战 你和人家这样子 你一个俗修女 咱个丫头都不如 你在这教训我 一点归都不得 真的让你姐好好收拾你 先来嫁给赵元穷之后 在赵家 不懂规矩 给咱们沐家丢了颜面 沐家 现在沐家连千亿资 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沐家 就算是再落魄 龙不到你头去 不过也在这儿奚落 放心吧 星雁 明天我就去远寒 集团签合 然后 在你订婚宴和生日宴上 林涵 看来我这嫌弃的招马 一季 可是价值百万 我看你 还是趁早找个共行单车 你家吧 免得一会儿松腿慢慢要走的 爸 他哪儿还有家呀 那今天晚上 我记得要找你 这个高宗主在下面睡觉 拜见少爷 公营少爷回家 你们这么多豪车 死要面子佛受罪 这一定是林涵花钱雇的盘里长 就是 整个江州 也没有几辆这样的好车 我看 一定是你林涵推的 林涵 你还真是不死心呢 为了让我后悔和你离婚 全租了这么多的车 这个花不少钱吧 这原本是沐家的排场 是你亲手推出去的 我们沐家可销售不起 租来的排场 我们也不稀罕 你花钱租了这么多的车 看你还有钱吃饭吗 想一想 哦对 你跟远韩集团 你们那个什么 我叔叔可是远韩集团的部门经理 由他做担保 我们张家和韩远集团 必然会有联系的 喂 什么 知智不足合同作废 喂 喂 我叔 喂 什么了 就是我们张家资质不足 所以合同作废了 能可是林涵搞的鬼 不可能 他那些战友不是保镖就是司机 肯定是偷听到大人物的谈话 十五年前的事情我调查清楚了 当年沐家确实就有一个小企业 为这件事呢 沐家的家族沐雄还发表刑企业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沐青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调查到救过您的那个千金小姐 叫沐婉 是她 怎么会是她 是因为沐家的家族沐雄在外面养了一个外室 就是沐青年的母亲 沐婉的母亲过世以后 沐婉就从沐家正宗的金牌小姐沦为了一个旗杆 所以我应该去 沐婉 当时怎么不查清 沐婉 沐婉 沐小姐撒的真漂亮 那这个世家朋友说的大家归秀 自然不凡啊 啊 什么大家归秀 以后啊 都叫嫂子 沐婉 沐婉 这是我朋友 喝酒 那是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不会喝酒 喝酒怎么不会呢 啊 我们赵家的每一笔生意 都是在酒桌上看着 你作为我赵家的媳妇 不喝酒好吃 今天是我爸让我过来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我还有事 你爸收了我赵家的聘礼 怎么了 你想办会 谢谢我们的关系 晚回就好 嗯 嗯 一个世家的私生女 在这装什么情况 来 乖乖的把酒喝了 不然 今天让你喝酒 你一个私生女 跟我说什么脸啊 嗯 好 今天我就提前验验货 看看 这世家的小姐 在外面的孙生女 有什么情况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他 哪来的我找你的公司 你看见赵公司在办事 滚出去啊 你放快救我 原来是沐家克星 你不是和沐星云也已经 好嘞 原来是沐浪的事 原来是沐浪的事 是不是我的事 你也一天两天 去 干管老子 来啊 我叫 饶了赵公司的好事 今天 打到你的头腿 你要饶了 但是 但是你自己 我一会 就当成别人的面 很可怕 保证我让他 咳 你打了 灵汉 你没受伤吗 没事 三角猫的功夫上报 你要是现在跪下来 给我道歉 我可以当作是你 你敢打我 我可是赵家之子 我爸身家盛情 一会儿 就让我爸叫人把你剁了 我和你 哥 你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该怎么说 难道要问他 是否还记得十五年轻的小孩吗 可是 可是我与沐青年结婚三年 你以后该作何解释 没有 我就是恰恰 遇到了 你不是不想干赵元成 为什么不是干你 我爸 他收了赵元成的钱里 我没办法 我又是不来的 我 他 他把我打死了 放死 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 你怎么受伤了 是不是你家里人对你不好 妈妈不喜欢我 我不听话他 等我长大以后 我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 没关系 我准备走了 十五年后 我会亲自登上穆家大门 依取你 没什么 我就是想起来 从前也有一个男孩 对我说过准备 我等了他十八年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来 在那天什么天圈 我只能听从我爸的安排 嫁给张温柔 我ắt的 我只能说 我已经想起来 你看我 我得回去了 再见 大家 好 三年前 我没有查证身份就跟慕斯妍结婚了 让你等等 小林 你还会接受我 我应该继续瞒着你 还是应该 请徐县接着你来接受 我应该继续 给我滚下 你还敢问怎么了 刚才赵家打电话过来 说赵燕从未打 要求我们退还聘取消我缘 爸 是赵燕从他逼迫我喝酒 还想对我独魔不鬼我 讲辩 给我滚下 赵燕怎么看上 那是你的成分 别说是独魔不鬼 就算是 他把你玩腻了再串了那种不可以的 爸 我可以去打枯赚钱 把赚来的钱都给莫家 求求你不要让我再给赵燕冲一个人渣 出去给人打工 你丢了起这个人我可同心 讲赵燕冲这件事 勿容不商量 莫家养了你这么工 现在就是你抱他莫家的时候 所以 姐 求你了我不去 你一个四十米平衡的叫我死 把这个不像女 关上过去饿死他几天 明明的一些小客人 再给赵燕 送过去 爸 我不去 走吧你 到底怎样才能让木熊打架 这就是木熊家里面的念头 是 来人 尚爷 有何番方呢 帮我你另一份远昂的意味 把藏条转去扣坏 让北方引领 是 赵家拿不得聘礼 如人的合同也作废了 沐家 现在是春不难行啊 爸 要不然你再去瞧一瞧陈孝天 哎 陈孝天一直给予你的真相 怎么 你要对他头发送报 当然不会了 我在心里只有你 只不过 我们现在也不能坐以待毙 都怪这个木熊 要不是他得罪的赵燕虫 赵燕怎么可能会撞个屁股 哎呀 你们现在沐家 靠的怎么都是充满女色 来寻求资金啊 真是太可笑了 你来干什么 林涵 江州的夜风那么大 居然没有把你吹起 看来你是找了一个 遮工碧雨的好窝呀 江州的夜风怎么能 但是你的沐家这草破船 我还在见你喜欢点 行 沐家是在现状危机 但也不是你能来瞧瞧的 我现在可没有现状 相反 我是来帮顾的 什么东西 这 这能倒是远恩集团合同吗 绕它 远恩集团 可是地图山堆的顶尖 制裁数亿万计 数可低 你一个 留你怎么可以接触到 这份合同 是从哪里围造的吧 大宝贝 乔治 向 远非 什么 那 全外 这全是真的 而且都能有被我们家的条件 林涵 你今天盖着合同来 是为了星年吧 林涵 是前来是我误会你 没想到 还真有几分本事 你现在拿出来 然后疯了 那 是星远 你什么意思 我是沐家的千金 当然婚事要与沐家为重 现在林涵的合同可以帮助沐家破火难关 自然傻瓜 哥哥 你们沐家 就是招勤诺 你又是能给沐家买个产材 给你 好 好一个沐家 我跟沐新年的婚约 做废 你看 新年飞 奴隶的婚约已经取消 你看 哎 我几次前来啊 还是为了跟沐纹 结婚 我这次前来 主要就是想 不让沐 再跟赵云 醉 好了你 这么痛快的跟我离婚 原来你之外的那一小贱 沐熊 沐丸和林涵不呆着 不然 我今天就让你沐家在江州消失 赵龙子 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我还说这几日 在沐丸登门道谢人 少说废话 你看看你的好女 啊 勾打眼睛也把我打了一顿 我告诉你 现在赶紧给我高手去 不然 我今天就让沐浴家 小失 赵龙子您息怒啊 这件事情 我们沐家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 沐啊 他还不会做 哦 昨天赵总你都忘了 昨天是你人多 我告诉你 现在 我已经把沐家给 你们一个都跑掉了 林涵 赵家也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 你自己找死 别连理我沐家 赵公子 您放心 我现在就去把沐丸给您找回来 任天处置 是吗 算他还识相点 林涵 死到林涵了 还有什么要交代 喂 袁队长 赵渊彤派人把沐浆的围子 您过来 虚张是不是 我以为你要给你送的 到现在还叫人呢 我告诉你 赵家发生 去干婚了 你让我给人带来了 你竟然敢动我 我 我 会让你们扶持代价 你先干什么 你先干什么 这里是沐家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这个地方 得罪了赵公子 我们还想一走了之 他们没有 来人 把林涵的四肢折回去 把沐丸 给我折到车上去 坦敢冒犯林先生者 他无事 林队长 我 我照顾这次 您回 林先生 外面已经控制局面了 您可以随时离开 刚刚我跟他一句什么事 把这几个人抓回来 承送了 是 钢子 无 什么来的 这些人 隶属于祖宫的职位队 隶属于帝都静 一个 就能抵十个 而且 他们能抵住 不知道 就要被拍 逆贼吗 什么 将这些逆贼抓起来 带走 冤枉啊 言论长 我们不是逆贼 嗯 我怎么不在这儿啊 赵元崇在放过我们 你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江州的江面上 不会再有赵家的船只 赵元崇 后半 每次都一直都在监狱里渡过 那我爸和我姐姐呢 都还在牢房里 火毒尚不识死 他们竟然敢这么虐待 我知道 你是真心对我好 但是他毕竟 是我爸和我姐 你还是放过他们吧 每次你都信中一半 行吧 我都收成的 这个怎么办呀 在我家没了 这又弄够了 银行带来都好永远做退了 你说我们弄一下这次 真的就能够死活了吗 没想到银行 还让这些言对的都能够大了 早就如此 就不让银行离工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但是太好了 应该已经看着不管这个小剑了 轻言轻言 这是一份八千万的远韩集团的合同 我叔叔已经打脱了远韩集团的关系 想起来 如廉你好厉害呀 那当然 我叔叔可是远韩集团的部门精 手眼一天 星焰今天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一气之下就跟你 去修回学 我已经在临江医院订了房子 我到时候给你过生日宴的时候 我们把订婚宴也一块办了吧 嗯 你来了 今天上哪里不舒服啊 没有了 就是 我想回家 木熊和木星年弄对 你还要回家 不回家 我又能去哪呢 我不仅连住的地方都没办到去的 你帮我来跟我住 我养你 那会被人说情话的吧 谁敢说情话 我让你们后半每次都说不住 但是 我妈的营物还能够 她等我回家里的营物能够 但是营物并好了 能并好了再请她 下面是江州时事 沐家千金木星岩的庆生宴 将在临江酒店宴会厅举办 临江酒店宴会厅 我和木星岩始终一天的事 但是 自从你经过失事后 是您的经历 还有我记得 我跟你保证 重新以后的美丽的事 都有我的背 这张证明卡是远韩集团新发行的 远韩集团 好 我正在 这就是远韩集团嘛 你在这干什么 这又不是远韩集团 你这种人也会来这儿 你们俩真是又好 这是远韩集团八千万的盒子 我们今天就是来签盒子 倒是你 看的人磨狗样的 来面是保安的 你也不撒谎的照着你自己 就你这副作品 还能用心灯火啊 对于我们少爷不敬 还想跟韩远集团签那盒子 那真是你小心 呦 呦 林涵 又找一老头演员 我说一股岁钱 你不如村里头啊 这块地 万一哪个村姑看上 你给你生一大胖小子 传宗接代不是 我劝你 不要白贝心思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婚的 与其在这花心思制造偶遇 还不如乖乖的混出江州去 回你们乡下 吃饭来产业来吃 一个乐阔的时间 一个走过门的话 那真是绝配 一股岁钱 你说谁是河河千金 你说谁是走后门的王河千 对后路恶什么 行 懒得跟你多说 啊对了 昨天晚上 河河河河跑回了步骤 要狠狠的打了一颗 而且呀 今天晚上 陈生就要把他带走了 一个 你帮我查一下 是 你给我站住 休闲就误完了 你们的合同 涉嫌侵害 远寒集团的力 另外 你们要 将一个法律责任等 呵呵呵 老头 你怒戏了 啊 你过我合同作废就作废了 因为你啊 啊 喂 什么 合同作废 我叔叔被抓了 欢迎这些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样跟你们再见 来人 秦少大家公平 快快请坐 不必 听说 沐星妍要和张如霖订婚了 怎么 今天请我过来 是想消遣我 秦少 我哪敢消遣你呢 星妍呢 离不婚 对不起 今天请你过来 是介绍员 我的二女儿沐 她美若天天 你看 放肆 张如霖娶娶了沐星妍 现在就要让我娶你的二 在你的心中 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张如霖吗 陈少 你误会了 我在这二女儿 怎么敢 希望成为你的夫人 如果你先用她 让她做一个偏方 是可以 是 这还差不多 人呐 我倒要看看 确实没有平仙 陈少 有所不知 我的二女儿沐丸 性子比较烈 把她关在仓库去了 还需要你亲自驯服 如果不听话 尽管收拾 我就喜欢性子猎的 这件事办得不错 等我驯服了这匹猎马 就帮你们沐家 动官 林涵 你来干什么 跟我一起 莫人 莫人是我的女儿 我已经把她献给陈少 这边 带着不错呀 沐熊这个老东西 果然没有撒 你是谁啊 张美人 我叫陈孝天 是江州第一世家 陈家的当代家族 你老爸也先把你卖给 乖乖的听话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十八年前就已经给我 小屁孩说过的话 怎么能当真呢 我劝你啊 不要自讨苦吃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哎呀 吃了不少苦头了吧 乖乖的跟我走 虽然 你的身份 没资格要什么名分 但至少可以让你一时无忧 你做梦 你残害了那么多少女 我是不可能跟你的 那就不要管 你想怎么个不客气 好 那个不长眼的 啊 没事 没事 不然你 再给你 再给你 厉害 啊 啊 你继续说呀 住手 银行 你是找死吗你 不合怎么这么做事 这么快就把你起床的团子 光我手势 是上路令和他叔叔 航线一切稳造好 倒是你 光天花日之下居然被他沉上 信不信我就只能过来抓你 啊 不信 闭嘴 你 想看我别抽吗 你 你 你打过我 听过手吗 我没有打过木槍下 那木槍身上的伤还是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啊 你快跟我说说话 我真的不知道 林涵 什么照片 他确实没打我 我说那么伤 就是我打的 你想怎么样 我打的 就是你 怎么你还想打我 林涵 入坠木家三年 你一事无成 没想到离婚之后 你居然有了几分男子汉气概 我告诉你 你可别忘了 这里是木槍 你敢动手试试 林涵 算了 咱们走吧 陈上 你没事吧 林涵先生 你看这误会有解说了 我能走了吗 你就这么白白挨打了 你甘心吗 甘心 甘心 林涵先生打了就打了 我绝对不会报复他 你不能这么白白挨打 是他还你变成这样 知道怎么做了吗 林涵 陈上 干什么 木槍姐没弱天间 我见游脸 你竟然敢打他 害得我 总是无往之灾 我打你一巴掌都是轻的 我恨不得 恨不得找人灭了你们木槍 陈上师长 你小二戏 说我们木槍做的不对 做的不对 现在用不上你了 滚 如果你还想来找木槍的话 随时来找我 林涵 你给我滚 木槍不坏了你 我真是带不下去 木槍 我们走 想这么轻而易举的走 没门 如今 赵家覆灭 张忽人郎当入狱 就连成笑天也记恨上了木槍 现在木槍 必须要嫁给一个有钱人 换出五百万 帮助木槍渡过难关 木槍是我的女儿 想带走 就得拿出五百万 我妈当年离世的时候 留下的资金 何止五百万 全部被你们拿走就不说了 连我妈留下的遗物和书信 你们都要多走 我现在只想拿回我妈的遗物 停停停 木槍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想走 必须拿出五百万来 还有你母亲的那些遗物破烂 你也想要的话 那就出一千万 我上哪去弄一千万呀 况且 我母亲留下的 就是一些书信和任用品 不是下的 反正呀 没有这一千万 我就把你妈妈留下的那些破烂 跟收的 爸姐 我求你们了 我现在就出去打工 我一定能赚够一千万的 就你这废物样子 你还出去打工 打工你什么时候能挣到一千万呀 我看看你呀 你就乖乖的当个有钱人的金丝雀吧 床村里的皇亲万两 这一千 我帮你 你那根卡 连一千块都刷不出 还别说 屏幕晚刷一千万 可笑 雷寒 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呀 在这大放爵士 睁大营的眼睛看清 这是远航集团派下的真兵卡 无限额子 真兵卡 闻所未闻 还敢盗用远航集团的评语 你就不怕远航集团找你的麻烦 远航 这再是你忘不上门了 你要是这张卡能刷出一千万来 别说带慕晚走了 就是让我给你下跪道歉 那都是可以的呀 你放心 这一千万对我来说 就牛肉 张 无道皇和心不死 我倒要看看 你这些人可能不能刷出一千万 误弄玄虚 我倒要看看 这不管得着一千万 你这些人真的有一千万 你这些钱哪来的 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也该你 李行刚才说一声 我当然会说话算话 你现在就带着你的木纹 他妈妈那些泡烂 给你给我滚 你这人朋友是能刷上一千万吗 也是带慕晚走 就是我给你下跪道歉 都是可以的 跪吧 不要寄人太甚 你要是不跪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只要一千万 只要拿你我木家 我告诉你一千万能收下 你如果不带慕晚滚 你就永远留在这里 李行我们走吧 没必要沉沉一口气 你放心 你说我去 我替你逃过来 喂 父母 不管你有任何理由 让木家走产业 停产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里可是江州木家的天下 就凭你一句话 进行查证我们木家的家业 简直是可笑 我是木熊 联合检查 职业整队 不可能吧 任你们领导接电话 喂 喂喂 现在信了吗 爸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又联合检查了 是是谁要搞我木家 是你 是你在这对我命点 说不定 是你的木家做的多端 一向改心是你 敢做不敢当啊你 算不算个男人 是你说话不算好在心 如果你想让木家继续营业 我也想 给木完刀切 休想 好 那我就慢慢陪你玩下去 啊 行吧 庭妍 咱们家的产业都被查封了 赶紧给你妹妹道歉 妈你说什么呢 我凭什么给他一个私生女道歉 不可能 我妈才是名为正取的夫人 你算什么大小姐 敢这么跟我说话 早打 好啊你 妈妈刘光才多成时间呀 你就这么为乎这个小贱人 甚至怎么就跟我搭在一起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们目前的产业都被查封了 你赶紧给你妹妹道歉 对不起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哇 你看看林彩 他明明有钱 你都不能帮木家 而且刚刚还凭着我 咱们我道歉 我刚刚就是居心合胜 早有欲谋 木敬眼 我当初在同学聚会上 以前跟你讲了会保全木家 是你自己不行 哇 那是我当初没有问离婚离婚就好了 事已至此后也没有用了 何况 他那个钱 也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以后啊 你呀 就好好打理公司 爸爸 再给你勿认个好人家 我知道了 这林家大宗 我的俗伯打电话了 亲自为林大少爷的电房 我若是能巴结上这个林大少 飞黄腾达可指日可待 二位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临江酒店 要接待一位大人 恕不招待我 我就是你要将招待大人 你 哈哈哈哈 哎 我好像见过你 你就是被木家扫地出门那个坠绪林寒啊 我看你真是狗胆包天 还敢默成大人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接待的大人是谁 帝都林寒 林寒 你 你是林大少爷 对 言 继续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的 是你从哪儿过来的林世言 不过 她是长得有情分 但是 想到闻碰过关 您的本意 我女皇先生 你不说 可是哪个真理 喂 不不 林江酒店经理 狗饮了人 你过来处理 你 你过来多少年啊 是你 小子 你这功课 做得到不错 还知道福 不过堂堂的林家大少爷 是不会到吴家当罪区 如果你失下呢 就赶紧 不然 一会儿林大少来了 就要狗命 怎么回事啊 你真是狗眼看人帝 这大少爷无忌 您怎么来 你怀疑大少爷的身份吗 难道你连我的身份也要怀疑啊 不敢不敢 林大少 呃 是我狗眼看人帝 呃 我罪该万死 请您原谅 我再次下汤 小子 不准夺住 还有我的身份 更不要泄露 呃 是 请林大少放心 我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啊 哎 你想什么呢 装的就行 我在想 你是帝都林家大少爷 为什么会来沐家的那么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你 我就是一块活地带的想法 详细的事情 我会去告诉你 今天谢谢你啊 嗯 你是第二个 对我真好 好啊 走来休息 下个月十一号是木耳生 我要包下整个名单 对 好的 林少 呃 还请林少开店 呃 允许我们放出消息 就当是 可怜小店 让我们做个黑学生 你挺不错的 想不想来远韩集 当然愿意 感谢林少恩典 那我明天就去远韩集团报道 不是让你去远韩集团报 是整个 临江酒店 什么 好 好 那我 马上就联系幕后老板 感谢林少给我们机会 我 清颜颜颜 我的宝贝女儿 大好消息 爸 什么好消息啊 帝都林家大少爷包下了整个林京酒店 他包下林家酒店都没有什么事 快别看了 帝都林大少爷包下了林京酒店 下个月十一号要给江苏穆家千金过生日 女儿啊 怒下千金 不就是你吗 对啊 帝都林家 那可是 帝都四大家公之一 资产数十亿 长夜横跨四镜的超级世家 是啊 这会儿林大少爷就在林江酒店 咱们赶紧去 当面谢谢他 爸 你先别着急 虽然我不知道这林大少爷是怎么认识我的 但是我是不是得好好打扮一下 也对 得好好打扮一下 如果被林大少爷相中的 我们沐家 这次必定飞龙腾达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这里可是林江大酒店 是你们这种下等人能来的地方吗 姐 你别这么说 林涵这样的 说 不知廉屎 沐婉 她可是你自己的前夫 你是要拜会沐家的名声吗 沐家 你哪来的胆子坐下来 你给我站起来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 现在沐婉和孟家以前没有任何 如果你现在还要喝酒 我不介意 再扯着沐家 今天是不能往日 像你这种软弱我一个背负 你孟家根本就不害了 沐家这些年 就是不顺的原因 我终于找到 就是你和沐婉这里的照达心理 你们前脚离开了沐家的大门 沐家已经有了 腾飞之势 你们这个喝醉 谁跟你们在分析 那你们可听好了 帝都临江大哨 公开通报 下个月十一号 包下了整个临江大酒店 要跟我沐心演庆室 以后呀 我可就是尊贵的临江夫人 你都没有听说过临江 那可是地独四大家族之一 你这种留意 都没有资格远远地 看上临江大门里面 把临江酒店包上 给您庆生 你从哪个到处想 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沐家千金 肯定是我呀 难道或是沐婉这个私生不成 那还叫 临江 临江 要顶住心严青生吗 那 恭喜你 恭喜我 我马上就要嫁入临江成为酒店之云了 而我不要的东西 你却视为真宝 你有什么资格想我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哎呀 别把中共夸了 林少看见就麻烦了 我也就是打算 想让你轻轻 好呀 既然你有这个心 那你就坐着别动 叫让他收拾 对了 林大少爷把临京酒店全包了 我这就叫经理来 把你们赶走 经理 林先生 您找我有什么分 不是我 阿长 经理 这是我女儿沐心烟 林大少爷包了临京酒店 就是为我女儿不生 这两个把妻子心烟 你赶紧把她两个赶出去 不可能这么简单放过她吧 要把她们的双腿打断 真弄很恐惧 当乞丐 放死 你们两个胆敢冒出 林大少爷生日宴的主角 经理 这是我女儿沐家千金 是林大少爷喜欢的女人 你少在这里自作躲起来 抓紧时间 滚出去 敢这么跟我说话 等我见到林大少爷 告我故障 让你知道 得罪我到底是什么下场 喂 把这两个人 给我赶出去走 别跑了 林少爷 沐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打扰您二位用餐了 呃我保证 以后啊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事 就 好 刚才 沐星炎讲的话你不开心了 你 为什么要沐东星炎 办生日宴 难道 你心里没有 我是要给你办生日宴 你下个月十一号不是你过生日吗 沐东星炎自作过期 坏了我给你惊喜 你怎么知道 我生日 我当然知道 那你今天是我生日 好谢谢可是 我没有理解 你不用了 只要你长大 给我一个大大的生日宴会就好 可以 我以后给你弄一个 就是个值得生日宴会 嗯 哦 我等着吃饭都没意思 啊 你们这帮狗眼看人家的东西 等林大少来了 一个都跑不了 沈妍 你以后就是 林家的家属母了 犯不得跟那些小人物置信 咦 那不是林寒跟孟晚吗 咱们去看看 先生小姐您好 欢迎来到远江盛景收楼处 知道二位费姓 我姓 我姓 林先生 穆小姐 那咱们先生 您请 远江盛景 没错 远江盛景呢 是远韩集团联合 江州各市家开发的 林江楼盘 我们的库刑 包括公寓 套间 别墅 平层 各种库刑都有 但不知道二位 今天想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别墅 林先生 不好意思 我明天心 能 再说 我们要赶别墅 林棠啊 您一个废物坠续 这是装什么大块 一周之前 你还不是我们穆家吃碗饭 林涵他才不是吃碗饭的废物 你们不是才不择手段 从林涵手中拿走了一千万吗 怎么 他俩都不认了 林涵她是你们姐姐的贤夫 跟她勾搭在一起 不算廉耻 林涵和穆星炎已经离婚了 难道是你 当初明媚正娶了我妈 就勾搭穆星炎的妈妈 搞出我妈易玉成 她是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跟林涵 结婚三年了 我对她了如指掌 她那一千万 肯定是东拼七错 家人带回来的 我告诉你 同为穆家人 你不要为她骗了身子 追悔莫及 原来这位就是 闻明江州的 废物追选林涵先生啊 林先生啊 实在是抱歉 我们这儿的房子呢 只出盛 我看你啊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下个月十一号的生日宴会 不一定会你没问题 莫安 那我们换个地方买 你们换地方是买不起吧 我看你身上的脸鞋 脸一个卫星间都买 是呀 好一点的狗 我看你身上是 这种人想更加值钱 你弄两个的生家夹起来 不许连是狗和木工吧 真笑死 在你眼里 这一千万对我来说 是全部水价 可这一千万 就是操板 就凭你 也不用身家这个词 身家几十块吗 林肯 你要是真有钱呀 你就买下一顿让我们看看 不要在这儿成口水之块 林先生既然身家不菲 不如先买一套别墅怎么样 您看看 这套其实就很不错 价值3300万 对您来说应该也不贵吧 那请问 您是刷 您将买的还是 这一套别墅 五六百天 住的不湿 跟我来试 十套 你以为是买煎煎煎果子吗 我还没看出了 你的喜悸天赋这么不错 早知道把你送去演戏 一定能大门大胜 就是 你要真是个男人 你就买一套试试 别让我们呀 都开开眼 林先生啊 这大话呢 谁都会说 所以 您到底买 买的水 这十套别墅 我要连把它改成中 你计算中 也得中的下意 这张卡 前几天更刷出一千万 还有额度吗 尽管刷的是 管那么多费号 林先生 您拿一张 没有额度的卡 给我 请问您是在消遣我吗 让你刷就刷 别那么多费号 但我有句话 是到前面 我这十套别 还真是 不见棺材不掉内呢 那好 我就去看看 这张卡 到底能刷出多少条件 恭喜林先生全款购置远江盛景006007008号别墅 远江盛景全体员工感谢林先生的信任与选择 这张卡 竟然真的支付成功了 他 他真的购买了十套别墅 怎么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吧 那是十套别墅 可不是十颗白菜 林涵怎么可能买得起 他怎么用 我什么 不得 你这种没有钱 他有钱 他有钱 却要帮你发盒子 我在购房合同呢 十套别墅 我错过了超过一百万的提成啊 干的不错 这次你可以拿到超过百万的提成啊 那是老板在哪子 孙女啊 啊 林先生在 好 这位帮我们 林先生 你好 我是远江地产的负责人 林先生年少多近 英俊潇散 哎 这位是林先生的女朋友吧 这是 博瑟天香 敬为天人 哈哈哈 你们这个销售挺不错的 一分 你是傻啊 超过百万的提成都不要 怎么回事 经理 什么 我你们这个销售狗眼看人一 说我们是穷鬼 买不起这里的方式 让个胆子 你在咱们公司时间也不短了吧 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醋呀 哪去了 林先生 莫小姐 上游老下游小 我不能没有这场工作 我教你们 躲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把林先生的卡 放给林先生 去准备盒子 嗯 什么呢 兄弟 这卡 有什么问题吗 这真名卡呀 据说在江湖上已经消失了三年了 啊 是远环集团的创始人所有 怪不得你轻轻声声声 刷几亿买别墅 原来这卡这不是你的 这卡不是我的 难道还是 那可不一定 你的那都不风格有呀 很多都手掌不干净 持有霸的 就是他们偷的 哦 那个蛋糕 你敢说这张卡是你的 要在别的地方 也许会被你蒙骗过惯 你知道 这远江地产 可是远韩集团门下的产业 这张真名卡 可是远韩集团发行的无限度额 怎么可能出现在曾经的沐家坠去手里 来人啊 把他们交给治安官 你们还没调查清楚就轻易下结论 不怕这卡真是流汗的吗 不需要再调查了 有什么话你们安安去给治安官说吧 偷鸡不成 十把米 不仅别说梦梦 老通了 还要浪灯入狱 林涵啊林涵 我看你还真是个笑话 我还以为你改头犯命了呢 没想到你是越来越不堪 我竟然学会了偷金窩狗 你信不信什么时候之内 我让你过一下更多次 你是我进入过最嚣张的片子 我远江盛景的负责人 怎么可能给你下座道歉 我希望十分钟之后 你还是像之前一样 给你十分钟 让远江地负责人 下座给我道歉 你说十分钟 十个小时 十个月 远英盛景的负责人 岂能跟你个罪序道歉 人会有自信之名 我劝你 他是赶紧交代这张卡的来源 喊白同欢 减轻罪责 自己赶紧交代这张卡的 三年坠婿 帝位连任睦家的仆人 东吴 天三 我们走 大不了这几条别说我们不要 犯了事还想走 小子 我们又见面 上一次让你胡家虎卫给逃掉 这一次 我看你往哪逃 你是 我是陈肖雄 江州治安官 陈肖天的表哥 好 收到远寒集团的真兵 大肆消费 快 把他给抓起来 得罪了远寒集团 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我 这个小美人 你都要周着 正好我缺个 卵床丫鬟 依我看 就把灵寒 送给远寒集团处理就行了 你做梦 原来陈长官 就是陈肖的同兄 久仰久仰 小女 被灵寒迎宪 如果陈长官 能够将灵寒绳之一步了 解救小女 小女自然会倾听 你还真是抓住每一次卖女儿的机会 这怎么木家的家事 轮不能一说三道四 我呢就是一个私生 但那个陈长官的卵 压力 算是他的方法 你还稍好想想 该如何向远寒集团交代吧 不用交代 十分钟有道 真是不 啊 我是远江地产的负责人 这 让我给林先生下回到线 您现在还觉得那张卡是我偷的吗 哈哈 林先生 我有眼睛 我给您下回到线 求您我了解 这 这 这是什么回事 你给他下什么灰呀 他不是个窝囊呗 起来 你们想死不要把我拉下去 林先生 这是您的真兵卡 不归远处 向您 抗起 什么意思 不是说这张远寒集团的真兵卡 是他偷的 要将他进来关了 林先生 我以为我眼不住 真兵卡这件事是个误法 我取调报案 听到了吗 你还在这看什么呢 不够吗 合同呢 我今天就要追到这个别墅里 林先生 您放心 天黑之前 您肯定能录住 我这就去办 林涵 你到底使了什么技法 打一个电话 就可以让远将金门的负责人 对你不守称称 你早晚会 林先生 你把合同一起 就可以录住 玩家 有什么 你 毕童 呢 习 你 那么 您 您 您 乙 gospel 现在是有什么用 这棵卡肯定是别人的 他当了别人的卡 肯定会找抱有 这远江盛景的别墅 真的是过程价值啊 喜欢吗 当然喜欢了 不过你为什么要写我的名字啊 你不要急 这些事情你以后都会知道了 在这段时间你就留住在这里 不要回公家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上楼洗澡睡觉了 晚安 这种書籍 这种書籍 曾经说要给我一份 大大的生日宴会 她说原来娶我 你是不是都已经结婚了 林涵 你面对山清海啸的敌人也未曾退绝 难道却不敢对苦苦等待你的傻丫头说出实情吗 莫婉 其实 我就是那个 你一直在寻找的小拿花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我一定会补偿你 好不容易鼓起用气坦白 没想到 这样也好 找个更好的机会告诉她一切吧 今天是我的生日 虽然没人为我庆祝 但我还是要许愿 龙尊战神 可不可以帮我找到15年前的小男孩 我是您最忠实的迷妹 没想到晚晚竟然还是我的小女孩 看来 是说毁地度了 你突然会这一堆 你们来做什么呀 哇 这三千万的别墅啊 就是奇葩 周大别墅我正在改建 只放棉为其难 挤一挤了 这是林涵买的别墅 然后她的允许你们不能住进来 哎 妹妹 看你这话说的 这房产证上写的可是你的名字 你不就是沐家的人吗 所以我们住进来有什么问题啊 随一年 爸爸对你确实严苛了一些 但那都是为你好 你和林涵的事 爸爸在插手 但是 这十套别墅就记在沐家的名下 十八年前的小男孩 咬名血 我也对林涵情心 若是爸爸 和姐姐不再阻拦 让他们搬进来 倒也无妨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这林涵这小子是走了什么运了 他就住那十套别墅 你嫁给他 足够了 这些别墅就当做聘礼 到时候你们选一套 当做婚房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等林涵从地图回来就决定吧 你们要住的话 就先住着 这就对了吗妹妹 我要住对生的那个房子 三年来 远寒集团已经囊括了四境商业枢纽城市 资产膨胀数万亿 林总回到帝都 一定会先视察远寒集团 你们两个来凑什么热门 三年来拓土开枪 尊龙战神定会来我们敬畏大营 林涵乃我林家长子 林涵先回来休息一段时间 接任我林家家族之位 苏老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年林家内乱 林总是被你们赶出去的 现在恬不知耻的来迎接林总 真是可笑 胡说八道 林涵当年是为了历历才离家出走 隐姓埋名创立了远寒集团 按理说 这远寒集团是我林家的产业 远寒集团纵横商海 乃是林总白手起家创立的商业地 你林家可曾给过一分一毫的支持 现在想来摘桃子 真是不知凶 老夫给你拼了 够了 尊龙战神即将抵达 你们这个样子 抽合体统 林总啊 远寒集团这艘商业巨轮 终于找到船舵了 曾龙战神回归 四境之外的萧萧 定然是风声鹤唳 草前银 林哥 我是你二爷呀 当年是我帮你 离开了林家 你才可以金林托索 化为苍龙啊 各位辛苦了 等了我整整三年 不辛苦 不辛苦 快去视察一下 您的商业帝国吧 尊龙战神 四境的正在赌您的号令 林浩 林家可等着你 总是大局呢 各位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本人将在下个月的十一号 在江州临江酒店 为我的未婚妻 举办一场生日宴会 各位可以前了 林总放心 江州那个穷乡批乱的地方 一定照顾周军 这样 我马上下令 让远寒集团的各部门 各子公司全力配合 一定给夫人一个 从前绝后的生日宴 属下必定到了 林浩 需要什么帮助 尽管开口 人家是全力以赴 多谢二爷 福伯正在江州操去 有他能最后 各位辛苦 看来 林浩还是不可原谅 昔日林家 把他赶出家门之势 不行 我得挽回这个乞恋儿 十八年前的小男孩 记得孟晚当年确实是救过一个小乞丐 没想到他居然和一个乞丐死定终身 好呀 既然你自甘做 那你就别过我客气 马蓝的乞丐 还想跟我们沐家门口乞讨 你赶紧给我滚 沐达小姐 您误会了 我顺带找沐婉的 找沐婉 你这个烂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我打死你 住手后信 你别怕娃娃 这个乞丐在咱们家门口鬼鬼祟祟的 你先回 我来收拾他 不是 你先听听他怎么说 说不定 真的认识我呢 你认识他 沐婉 是我呀 我就是十八年前那个小男孩 我我来找你了 真的是你 是我 十八年前 我被人追杀 还被打断了腿 是你 是你给了我一口吃的 还让我在沐家门口躲避追杀 我本来想闯出一番视野来报 可是 我越婚越差 也无言见你 没事别说 我先带你去治疗症伤口 好 真的是他呢 为什么这模样变化这么大呢 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 激寒交迫出错了下 其实呢 这些年我一直都有关注你 只是不再见你 直到我听说你和林涵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我应该建议你 表确你的心事 你 真的是他吗 我 你要相信我 我真是那个小男孩 为何我对娃尔狗毫无熟悉之感 况且这个事 应该让林涵燕知道 喂 爸妈 你睡了吗 林涵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十八年前我救了一个小男孩吗 他现在突然来找我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能快点回来吗 什么 你听我说我是那个男孩 什么 你这是 十五年前我按照约定 跟沐家来迎娶你 结果我把沐星年认成你 对不起 行 你从来跟我说对不起 你来干什么 我 我真是十八年前的小女孩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若是都能回答上来 我便相信你 好 你问 十八年前 你答应过我是吗 我答应要回来娶你 还有呢 要准备一份聘礼 果然是假的 连生日宴都忘了 你祖籍何处 我 我祖籍南静 对 南静 你明明跟我说的是帝都 还有 你离开江州 是去哪建功礼 东静 哎呀 这时间太长 我都给忘了 是忘了 还是根本不知道 说是谁让你冒充 那个小男孩 骗我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联系直安官 过来抓你 既然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探盘 现在这地方只有我们两个 你若是不戳穿我 但是你说是我 那就别跟我抱 四周 啊 李晗 快来救我 发布龙自令 立即全力赶往江州 云江盛军 06号别墅 找到穆婉进行保护 李庚哲张百亿献金 龙自令你来 林总刚刚下令 未来的夫人 吴婉小姐在江州 远江盛景06号别墅 遭遇伏击 发动你们的心友 保护夫人 林总刚刚下令 未来的夫人 吴婉小姐在江州 远江盛景06号别墅 遭遇伏击 发动你们的心友 保护夫人 诸位同胜 龙自战神的 未婚妻 在江州 远之顺踏结束 高预运 从今 龙自令已出 互卫 务必奋勇向前 保护龙自战神的 未婚妻 沐婉小姐 保护龙自战神的 未婚妻 沐婉小姐 沐婉妹妹 你还准备 躲到哪里去啊 你干什么 放开了 我 我 妹妹 我不记得了吗 她就是你十八年前的 小小孩呀 不行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凭什么连涵跟我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送 你谈恋爱就给你送了十套别墅 你个私生母 你凭什么什么都被我抢 别墅我都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能放过我 你想的没 只要我二个七合影 零坛都会和你分手 你名下的十套别墅 怎么着都是我 愣着干什么上手啊 你千万不要说母亲爷的鼓勃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能从我离开 谁里面算是 我 我 他跟我救命啊 放开我 放铁丹丹 你放我一下 废物一个大男 两个女人都夸置不了 啊 啊 你过来放铁丹 等到这事成了 看林天号会不会要 放铁丹丹 哈哈 我来救你了 我奉林先生之命 特来保护穆小爷 让开 这里可是江州穆家 你来这干什么 小心我叫志安官抓你 睁开的眼睛看清楚 帝都禁卫 有权搜查四星之内 正合递 你穆家 是想犯膜 哎呦 话可不敢这么说 请问长官贵婿 我是帝都禁卫 骁龙卫队长 严东 也是江州总督卫队长 奉林先生之命 再来保护穆小爷 敢敢阻拦者 按谋逆论处 那我们可不敢出来 过小女沐婉 这会不在家 如若不信 请继续出场 快走 这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王二公应该得逞 可别把我给供逐 竟然敢对穆小姐不信 怎么回事 掩饰一下 叶队长 不小心 快跑 叶队长 怎么回事 他是谁 你知不知道 生害帝都禁卫 可是灭九州的大罪 等同 喂 是救护城吗 我的那个远章神经六宗 叶队长被人捅伤了 快来救他 不是我干的 是他自己装上来的 跟我没有关系 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救人啊 救人 快救人 还好严队长没有大碍 莫婉 小伟也跟着最不测试 他严队长 天员 这都在我上 孟大小姐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 我是听了你们的力量 他就强谷的莫婉 谁知道那什么严队长 二话不说就要打我 我是一时冲动 我在动了刀子的 什么 你敢瞒着我 让他玷污我 你还以为我这个夫妻吗 救救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不要想到疯了 只有他们一个罪 他们才没有证据证明 你什么事 报名 您就不能放过他吗 像这种软骨头 一定会把你的事都落 就让他永远的闭嘴 你才会安全 你才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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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队长被人刺伤了 现在被送去医院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在这儿 怎么办呀 怎么现在好多人都追我 我就跑出来了 喂 婉婉 怎么了 喂 我 你就不要怪我心狠了 你才会拒绝 这么晚呢 你不是老朋友时在家待着 要干什么呀 呀 我有东西忘在远江盛景 刚才从远江盛景回来呀 发现那周围全是人 嘴里说着什么龙尊令 这是怎么回事呀 龙尊令是龙尊战士的令指 可以绕过一切势力 行施禁之力想法 手握龙尊令牌 就代表着 受到龙尊战士的疲惑 任何人都要绷尽半戒 难道龙尊令认识 BGC 不可能啊 这些人就没有龙尊战士的消息 孟安创造没有离开到江州 他怎么可能认识龙尊战士呢 我说的不懂了 不行 那一年来回了什么报仇 我应该得找个靠针才行 老板 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 这一天我足足都很轻 小丁 你先别着急嘛 我家乡你准备好吗 还准备什么呀 我听说 林涵入阵木家三年 但有个床肉没有伤 进去 那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 啊 啊 起来的你狗 你竟敢怪我成孝天的好事 你有几条命给我载 我没找你滚 你要干什么 成长救我 成长救我 管管人呐 我怎么知道莫妈在哪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看一个废物坠续 竟然在我面前是吗 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成长你看看他 你讲这么尊重你 现在 我跟你两个手要 从这给我滚 我就蹲在门口 等我放完身 要就从这 给我钻过去 你就是这么执意 上次在木家的事 还没找你送账 没想到你这一次 自己送账门来 今天你要找行严 必须先过我这关 成长 你没事吧 你还要管些事是吗 你还把我 好 林涵 有种你就别走 现在我就让唐哥过来教训你 我怎么让 玩玩人呐 你现在想知道莫婉的下落 再活下去再说吧 我的忍耐是有限 我竟然不打 但我有一个派手办法让你开口 小子 你的对手是我 你不费到我 唐哥 快救我呀 雷涵三番五四的打上我 这次 你一定要帮我摆背 小子 我十八岁开始奋起各大拳击赛场 目前全国占领三十二和八 十一次Q队手 被Q队手组为零 是男人 就跟我打了一架 怎么样 怕了 你要是现在乖乖的跪下 磕头认错 我心血啊 还能让我唐哥 这种手下流行吗 我希望你一分钟之后 说话也是这 大招击 星雅 这是直选 要是他凌晨刚没反应过来 就这一选 足以要贪命 陈尚 你懂得好多呀 陈尚官那么厉害 他肯定会不会打个二次 所以你们这招来 晚晚到底在哪 晚晚到底在哪 你怎么 你居然打得过我唐哥 陈尚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现在不想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林念想知道的事告诉他 我 我 你这本钱吗 不然我会让你后悔 活在这个世上 还好 我只是晕了过去 快叫救护车 我告诉你 我唐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让你拿命来 喂 副部 立刻去废弃的林尚公园找穆啊 少爷 我们已经找到了穆小姐 已经脱离了危险 我立刻要派人去接你 我 不 我 不 对不起 管我没有保护好 你相信 我以后一定会寸步不离的生活 别进去 您的位置 不要 那天我接到您的电话 立刻前往了远江深井 当时有成千上百人 在围着六号别墅 随后我在书房 发现了一个陌生的人 先吃了木匠钱 唯一是答应 被刺了你 什么二个 不信也难 我买 你真是十八年前的 那个想得很好吗 我还记得 你当时过的那块蛋糕 是请我立刻 真的是你啊 我真的等你等得好哭 我答应过你 我一定会好好医步 但是你现在身体还不行 好好养上 我害怕我一闭眼 你到时候又不见了 我答应 为了小事 我会永远陪着你 你要好好养病 下午月十一号 就是你 我答应 给你最大大的身体 你再相信 你先生需要我陪您去木匠吧 不用 您先帮我去调查我耳朵 待会稳定后 我去找木医村长 存命 爸 你那时候也邀请了远寒集团的各大部长 四敬的各大元帅 还有他们林家的各大组长 能参加我的生日宴呢 是吗 那太好了 我还以为林大少爷 时期时兴起 没想到 他这被犯人做了这么多准备 是啊爸 等我以后嫁到林家 我们就搬去地都 能过人生人生 哎 你又是能搬到地都 当然最好 我还是留在江州吧 听说木婉最近出了车祸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爸 好人不偿命祸害活往年 那木婉你担心他干什么 他活得好多吗 通通是我的女王 我平时偏谈你 晚安 这会儿这个时刻 我怎么能不幸得晚安呢 爸爸您说的对了 我也担心你 我这是不能大事 往马 你没事吧 往往没事 你能怎么失望呢 胡说八道 我可是往完的亲生最新 那里希望 manufacturers平安无事 靠一个真身 往晚被星业跟王二狗失咐的时候 已经互购我 你要不欢迎你 给我滚出去 你到现在都还在偏袒木星岩 木星岩她和王二狗勾结 王二狗险限卸掉我玷污 要不是严队长 你也知道是险些玷污呀 那不是没事吗 再说王二哥当时就已经让我就地正法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 就地正法 我看的是杀人灭口 你可不要胡说啊 什么杀人灭口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跟王二哥有关系啊 我看这木板 就是车祸 把脑子撞坏了吧 像个疯狗狗 见谁有谁 你竟然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林大山 邀请了各方势力参加我的生日宴 你打我的脸 你小心我让林大帅笑死你 林涵 这里是木家 轮不得你再放肆 林大帅也看不上 别自在意气 看不上我 林大帅可是包下了整个林江酒店 他不是给我亲生 难道是给木婉吗 凭什么 他木婉一个私生女 他配得上林江酒店吗 我看你们 就是记录我生日宴会的排场吧 记住你 我的生日宴会一定比你胜大 就凭林涵 他能给你什么规格的生日宴会啊 林涵认识的都是一些保安客司机 他怎么能比得上林大少爷 婉婉 你和新年的生日是同一天 不如每天你也到林江酒店 一起给新年请生吧 哇 林涵请来的都是一些非复即归的卫兵 这木婉不懂规矩冲造了他们怎么办 我林涵的女人 还从来没有跟别人共用一个生日宴会呢 我不知道你哪儿来的那么大底气 新年的生日宴一定是空前绝后 到时候晚而是参加 被一些大人们相中 到时候他的后半辈子一定是衣食无庸 大福大贵 我希望您不要情终阻碍 此生我只认为你 爸你听听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呢 木婉 你不是说你的生日宴会比我胜大吗 那我们就来打 赌什么 如果我木星岩的生日宴会比你胜大 那你就跟我会下道歉 证我出去 那如果王某生日宴会比你胜大吗 那我也一样 会下道歉 证他 好 他就一言为例 你俩是喜妹同事曹哥 穿出去 别人死下 爸 木婉和林涵在一起 已经把咱们木家的眼睛丢光了 这已经人尽其吃了 还不如趁着这个生日宴会炫耀出去 好让林大少爷开心 你和陈孝天在酒店里接触 他有脸说我跟王某 你什么时候跟陈孝天搞到一起来 爸你别这么胡说 是他们在跟我葬老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我和林涵才没有时间造成那些烂事 行 请说 咱们走 木心 如果让我找到你跟我二口争取 绝对不会报告 谁怎么说 御霞之队 好 你干什么呀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日记本里面写的欣赏人是谁 你居然偷看我日记本啊 你别转悠话题啊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异性别恋了 对 我就是喜欢上别人了 谁让你害我等了那么久 你跟我吃水 不行你敢飞 说出来他吓哭你 他可是统领四季的龙尊战神 玉树潇洒风流倜傥 你敢飞 不是你笑什么 你不应该吃醋吗 我是什么醋 我倒是觉得 你品味挺好 不是你应该吃醋啊 不吃醋 你喜欢龙尊战神挺好的 不是你必须得吃醋 哎呦我吃醋了 我明天就给你乱里做好不好 生日夜那天美美的 好啊 哎呦我 妈妈妈妈妈 那你我转接钱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英国里的礼服呀全都过时了 今天收容烟火乘不合适 需要多少 你也算 嗯 大概需要五百万 你先转给我 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讲电话 多少 五百万 欣然你是买什么礼服 我不用怎么就这样 当然是卖远韩服事的最新款的 当即 他售价是两百九十九万 再加上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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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夸杂 用一家的基金带上 带上去 谢谢爸爸 看他们穿着打扮 又是两个图包子 一会看到价格 岂不是要怕坐在地上 你好 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给你试一下 时间太贵了 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下 你忘了 我也是时间太贵了 韩宁家大哨 本身上下都是一摊货 加起来不超过200块钱 哪家大哨可以成这样 林先生 这件礼服价值299万 您确定要取下吗 当然了 不取下来怎么试穿 试穿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 这件礼服是远韩胡适 今年发售的最新款礼服 价值299万 是299万 不是299块 我们听清楚了 麻烦帮我们取下来 试穿一下 小姑娘 你是哪个山沟里跑出来的 你身边这个男的 你看就是个骗子 浑身上下 穿着夹起来 超过200块钱 怎么怎么买 给我推荐你 这位是我男朋友 林航 帝都林家的大少爷 他要是林家的大少爷 那我就是远韩集团的 古理财的夫人 是远韩胡适 令出于远韩姐 你这种工作态度 不怕丢工作 虽然你有几分见识 既然知道是远韩集团 取下的产业 那还赶紧滚出去 这件礼服价值299万 别说试穿了 就是让你碰一下 还不用想 不就是299万 一件衣服 不买 好啊 付款吧 不管你们这件衣服 获损是多少 我先要 什么破卡 居然还印着远韩集团的标识 我在远韩集团 入职了三年了 都没见过这种认识卡 这该不会是伪造的 这张卡可在远章甚紧 刷出来过十套别墅 远江圣景的负责人 都证实过她的真实性 还不如能到你那之意 好 我待会看看这张卡里 能不能刷出来先 慢点 这件礼服 我要 怎么哪都有你啊 这件礼服是我先看中的 林家大少 包下了整个林江酒店 替不清之物 所以这件衣服 我必须穿在身上 原来是穆霞大小姐 林大少为了取悦穆小姐 为包下了整个林江大酒店 这个是全江州人都知道的事情 能服务您是我的荣幸 我这就给您包下来 哎 这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先来库告 你算个什么东西 穆小姐买这件礼服是为了十一号的青春宴 像你这种土包子 您也会大王都进不去吧 你买礼服有什么用呢 穆兴言 你非要和我做对事吗 我劝你 是这样一个 我可以把我衣柜里的衣服 赏给你两件 好了 不就是一件礼服吗 小姐 就是这个尺码来两件 这 整个林江只有两件这个礼服 其中一件的尺码是偏大的 只有这一件是正好 王婉 你姐这次的生日宴 是林大少爷举办的 你看 能不能用你这件礼服 让林姐 我已经让了她十八年了 凭什么还要我让着她 就凭你是个私生女 就凭这个生日宴的主角是我 我看就凭你是个厚言无耻的 今天不管怎么 除了王婉 其他所有人都拿着时间 太可笑了 我生日宴当天 第一度各大事例都会到场 而且远寒集团的副总也会到 所以这件衣服 我必须要 穆大小姐能算我们远寒的博士 是对我们最大的宣传 我这就给你包起来 不过是父子才宜 就算他来了 这件衣服也是我们的 我警告你 你对副总大人尊敬你的 不然我让你竖着劲地横着出去 林涵 你平成表人的也罢了 现在生日宴累计 各大人物都云起江州 你在这里无言乱语 你要连离木玩吗 我看他呀 这是个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的跳蓝小丑 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副总大人 区区获 这远航集团是我 这够费了吧 你是不是早上聪明的 生日宝得被门挤了 这个集团是你的 这里可是远寒集团的商场 你说这个集团是你的 太可笑了 我木家到底寓意有何怨何仇 你耽误了新年三年的青春还不够 现在带着木玩 再带着远寒生成 大奉绝词 你自己找死 不要牵连我们 远寒集团的总裁神龙见首不见尾 见过他的人寥寥无几 我感觉我的工作担保 绝对不是你这个群怒 到底是真是假 我把你们口中的副总叫我 到达江州之后立刻来远寒商场 虚张声势罢了 副总日理万金那么忙 岂是你能招之机来挥时去的 我可没时间在这陪你们过家家 如果你要是再在这胡搅蛮缠的话 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 林航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大不了这件衣服我让给 只要你喜欢 我一定会送给你 就算你天天军军军 我也不占你 赶快滚吧 吹什么牛呢 不要影响我们购物的好心情 娃娃 这店里还有很多礼服 你自己看看 有哪件喜欢 爸爸送你 你赶紧带着林航 赶紧出去吧 免得远寒的员工 还要找你们麻烦 不是他找麻烦 是他们遇到我 你非要殖民不悟 连累不晚吗 江州远寒商城的负责人是我舅舅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找我们 你的麻烦来了 你 得开除吧 副总大人 你是远寒商业集团的副总 四敬商业命脉的执展者 江州沐家沐雄拜见副总大人 林总 夫人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请责罚 如何 这远寒集团支持你的 当然 三年前我来沐家迎去 但没想到把沐星岩认成了 外加沐雄要求我入城 于是我就没有录出身份 从公司交给他来 这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竟然有这样态度恶意 狗眼看人低的职 原来你真的是远寒集团的总裁 我竟然和远寒集团总裁离婚了 如果当初不让你入罪 允许你和星岩出去住 你还会跟星岩离婚吗 当然 因为我要迎娶的人 就是我们 他就是十八年前的那个小男孩 什么意思 三年前 林寒带着奇珍医宝 上沐家求取人家大小姐 你却偏看沐星岩 让林寒认为沐家只有一个大小姐 所以他才认错了人 那这三年来你为何不表明身份 难道你是故意的 就成了这个病人和我离婚 今婚之夜 你把我居住门外 之后连这一周夜不归宿 滥醉如你 你让我怎么公布我的身份 既然事情都过去了 礼服 我们也不要了 今天走吧 走吧 慢走不送 对了 别忘了生日宴的规格 你可要向我道歉 远安机团的总裁又怎么样 我以后可是要成了林家主母的 你只是有钱罢了 在真正的权势面前 钱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 林总 事我有眼不是太深 你乃是九天之上的乡龙 我只不过是地上的蝼蚁 求你饶过我这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会犯了 把他拖下去 顺便查一下 他舅舅是不是公布司马 是 林总你 跟我出去 我一人坐是一人当 你求您不要牵连我舅舅林总 老实交代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晚晚 我不是故意为要瞒着你呢 只不过 我怕这一口气全部跟你说了 我接受不了 这还差不多 看在你是为了我着想的份上 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好啦你快去吃衣服吧 好 喂 二爷爷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诸位阁老得知你回归 特意传令 私禁 大蛇天下呀 监狱中 不乏有那些 大奸大恶之人 这可不是儿戏啊 放心 我有分寸 名为大蛇天下 其实 只去献江中一地 好吧 不过 张如林和赵林总 欺负我 我可不想让他们回事 两位 今日临江酒店不接待其他客人 要不要搞错呀 我是这个生日宴的主角 林大少包下整个临江酒店 就是给我亲生 原来是木大小姐 您请进 哎 哎 你们俩怎么来了 难道 你们也是来做生日宴的吗 我妹奶奶 只要来吃生日宴 就在临江 出现在就这里 嗯 自己脸上贴心了 林寒就是林大少爷 他包在整栋酒店呢 你说给我亲 林寒就是林家大少爷 确实我今年听过最好小家 一个月以前 他还是个赘婿 在同学会上 被星年打耳风吹 这信如今摇身一变 就成了林家大少爷 好了 都是星年的亲朋好友 何必这么搞的 剪包奴装呢 不容易进去的 爸 我和我的同学们 当然会进去 但是 你们两个 不是要和我打赌吗 我们就真的那么待着 看好他们俩 不喜欢他们进去 是 木大小姐放心 你们两个回远点 冲锋贵兵 打断你们狗腿 自己订个酒店 反而不是拦在外面 请拜托 就算天王狼子来了 今天你们也没放进去 经理 这两个人企图混进酒店 被我给拦了下来 瞎你的狗眼 这两位 还是今天宴会的主人 别开除了 公佛混蛋 经理 木大小姐已经进入宴会厅了呀 啊 有人敢敢冒通目的 你先 木小姐 我自然会调查 今天觉得不能夹到烟 我知道就何人走 走得清晨 林先生 明察秋 二位 星延不会是江州大学的校花啊 我看啊 他就是实至灵归的 北京第一美女 今天 更是美艳动人 国色天香 我相信啊 林大少爷 一定会眼前一亮 拜托 我们谁又重下 那就谢谢你的吉言了 以后你还帝都玩呀 保证让你进行 你们俩怎么来了 来人 打开两个蒙风过关的东西 我赶出去了 林玉坛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怎么惹难 今天这儿可是林大少爷 你敢蒙棍进来 就要做好 你丢出去的准备 你们想干什么 林先生 这儿才是今天包下林江酒店的 我 林 不可能 你不是远寒吉堂的总裁吗 怎么又成了林大少爷 谁说远寒吉堂的总裁 不能是林家大少爷 三年前 林寒和穆家是为了邻居我 你去冒你离子 现在又想冒风 林寒给我办了身一言婚 你还真是厚颜无耻啊 这林寒登出行业营 我觉得人是怒满 这林寒到底是什么人 这林江酒店的精灵 为什么说 他才是林大少爷 林寒根本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一个 都要扫出什么的费血 不可能是杨林寒 更不可能是林大少爷 你们怎么能这样子 质疑林大少爷呢 啊 冒犯帝都林家的危 真是 说不对 林寒 那十五年想 外出力量 使我林家一样子 冤无掐持 爷爷 这个是你爸 嗯 说了你们起来 二爷爷好 福光好 好 早就听人提到过你 今日终于见到了 来 这是二爷爷送给你的礼物 收下 二爷爷 不能收 收下吧 这是你这一片新音乐 大家看醒醒 这种质地的翡翠玉琢 至少有上千万吧 其实啊 这个手术可不是近年来的雕刻 起码数百年 这是我林家家传的玉琢 至今已经传了十六代 是我家祖母代代相传的质宝 十六代 那岂不是要到五六百年了 真能无几个钱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带上 你才是今天主角 不行不行 万一喝坏一点 我得心疼死了 这么重要的礼物呢 林涵 不 林大少爷 您看啊 瓦瓦和信仰都是一天生日 能不能任心严 也成为今天生日的主角 我林涵的主角 还从来没有跟别人共享一天生日的道 林涵 我们结婚三年 你居然对我如此绝情 要不 是让他们留下吧 今天 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瓦瓦 你愿意交给我 虽然 这个婚礼迟到了三年 但是 未来这三十年 三百年 我都毅然爱你 我愿意 各位 我宣布现在 生日夜正式开始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和真挚的祝福 祝贺林大少爷和沐小姐的订婚宴 还在这乱这么走 脸皮真够厚的呀 我身为你的前妻 沐婉的姐姐 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 小爷子和姐夫勾搭在一起 你们俩才是脸皮厚吧 江州这么些年来 你没出现过这样的头 你们如此违反人 根本不配在临江酒店举办宴会 林涵 江州不是帝都 也不是林家 江州有江州的规矩 哪有姐夫跟小姨子不是人的 听到了吗 这是江州 该滚的是你们 难道 你们想引起江州世家的公愤 你们好歇一切 对江州毫无贡献 还敢代表江州的众多世家 我们该不该把你引回 还轮不到你们来找找 就算你是林家的大公子 若是我们江州的世家团结起来 你还不得是乖乖给我们扶堤作孝 你今天必须滚出江州 至于沐婉嘛 那就留给啸天 临心怒火 再恨不过 我早都想出鞭子 很可笑什么 我看你们是活腻的 林家在江州传承了数百年 分分钟钟 就给你们早进沙串 放肆 你们敢敢在林江酒店下去 来 这些人都给我转 少白费功夫了 刚刚我已经联系了陈家的人吗 现在酒店已经被我围得水泄不通了 你们 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您好 是怎么办啊 没事 如今你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要是你们两个乖乖的给我跪下 磕几个小头的话 不过行 网开一面能让你们好过去 那我们就看看 待会儿是谁可等人 还跟他们废人的话 动手 我看谁敢 严队长 此事与你无关 我劝你不要插手 严先生 莫小姐 有我在 绝对这点不安全 严队长 你是内东净卫队长 江州所公卫队长 偏塔外面 你对的是江州所不服世家的信任 清言说的没错 林涵的罪行 庆祝难受 必须 严队长 让你揭笑 我也是 严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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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过于几个要求的事 我也将不认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哼 还真是狼情切意 真情是感呢 好呀 那我就成全你们了 让你们在黄泉路上也有个话 林总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彻底控制住江州所有世家的经济明白 只要您一生以下 半小时之内 所有的世家都将赴免 是吗 陈家的客人 你是谁 好大的口气 我们陈家 江州第一世家 资产数百亿 你才好大的脏子 这个冒犯远藩集团的创始人 前总裁林总 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变成疚疯的 好看我的算计 你竟敢煽动我 对付远藩集团的总裁 林总 这都是误会 都是母性面 都他恐怖 你这个枪梦草 你刚才骄髒跋伏的样子 我都记下了 你还要为你走电到室的时候 我的生意还放不放 陈小姐息怒 我这就让人全部都撤 不用了 战争的人 已经束手就擒了 龙尊战神 属下不如使命 本人就走啊 林总 你不是龙尊战神 拜拜您龙尊战神 龙尊战神 请你看你的婉婉的面上 放心你也要生日晚 我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只能没有理 把你找的大型 让你隐藏了 这种雕蛮无虑的性子 龙尊战神 请你看你的婉婉的面上 放心你也要生日晚 我 不知您可认得死 爸 龙尊战神 这些东西沐星年逼我做的 他还让我顶罪 杀人偿命 若不是被赴国发现 我早就没命了 龙少女 我们还查到了 沐小姐出事那天晚上 真明 而开车的正是五七天 哈哈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 龙尊战神爷的私生女 高颖灵痕夺走了一切 你这什么就要死了 龙尊战神爷 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来人 把沐家妇女 关入楼 这辈子不能出了 是 让陈家拿出十亿 造调铺路 为江州贡献力 是 我龙寒身为四镜守护者 赵峰龙村之 帝都林家第一圣位继承人 远韩集团创始人间总裁 在今天宣布 明年今日 迎起沐浩小姐为妻 并在帝都 集团婚礼大点 公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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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我 三年 北江安定 可回洛城 此战告捷 您功不可没 战神龙国高层特赦宴会 为您接风洗尘 此战三年 我甚至想念家中母亲与妻子 恕不能去 战神 洛城叶云兰传来书信 小明三年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如今小家被灭 故亲故知所踪 连我也 小家宝物到底在哪 到底谁干的 十万天书军入住洛城 死手不报 我小明是不为人 是 记住切勿暴露我的身份 是不准备 洛城行事盘根复杂 暗地里杀 小霜 小霜 回洛城后 你把洛城各方势力都利用起来 是 战神 叶小姐 前截日去接点肖家王魂的时候 失踪了 带我去十八地 明兰 秦少 这次天树集团来洛城开分公司了 我知道 要是跟天树集团能合作 我秦家 又能再上一层楼 光天化日 谁还敢在洛城祭典肖家 你是谁 我祭典家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 原来是肖家余孽呀 那 这一天 可都是你家里人 哈哈 行 现在他生死不明 不能进去不动 笑 就凭你个名不见精传的小人 人物也想动手 哈哈 来 动手啊 这些 可都是证据 小子 我告诉 现在秦家 才是这洛城的片 要是再敢夹着肖家人来查这件事 我保证 你会死的很惨 你会死的很惨 来啊 来啊 打我啊 来啊 把肖家遇下的事都说出来 我叫你好看 你个处长的 你敢打我 你死定了 我找不了你 啊 这小先生 叶小姐那边有消息了 秦少 他们好像在打开夜云蓝消息 这事跟他肯定脱不了干系 回家 收拾一只那个臭婊子 用叶云南换来琴家的合作 哈哈这买卖不亏 扫把心 扫把心 情商息录为了这寡妇生机不值的 小家宝物至今下落 肯定和叶云南有关 还是要得到叶云南的信任 闭嘴 云南啊来你坐 你去倒茶 是 云南啊 肖家是不是还有人活着 肖家被你害的还不够惨吗 你还要做什么 你放屁 再侮辱情商我三四里 删死我 王浩 你可是我舅舅 肖明珠战后 你天天逼迫我改嫁 你 吴战 不是说他早就等你死了吗 你敢骗我 你敢骗我 之前都没关注过你那前夫 要不是今天有个人 敢击败肖家死人 这事我怕肖被一只蒙在土里啊 击败 真的还活着吗 老公 吃饭 我给你送了最爱吃的红烧肉呢 肖家的这次财务危机你别怕 有我在呢 这是我平日里存的钱 还有我的嫁妆钱 你拿去 我 别想太多 我知道你放心不下北家 你去吧 家里的事情 我来扛 只要你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书信报平安就好啦 肖明 要是真的还活着 为什么三年 连一封书信都没有寄回家 活没活着关你屁 七天之后你就跟情少订婚 免得夜长梦多 三天之后 就举办婚礼 不 我不同意 不是不会 闭嘴 闭嘴 把他给我关起来 三天之后再放出来 别结外生 你放开 抄 抄 看来 小米留不得 谁帮我解决一个人 小先生 之前那条线索虽然断了 但是我们有新情报发现 这是跟情假有关 情假 我说 是谁派你来的 是你留不起的人 好 好 你不说 我就一脚一脚 把你全身踩的粉碎 我说我说 是情假的人 喂 双总 两天后 我想请你参加我的订婚宴 好 哈哈哈 太好了 这次合作 十拿九稳了 恭喜 先生 喝 小明 这个废物还真的活着 活 我原来藏哪了 小明你放肆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没大没小 我可是你救着 小子 你不就是会打吗 打架有个屁用 不来混 想救的是 整个落成都是我说了算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叶元兰不在这 你趁早混蛋 在外面混了几年 还是这副穷山样 我是你 早就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 你还以为你是肖家少爷 这就是你说的不在 畜生 这可是我家 真当我不敢动你了 你要是敢乱来 打断你的腿 那就试试 让他去 我倒要看看 叶元兰会不会选他这么个非 玉兰 小明 玉兰 你可回来干嘛 三年了 一封书信都没有寄回来过 你眼里还有我 还有这个家吗 我 你走啊 小家和妈的事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交代 你拿什么给我交代 小家宝贝备夺走了 妈也不见了 三年了 还不如从前 前 玉兰 猜 猜 你有什么 小家宝物在 我不想听 你走啊 小明 你为什么要等一切都发生了 你才回来呀 我原谅不了你 更原谅不了自己 把妈妈弄掉了 啊 小家那个宝物 可是块烫手山鱼啊 你怎么知道我小家有宝物 行仓 小家被灭的事 是不是你们请假作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你一个臭乞丐 有什么资格问我 你个废物 就不能让云南重新过上好日子吗 非要横插一起 明天呢 是我跟他大婚的日子 各界迷流都回来 我觉得 过来看看 到时候呢 我会给你留一个看门狗 我会给你留一个看门狗 你给我等着 既然 他不想说出宝物的下落 哎呀 还是和他妈一样 好家哈哈哈哈 金 金长 李温和杨和我小家 说出宝物的下落 我饶你不死 我是不会的 那你就去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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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总 等一下 秦少就会过来给您打招呼了 接下来有请新人 交换爱的姓名 没事 我先 我妈的手链 怎么会在你这 偶然所得罢了 戴上 这不是你家的传统吗 戴上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快点 住手 你这条丧家之犬还真敢来啊 大喜之日 你一条狗来扫心 快给我滚 原来 跟我回家 所有的事情 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小明 你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小小气 哼 小明啊 虽然你没给分子 让我 还是送你回来 希望你看了之后 能告诉我小家宝物在的 就当 随分子了 妈 哈哈 哈哈哈哈 擦碎 烈我小家的事就是你干的 今天 我要让秦家上下白口人 呸 小康 是 把他们给我拿下 敢实乎双总明慧 活得不耐烦了 就是 你这小喽啰又 敢如此侮辱天书战神 找死 天书战神 原来向你失踪三年失去 什么 战神 不可能 他一个连家被灭了都不知道的人 能是战神 双总啊 您会不会是搞错了 双总 您确定没有搞错啊 他这副穷酸样跟战神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 殿下绝不能凭秦桑一面之词 来断定我母亲身死 必须得小心谨慎 他不是天书战神又怎么样 萧绍他可是曾经救了我一命 你敢侮辱他 双总 你消消气 是我鼠目寸光才得罪了萧绍 还请您大人不及小人过 双总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萧绍道歉 不然的话 我们建议让你们秦家破产 这 这什么这 题目的双总的话吗 小小 啊 小的你没大没 滚 小小 我看你火气挺旺 要不小弟带你去歇歇火 说 这些血液 哪来的 这 这是别人寄过来的 其余的 我是真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我查当跟你有关系 我会放过你 月兰 跟我走吧 事情就是这样 你离开之后 黄浩以我们之前的债务威胁 让我将叶家全部产业交给他抵债 之后一直霸占业家产业不还 他作为我舅舅竟然想自驾扔产业 他作为我舅舅竟然想自驾扔产业 之后秦舅出现 以帮我偿还债务的名头 来操控夜市集团 之后就发生了那一系列的事情 你放心 这些人已经失去的 我全部都会把你拿回来 不用 再怎么多钱 也换不回来妈妈 小明 我不怪你 我只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他 你拿着这笔钱 离开洛臣吧 今天的事情闹这么大 秦舱不会放过你的 妈现在生死未破 我会尽全力找回她的 秦舱 秦舱 小明这三年资料完全空白 什么都查不到 估计就是去外地混了几年吧 不过他认识双总 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得证 混蛋东西 你现在是准备连业家产业都还给他们了吗 妹妹妹妹妹你小心 他再厉害 能有我爹厉害 明的不行咱就来按了 还有 我觉得 小明和小双的关系不太对 你去问问那个老东西 是 你进去 他妈的你个老不死的 是不是同工报信了 王哈 我 我没 要不是老子保着你 你当初早就死外面了 快说 那个小双 跟小明是什么关系 我 我真不知道 老东西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你等着吧 那天我把小明的狗头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别后悔 什么 你是说明儿他回来了 那废我回来又怎么样 他一样得死 啊 王哈 我求求你 犯了明儿吧 他是你亲之儿呀 有什么事 你抄姐姐我来 滚开 放心 除了他 还有叶云兰 我也会一起收拾人 战神不好了出事了 什么 战神不好了出事了 怎么回事 前两天派去调查伯母失踪一室的人 全部失踪了 什么 先停止行动 派天术部队 正常专业去查探 这情价水很深 是 对了 你去把王家企业给我收购了 扶手得一步步来 先从王浩子软骨头下手 是 你找我来就为了这事 我告诉你 你所谓的业家产业也是我姐一手打拼来的 我作为他弟弟 你继承他的家产 你怎么啦 你无耻 你分明是设计陷害我 陷害又怎么啦 你可以让你那个废物老公来打我啊 他要看看他一个月几千的工资 拿什么跟我斗 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不顾勤奋和你公堂对簿 哈哈哈哈 整个落成都听秦少的吩咐 你拿什么跟我对质 还是乖乖的去服侍秦少吧 说不定他大发慈悲呢 你 这是你业家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 秦少出资的证明 你要是不想你母亲留给你最后的老房子都没了 就乖乖的跟我走 王浩 你不是人 当初要不是你 秦少他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话 你不走 就等着衣服所有 还真以为小明那废物东西能帮你什么嘛 王浩 你为了讨好秦少 还真是费劲功夫啊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我不可能再回去 可以啊 那就希望你妈 男人无一样的 什么 我们还活着 我好 你到底要干什么 滚开 我再问你一遍 走不走 小明 请你原谅我 好 我跟你走 尊上 我已经收购了王氏六成股份 好 上次让你派人盯紧秦家 有什么进展没 如果有紧急情况 他们会上报给我 姐 看看有什么发现 报告特事 我们发现叶小姐 被王浩钻回秦家了 什么 不是让专人看护叶云来吗 怎么还有出现这种情况 战争息怒 是属下吗 没有看过颜格 尊上 这是我的市值 请您责罚 起来 属下不敢 我叫你起来 这不是北疆 你们事事也难免 况且 原来那丫头也算聪明 不过 就这一四 如果有下四 我绝不停扰 是 秦苍 王浩 你会找死 原来啊 我说你倔什么呢 跟着我享受荣华富贵不好吗 我可是把你当成自家人 快 给秦苍喝一杯 叶云蓝呢 要不看你是我侄女 不是秦苍这种好事 怎么可能轮得到你 王浩 你个臭伤 你非要把我和肖家 逼上绝路吗 你冥完不灵 不是我 肖家早就倒闭了 王浩 你心里还有那个废物 没关系 过了今晚 他就是我 再也不用跟那废物有任何关系 请上上次婚礼的事情耽搁了 我先去帮您张罗一下 滚 请上你找死 出生 肖家小子你倒反天杠 你小子今天要是敢乱来 我让你肖家从此彻底消失 你小子今天要是肯乱来 我让你肖家从此彻底消失 肖民 你行了 我们走吧 闹了事就想走没那么简单 这个为我睁眼看清楚 这可是我收购你肖家的合同 现在只要我一句话 你肖家轻刻间就覆灭 你肖家 敢打我 我好 这小子留不得了 肖民 你走啊 你来这里干什么 呵呵 还是我执女董事 你个小兔崽子还不滚 真要我王家出手不成 我红紧 算个什么东西 是什么大人 王家动动手指头就能撵得你喘不过来气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王氏 是怎么一根手指头压死我 怎么 随便拿张破纸 王氏集团收购协议 什么 这 这不 不可能 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 小明啊 看来你在外面混了几年 智商越来越低了 伪造协议可是要做 林总 你都不能喊我 王浩 惹了不该惹的人 我们在一起 被王氏其他竹鸣了 什么 什么 臭 你到底干的什么好事 没张眼镜 谁上显得清清楚楚 云南 我们走 别怕 他们要是在闹 我不接也让双组把他们一锅端了 你 你 秦少 帮帮我 帮你 你还有什么用 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秦少 秦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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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双走到这一步 不可能为了这么一个小鳖山 彻底把我们得罪死了 关我什么事 我告诉你 一天之内我看不到叶云来 你就滚出落城 你 小明 你 你 你逼我的 只要得到肖家胜利 就能彻底重控肖家 抓回叶云南 你签不签字 你可是我亲弟弟啊 你怎么了 做你亲弟弟我都嫌丢脸 我告诉你 我没时间跟你耗 今天要是不签 你就等着叶云南被训成人宠吧 王浩 你这言中 就不会描违对付你吗 对付我 就凭他一个矛头小子 签了 不让后果自负 你这老东西还算有点价值 王浩 就当姐 就当我求你的 这事过了 你就放我走吧 明儿在外尿无音信 我担心 他万一有个三餐两短 他呀 回落成了 真的吗 他还好吗 他有没有得病 有没有受 别吵 我这的情少活不长了 你过两天出去 就等着给他买棺子吧 你扳扳他 他是你亲子啊 你滚开 哎呀 是妈连累了你 云兰 你身子骨弱 喝点汤吧 你不该管我的 秦苍他们报复起来 后果很严重 你相信我 这一切 我都会安排好的 小明 你安排什么 我知道你跟双总的关系好 但他会一直帮你吗 不会的 妈妈现在身子喂不 我不能让你也受到威胁 生死喂不 你都知道些什么 没什么 如今秦家派上了天书集团 势力如日中天 但靠我们 对付不了的 这些天 谢谢你 不就是天书集团的合作吗 不这就拿到手 小明 你别吃心妄想了 双总跟你的关系虽然好 但那可是上百亿的项目 说拿就能拿了吗 多少年了 你还是喜欢说大话 还有 你把监视我的人都撤了 我不喜欢 我 叫家的事情你也不用操心 不会解决 但是 你要是再不离开落城 恐怕就走不了了 小明 就算我求求你 你走吧 别因为我耽误了你自己 云兰 你是我小明的女人 我不会抛弃你的 这三年我失去的东西 我全部都会拿回来 战神 这是跟情势最大的合同 现在已经取消 将合作对象改成肖家了 那天听云兰说 总感觉情势还有着不少秘密 你多留意 是 王浩 你再这样 就不怕双总找你麻烦 叶兰兰 你是不是也觉得 他小明不过 只是会靠女人的废物 你最好还是看看 这可是肖家的股份转让合同 什么 王浩 你们到底帮我妈怎么样了 没什么 只不过 三天之内 你要是不跟秦少订婚 是不是我跟他了 他就不会再害我妈跟肖明了 看你表现 行 跟你一起 秦少 这次我带着人在外面看着 真没有人来换您的好事 这次做得不错 以后好好办事 好的 谢谢秦少 过来 帮我把衣服过来 快点 你一个上家之犬来这干嘛 滚开 给你们一次机会 别给我动手 我倒要看看你个废物 有什么能耐 都给我上 小明 不要乱来 你要是敢坏了秦少的好事 你还敢来 今天我弄死你 既然你找死 我就承训你 我先自叫他抚命 就走开我 你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对我动手 可别后悔 小明 你给我住手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是条丧家犬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肖家 以后可是我的 王爷 畜生 我妈在哪 说 安静的 这些天 不是挺猖狂的吗 我告诉你 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 再自费双手 你还有机会见你妈一面 别动她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这三年 连住我都已经习惯了 月兰呢 你可是我的女人 我怎么会对你下毒手 我疼你还来得及呢 倒是你小子 一回落成就给我找麻烦 你现在去死 我还能饶你妈一条心 秦苍 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你做个什么玩意儿 你敢对秦少大小生 秦少可是连天书集团的合作都拉下来了 再看看 声音不丰文 臭屌丝一个 天书集团可是商业巨额 你对付不了的 走吧 还是我媳妇儿明示你啊 还不快滚 拿着这些钱滚出落场 不然 我让你死 这点钱还是做你的丧杂费吧 再者天书集团什么时候跟你情价签订合约了 我们跟天书集团的事儿也是你这种小角色可以谬论的啊 人是搞笑 是吗 那从今天起 天书集团就跟秦家的合作作废 小明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这可能就不可能了 这瞧吧 哈哈哈哈就你 你也配代表天书集团 你算哪颗老鼠屎 别在这丢人现眼 当兵秦少跟双总的关系 这合作就不可能作废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双总 您来了怎么也不通知一声 赶紧把能处上赶走 别碍了双总的眼 嘴巴放干净点 双总 您怎么打人 他肖明确实是个 再侮辱肖先生 我让你在落成无力深之地 是 是双总教训的事 双总教训的事 你们听好了 按照肖先生所说 从今天起 天书集团断绝一切 与秦家的合作 双总 这 我秦家为了这次合作 可是花费了无数时间精力 求您再给秦家一次机会 当你们跟肖先生作对开始 就应该明白 有今天这个下场 但那肖明不过是垃圾 滚奴的 就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 再说说 见证半句坏话 我要你死 肖先生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您往开一面 趁我没动手之前 滚 说你到底把我妈关哪了 我 我不 陈上 小米势大 要不还是先认识吧 宋你妹 亏你还是个 武道高手 没一点 眼力劲 他肖明算个屁 敢侮辱我 我他们把他骂活埋了 走 去南郊 滚过去 秦灿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你个老不死的 你儿子做的好事 你就替他买单吧 你要是怕死 就告诉我宝物在哪 不然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秘宝可由我 萧家十四太平 一当给出 后果不堪设想 你杀了我吧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我快点 我快点 取松 住手 明儿 闭嘴 没想到啊 王后这么快就招了 小敏 咱俩这件事 没完 你们两个 我杀了他们 就是你小子 赶紧跟我们骑上 做梗 就好好收拾尾巴 出事 我宰了你 妈 妈 妈 你醒了 男儿 明儿 妈 妈 真的 是你们吗 是我们 我就想为妈喝点汤 明儿 这点汤 他暖不了心啊 妈妈 你怎么啦 你哪不舒服啊 妈得点病没事 但也行 还没个孙子孙女 让我抱抱 这心啊 就凉得很 妈 这时候你就别开玩笑了 怪让人担心的 你 你这小子 怎么跟你爸一样 是个云木老子 之前你们刚要你结婚针 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明儿啊 云南爸妈死得早 他一辈子无依无靠 最后遇到了你 才算是找到了港湾 莱尔 三年啊 现在这个时代 谁能凭一句口头承诺 就等你三年 你要是欺负云纳 我饶不了你 这三年 确实亏欠云南太多了 我会好好对他的 你过来 我跟你讲个重要的事 小胶密宝 在南郊 小胶目的不远处 用一个紫尖 匣子钻着 小胶密宝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他 现在去看看 就知道了 对了妈 你注意身体 别乱走 秦家的苗将故步 我 我命不久 糟了 くみな 小胶 想看到你结婚的样子 晕蓝 刚刚妈说抱孙子孙女的时候 你为什么抽开手 你听我说 我不听 其实我 我都说了我不听 最近就这样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秘宝吧 明明就在这呀 怎么找这么久都没找到 老公你快来看 你叫什么 快过来看这边有东西 哎我看看 是这个吗 老婆你真厉害这么快就找到了 别听嘴了赶紧打开看看 空的 怎么会是空的 会不会被人偷走了 妈说当时是派萧家高手藏在这的 应该没人会知道 而且萧家的高手都死得上灾难里了 到底是谁 有这般能力 爸 他看起来好像是天书战神的战神使者 那就静静点 以我们的能力对付不了战神 但是对付一个战神使者 错错语 看来只能让萧家上去找找了 这事可能跟萧家被灭灭一身 是莫大的关联 谁在那 糟了 妈不会有危险吧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妈 妈 糟了 这是天下毒手 你要讲古毒 那 那要怎么办才好 你先出去 回来给妈治疗 妈 你别动 你先好好休息 萧儿 这 你老是跟我说 这苗疆古毒是谁下的 是不是秦苍 畜生 秦苍 我就要娶你狗兵 灵儿 别被怒气冲坏了头脑 就单单一个秦家 你觉得 能拉得出苗疆古毒吗 妈 您的意思是 他背后有人 哎呀 你们别说这古毒的事情了 妈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找解药吧 妈 云南说的对 这段时间就让他好好照顾你 我去找解药 震神 根据调查 三日后 洛晨会有一场拍卖会 里面 或许会有苗疆古毒的解药 嗯 另外你再替我查查 南交那块地 这两天的监控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 战神的意思是 南交出现了灭杀肖家的元凶 不清楚 但是昨天晚上 我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 属下 一定会替战神查清楚的 对了 肖家灭门案 有什么禁忍吗 有 之前肖伯母的那件血衣 并不是出自秦家之手 那东西 来自京都 京都 那我当年在讨伐北疆的时候 可得自了不少京都豪门 那属下仔细查查京都那些豪门 战神这是购买解药的资金 好 他妈的庄家居然得刷老子 之前那血衣的事都是他们 来的 民事庄家下信 他们没道理要对付你 我推 这次 我从小道小巷上打听到 庄家准备举行一场拍卖会 你们的意思是 既然庄家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了 老子必须要在他拍卖行 是闹着的 请少英明 不然他们真以为我们是软世子 查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确定谁是天树战神的战神使 爸 自从北疆那边来信息说战神消失后 手底下的人一直在说 那一段时间北疆一共出近10万余人 目前筛选还剩下10余人左右 好 特别是国陈的肖民 他的形式作夫很像是战神使者 根据以往线索 我们查到战神使者拥有一张特殊银行卡 只要这10个人装谁用了 那我们基本就可以确定谁为战神使 做的不错 对了 记得给庆家试呀 他们最近有点跳 为什么 啊啊啊啊啊啊 不想让钱家 从落成第一家族 当然是 不知庄总 有什么路入 我不想肖家存在 特别是 王燕 不该问的 别问 还有一件事把之前写进来的宝宝 全都卖了 这次行动需要不少资金 好 那我这两天就安排一下 我迟早要手扔着他 人都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拍卖今天的第一件藏宝 天运伞 起拍价100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 什么 天运伞 那可是治疗苗疆骨头的奇药 庄家难道不知道 我们给王燕下了此图吗 他们一定是故意的 这东西要是被肖明拿到了 就彻底没希望拿到肖家秘宝了 必须快下 三百万 四百万 一千万 肖明你一个穷屌丝 哪里来的一千万 是啊 落成谁不知道你们肖家 早就被灭了 你在装什么 臭小子 你要是真想要这个东西 就给我跪下磕两个箱头 我或许能让你 我出一千一百万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六百万 只比你贵一口价 就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很值啊 三千万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你小子是疯了 三千万 你是不是把你妈给卖了 还是师傅 你要业余来出去卖了 你们两个再多嘴一句 我建议让你们现在死 发达头脑简单 不用跟他多嘴 这宝物 我出四千万 一 什么 一亿 你疯了是不是 你要是能拿出一亿 我就跪下来跟你信 主办方 我觉得这小子在捣乱 我要查他的资产 这位先生请您出示证明 投资的话就请离开本牌卖行 好吧 这这 全球限量百复杂黑卡 用我进到黑卡的人非富即贵 怎么会在你只有小别三手上 看来 老店没有猜错 不对 他这张黑卡一定是假的 燕姿 别想拿一张废卡在这里抓 小子 敢在这找茬 找死是吧 你的卡里恐怕哪一毛钱都没有吧 这位先生 请出示一下卡片 这黑卡是战神使者的作品 看来这人就是战神使者 庄姐 您可得看清楚了 别让某些人混水摸鱼 有些人天生见命 就会做些投机摸狗的勾当 闭嘴 庄姐 这位先生的黑卡如假包换 里面至少有十亿 你们胆敢致 这 这不可能呢 你一个狗不才懂什么 刚刚不是说我有一个意义 你就给我下跪 你 没听见吗 这位先生可是我行的贵宾 我行 我行 贵宾 哈哈哈哈 真是一条好狗啊 小先生 如果您觉得他们吵到您了 我好像可以给你换卫兵拍卖室 或者说 把他们赶出去 不用 有两条开门口在 有两条开门口在 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好的先生 各位接下来这是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件藏品 极为珍贵 就算放眼全球都是独一无二极为罕见的存在 这就是扶摇神术 小家聚宝扶摇神术 你操 庄家真是兔手 这宝贵居然在他们那儿 亲家 这可如何适合 我姐 他妈的 这东西咱们必须拿到手 不管有什么办 难道灭杀小家是他们做的 肯定还有其他帮凶 现在只能忍 必须要一网大金才行 此件藏品起拍价五千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百万 你 亲生 他们这样出嫁 我们跟你一会儿不息 肖民现在背后靠着肖装 钱多的是 根本花不完 咱们只能见到片方 这样 等下我埋伏肖民的时候 你去找业余 五亿 这位先生出嫁五亿 还有加价的吗 那么我们恭喜这位先生 以十亿的价格近拍成功 去死吧 去死吧 滚 王浩 你家的事办成了没有 还他妈愣着干什么 给我弄死他 说 你为什么来抢我肖家宝物 当初 是不是你灭了我肖氏满门 我 我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你们要抢你 我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小米今天 你要是不把宝物给我交出来 我就让他们两个死在里面前 哈哈 哈哈 拿着东西跟我走 秦苍我知道你做的事 现在 只要你帮我把小米杀了 而住啊 少不了你 嘿 拿老子当狗还想继续利用我 当初肖家的账 还没算清呢 任务成了 给你十亿 三亿定金打到你卡上了 小米啊 这都是你的命 可怪不了我了 哈哈 哈哈 啊 畜生 这么多天 你坏了多少人 啊 那你想什么呀 小小的宝宝都给你了 闭嘴了东西 之前那个宁死不去的傲气呢 哪里去了 知道 你不就是想要我了 我今天我就疼了你 你不要伤害我们啊何秦林 哈哈 废物 一群废物 这是息怒 当日战神身上的定位系统全部失效 我们 如今北疆战乱再起 一旦战神失踪 龙国将再无临日 这些 说不定是别国奸细的作乱 不要奸细作乱 不可凭此惨足 现在首要是找到战神 立刻启动天眼卫星 一个小时之内 我必须得到战神的准确位置 小明啊 我说你个臭屌丝 非要跟我抢一云南干嘛 一人做事一人当 放了我妈和云兰 放了我妈和云兰 你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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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小明 事到如今 我跟你们肖家的梁子 算是彻底结下来 我也不藏咧着 当初 杀你肖家全家的人 就是我 但是 你知道又能怎么样 畜生 我今天要是活下去 我要挂了你的屁 哦 禀告特使 战神的位置找到了 立刻召集天书军 随我出道 今天 我就先替你尝尝 啊 敢妨碍秦少做事 滚一边去你个老不死的 王浩 你 还有没有人性 我害你们屁 啊 不知死活 给我打死他 把男的夫为止 梁兰 把他结婚协议签了 我就留他一口气 啊 我亲 希望你说到做到 把那臭小手脚打断 做成人质 你要干什么 闭嘴 你可舒适 你敢做我女 哼 动又如何 今天 我就要你看着叶云兰 被我玩死 你啊 还敢嗠叫 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杀了 确实otros 你个混蛋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个混蛋 啊 这句话 步轻劳已 改 cush 腾腾带走 另外 你们两个把伯伯送进医院 什么人敢坏我的好事 萧特使 萧特使 您怎么来了 敢谋害战神 我的不耐烦了 萧特使 不是我们 这是误会 误会 我们没有想到您会来的 要是我再晚来一步 看到的 这是战神的尸体了 萧特使 他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是战神 他是什么身份 你配知道 我说他是战神 你就是战神 你敢反对 你敢反对 不敢不敢 但他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这只是我们之间那些小矛盾 不老萧特使插手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今日你们对萧家做的一切 我们如数不完 有事 别别 啊 啊 我的手 消灾之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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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嗯 我 啊 哎 哎 小灾之料面 我们知错了 给我道歉有什么用 被打的也不是我 小小战神 我我错了不 我绝对没有下次的 对 是我没有眼不识泰山 才一时糊涂 绑架了你的家人 得罪了你 萧爷爷 你萧萧气 你萧萧气 萧爷爷 我萧萧气 说你对我妈 还有云兰做那些事 就凭你一去道歉 就可以解决吗 滚 阿志明 打得好 打得好 舅舅不对 是我不好 你不配当我舅舅 云兰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先去陪着妈妈吧 这样的事我来解决 你先在外面守着 有什么事情立刻跟我说 您小心 王浩 请操 是钱做的 仅是一点一点还给你们 小战神 求求你 让我们走吧 想走 就给你们几句 虚心假意的道歉 不敢不敢 但看在大家 是一家人的面子上 谁和你是一家人 谁 再怎么说 我对业家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可不能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 真心情家的禅言 以后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我们还是一家人 你坏事做尽 人生够愤 今天 看在你是我 舅舅的面子上 饶你一死 但今日后 心脉寸断 生不如死 抓紧时间 料理后事吧 是小小饶命 你 消灭 已经如此很多 我的很多 怕是不仅 你们的千分之一 那接下来 轮到你了 我错了 小战神 你不要杀我 我是被逼的 小战神 你和王豪 共同磨害我的家人 还说是被王家逼的 王豪什么时候 有这么大能耐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的 是另有其人 那你倒是说说 是谁 是 是 中家全是滔天 我要是说出去 可能连中家也要杀我 但是中家此刻 让我们见死不救 到底是谁 你再不说就和王豪 一个架上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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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庄家 庄家指示我们 哟 好热闹 庄小姐 救救我 庄家全是滔天 求救你 救救我 庄雅 你怎么在这 你们 小米 你这是在做什么 打狗也要看主人 更何况 是我庄家的狗 没想到庄家居然是秦仓背后的人 看来你是承认 庄家只是秦家帮家我的家人了 是庄家又如何 你算什么东西敢和庄家对抗 是我办事不力 跟他跑了进来 请 无法 凭借天书战神的身份 面里区区一个庄家 也能翻出什么水花 什么天书战神 听都没听过 有的阿妈阿狗啊 不要整天瞎吹 就连自己都骗过去 敢对战神不尽 我都查过了 小米根本就没有答案 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我就是仗着自己和萧生关系好 到处胡家哭愿 我说的没错吧 萧宁 庄家体系暂时还不清楚 不能随便暴露身份 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是又怎样 你得罪我不就相当于得罪了萧霜 那你和王浩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狗杖人士的东西 这美女插嘴的粪 庄家和萧特使旗鼓相当 萧特使也不想和庄家接仇吧 萧霜 这就对了 这龙国没有人敢得罪我庄家 萧明 我劝你实相的 把萧家宝物交出来 那样 庄家还是你们的朋友 萧家宝物 从始至终只能是萧家 萧家 如非从我的尸体上跳过去 好大的口气 来人 给我上 不是一切代价 夺得萧家宝物 萧先生 这点小罗罗 我来 我来 让他见识一下 无业游民的实力 就这 庄家的保镖 连一个无业游民都打过 还想请萧家宝物 可疑 不过 你得意的太早了 哼 看来还是我技高一成啊 很怕是有埋伏 萧爽 在 立刻给我去调查庄稼 是 这合照 到底是哪里来的 得仔细尝尝 本来还想继续在萧明身边打探消息 没想到你居然敢供出庄稼 逼我出面 张小姐 是萧明他逼我的 我要是不说 恐怕我就是第二个王好的 废 就算你全身瘫痪 有专家庇护 还治不好你 是 张小姐说的对 不过 有叶云兰在手 我就不信他敢不来 去看看叶云兰 敢抢我的位置 对我一指七指 庄雅 要不是有庄稼在 我早就把你扮了 既然萧家宝物 能让庄稼穷追不成这么久 看来是一个好东西 不如被我请假 所有人听好了 要是有萧家宝物的信 余力报到我这边 谁要是敢怨气报给庄稼 必死 与其被庄稼当棋子利用 不如我自己抢来报 让秦家成为龙国第一世家 庄雅 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你 亏我还把你当成 妈 你怎么了 你好 我们是妇女制友协会的 你和你母亲都可以考虑参加一下 我们协会就在不远处 女士 您可以随我去看看 妈 云南 你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叶云南 想当我装哑的朋友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要不是为了萧家宝物 我们两个根本不会有交集 你真是瞎了眼 还以为你是好心 我母亲当年失踪的事情也和你们脱不了干击吧 你们庄家 会做报应的 你一个乡野村妇 也配一轮庄家 我已经陪你们演了够久的戏了 等萧家宝物一到 你和萧家都要玩 你 我知道你不会老实交代 那 只能让你受点皮肉之苦了 来人 给我好好教训叶云南 你要干什么 叶云南 现在 无论吗 你就算把我打死 我也不会告诉你个卑鄙小人 啊 其实的 就算你不说 我也照样有办法拿回报 你要干什么 你说 我把这录像发给萧明 他能不能在你被打死之前赶到啊 不安心那天手下有人保护了你 可是云安他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啊 明儿 你别走了 坐下来歇会 萧长还在帮忙查 不过既然他想要萧家密宝 云南至少不会有性命之用 唉 好不容易我回来了 本来想看到你们复婚 结果接二连三出事 云南不在 萧家宝物又有什么用 云儿 要不我们拿宝物去换回云南吧 这只是他们计划的开端 只怕他们等到宝物之后 会更加肆无忌惮 那时云南就真的心没堪忧了 萧先生 查到云南在哪里了吗 庄稼是什么身份 我们暂时还没有查出云南小姐 他们被关在哪里了 但是我查到这个的来源 是东央阴阳时的福州秘书 一般不会对外出售 更别说出售给龙国人了 我怀疑 庄稼是境外势力在龙国的奸细 怎么了 通敌国可是死罪 庄稼是不要命了吗 但是目前还没有查清庄稼是如何获得的 需要进一步查看 不必查清 要庄稼真是敌国奸细 在龙国还有那么大事 那好患无穷 是 小米 宝物准备好了吗 你该不该 我怕叶云南的身子撑不住 不管了 你可说要去庄稼 就算决定三十也要救出云南 来这么早啊 宝物带了吗 还不快点交出来 立刻放了叶云南 不然的话 小子 我看你根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 大家知根知底 小家根本就对抗不了庄稼 难不成你真想有软机学 废话的影片 我告诉你 要是今天庄稼再不把叶云南交出来 别管 我客气 小米 你不过能打几个保安保镖 但是对付真正的影视强者 你还差得远 就凭你一个废物 还想掀起什么浪花来 等死吧 是 那就来看看 怎么回事 他干了什么 这是 威压 他不是普通人 刚刚的预刀还不到我实力的十分之一 想打的话 我肖默奉陪到底 庄小姐 整功率深厚 即使在全球 也是以一敌百的将领基因人物 这笔交易还是算了吧 你们想临阵脱逃 干毁我庄稼的事 庄稼有千万种方法让你们生不如死 你们的妻儿老小 大家同为部队出身 你们想走的话可以走 至于庄稼 他们得意不能活着 多谢狗手饶命 你能饶他们的命 我饶不了叶云南的命 是 未免太天真了 那用你的命换叶云南的命 这笔交易 你做不做 算你狠 去 将叶云南带出来 小明 还好你没事 不然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就算你救得了叶云南 你也救不了肖楂其他人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看来这件事得让销售潜入庄家调查清楚 云南 走 我们回家 妈 我们回来了 云南 你没事吧 啊 这么多伤口 没事 妈 只是一些皮外烧 这哪没事 妈帮你找药去 我的头 怎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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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优小最好的医生过来 立刻 是 不要杀了病 妈 别怕 我们都在这 妈 怎么回事 难道是你之前的病恶化了 可能吧 我这一生的病早就十日如多 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你们两人互婚 我和美美 妈 会的 妈 会的 那你病一好 我就和云南复婚 我们办一个疯狂的婚礼 让所有人都知道 销家不是好欺负的 叶云南 是销家的媳妇 萧先生 医生 快来看看我妈怎么了 萧老夫人体内 本就患有多种常见的疾病 有种了老僵骨 老夫人的身子 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萧先生 请接爱 骨毒 不可能 我们已经将解药给母亲服下了 神医 这该怎么治 为什么解药没有效果 萧先生 太迟了 老夫人的毒早已深入骨髓 即使有解药 也不用了 老夫人本身身体就不好 什么 明儿 云南 趁我还在 你们赶紧互婚 这是我 最后的心愿了 妈 我一定 妈 我一定 我这就去和云南复婚 然后等你身体好一点 我们就办最次人大的婚礼 给您看 妈 怕是撑不到那天 现在 把工作人员过来给我和云南办复婚手续 妈 你看 我和云南复婚了 你们一定要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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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姐 我们之前下的毒有效果了 小明他妈死了 太好了 小明 我都要看看 你还能怎么办 之前质疑你拍卖天运伞 是我不对 原来庄小姐 会心兰志 早就了到这一切 两年了 我们每天在食物里加一点谷毒 日积月累 就算小明他能拿到解药 也只能等死 对了 小明妈妈葬礼是什么时候 好像就是明天 把清明店的高手一起叫来 明天给我一锅端了小姐 明天给我一锅端了小姐 我就不信 这还拿不到小姐宝物 对了 顺便再给他们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当然是王浩的事了 他这些年一直帮我们庄家做事 我找人替他续街洗经脉了 什么 续个经脉而已 大惊小怪什么 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庄子 庄总 果然是手段通天 只要你们尽心尽力 为庄家办事 庄家不会亏待你们 但若有异心 就和这杯子一样 心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 妈 这几年我在外争战 没有为您尽孝 海尔该死 你曾经说过 死骨中小男两全 相信你也会理解海尔 网号已飞 妈 你等着 我一定会把青藏宰了给您报仇 哟 这不是肖明吗 你妈死了 怎么叶云南呢 她这儿媳做的也太不像话了吧 云南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倒是你这条狗 命倒是挺长的 经脉净断了都没死 想不到吧 庄家帮我治好了 我今天就要来报我的经脉尽断之仇 你妈死那么早 真是老天有眼 你会找死 我们这次 可是带了清明殿的高手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把叶云南和肖家产业给我交出来 做梦 正好今天你们来了 审得我一个一个去找 这就把你们剁了 记点我骂 都出来吧 谁第一个将肖明拿下的 省几千万 小子 大话说的太早了 清明殿听过 没有人能在清明殿的追杀下活下来 今天 我不要亲手灭了你们 这两位可是清明殿的上品高手 你一个垃圾大头兵还能打击过他们 你们一起上个要浪费我时间 给我破 怎么回事 他干了什么 这拳风 这击浪 他比我们老大还厉害 快跑快跑 你们说什么 清明殿不过自己的信誉了吗 行手 这钱烫手我拿不了 倒有些自知之谜 我对罪魁祸首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五千万 只要拿下肖明的人头 王家资产 你们看上的随便挑 本来不想为了这件小事 伤筋动物 但既然王孝这么有诚意 我还也不好不识抬举了 我可是给过你们活命的机会 既然你们自己找死 你别怪我无情 求明权 金刚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经脉俱碎 还是担心自己的安慰吧 想跑 我今天就要用你的血 来浇灌我妈的分头草 孙儿我错了 不是我想杀你妈 不是我 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和秦家庄家舍手一窝 之前没将你车里打死 是我的失误 全连自己的亲戚都敢下毒 你还有什么脸求饶 你真的要杀我吗 小明 你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 我化成厉鬼也来找你 你可杀你舅舅 当你不斗 你一心求死 我成全 无论是谁 这次我不会再手下留情 你 你不要过来 你杀了我 庄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学家不是庄家最少 是吗 那我倒是想看看 庄家能对我怎么样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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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请 旁 庄家 算你命好 庄家倒也是舍得花钱 为了这么个废物 居然还动了那首级别的高手 也罢 来日方长 不管是庄家还是秦苍 都别想好过 都别想好过 妈 我替你报仇了 现在只剩一个秦藏和庄稼 你用姓名守护好的肖家宝物 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拿走 他居然杀了王浩 庄稼费了那么多钱才救回 清明殿也是疫情废物 爸 我们家还有什么高手 小敏将清明殿的人全都打死了 什么 清明殿高手抗衡 看来 我不得不去诺城会会他 小雅 你放心 我这就带农国最强的舞者来 尊上 庄家和东莹有联系的事 有眉目了吗 庄家防范森严 暂时没有确凿证据 庄家的大本营还在京都 估计之后要到京都去查探 不过 最近商界传闻 庄家的家主 庄文斌也要来洛城开设分公司 可能会待上一段时间 既然他来了 就给我好好查查 他若真是间谍 那来洛城长居肯定有所获战 是 后见是庄文斌的六十大寿 我们可以趁着人多混进去调查 好 注意隐蔽行动 后见是庄文斌的六十大寿 我们可以趁着人多混进去调查 好 注意隐蔽行动 小小小姐 竟然让你们如此费事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爸 萧迷和萧生特使关系密集 我们 特使算什么 只要我想 整个农国的命脉 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到时候无论是特使还是萧家 都灰飞烟灭 那是 由庄老板亲自作证 萧家的末日到了 月兰 我买了烤鸭回来 你饿了吗 月兰 怎么不在家 手机还没带啊 萧迷 你坏了我那么多事 就拿你老婆的命来赔吧 秦苍 你等着 哎 你个贱户还敢踢我 萧迷不要来 他们埋伏了很多人 萧迷 你要是不怕死就来 我会将萧家的覆灭 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庄老板 到时候你们两败俱伤 我才灭了庄家 一举两得 做梦 庄老板 这送的都什么垃圾玩意儿 我今天送你的东西 保证你满意 来人 带上来 这不是叶云兰吗 这么盛大的会场 你这种小门小户能来 还真是脱了秦少的福啊 嘿 庄丫 又是你们 萧迷不会放过你们的 死鸭子嘴硬 你不过是我们叫小米来的一个诱饵 等我们抓到他这条大鱼 你就等死吧 庄老板 我知道你一直对小米那个废物耿耿于怀 我知道 您对这份礼物 满不满意 不错不错 这真恨我意 卑鄙小人 你们都会做报应的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在场 把你舌头哥 行走你杀我母亲 把我老婆 找死 小米 来得正好 就让我们精心准备的舞蹈高手 会会你 是 你就是萧家那小子 你妈虽然尝起来味道不错 但真的一个不懂事的儿子 你说什么 这可侮辱我妈 这哪叫侮辱 你妈能被我睡过呀 那是她的荣幸 你说什么 我想杀了你 想杀我们 你看看你的前面 这可是我们特地从龙国各地调来的舞蹈高手 小米 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 在他们面前完全不可看 给你三秒钟 放了云兰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 你再不客气也抵御不了我们的舞蹈高手 你不过就是我们之间的蝼蚁 一三二一 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把他们给我拿下 参见天书战神 怎么可能 你是天书战神 你们几个不要被一个货牌子骗了 地牌这是假的 小子 他就是这个牌子 骗了整个会场 肯定是假的 我就说我在龙国高城待了那么久 你们没见过什么狗屁天书战神 敢造假的牌冒充战神 我看你是别想活了 天书将士提令 全部拿下 看到了吗 就算是顶级高手 和我天书部队的将士比起了 差远了 还不赶紧给我放了云兰 不就是你过来的高手厉害点吗 但是我们有五百个舞蹈高手 你一个人打得晚吗 到时候 还不是被我们打不怕下 哼 这个时候 你们这些埋伏的人 早就被我们全部打下了 你心情是 不可能 来人 来人 我说放云兰 没听到吗 庄老板 我们埋伏的舞蹈高手 你将庄家的埋伏全部破坏 这小子有点急死我了 住口 你看到我在想办法吗 办法 你们除了放了云兰 再跪下给我道歉 别无大法 你 将云兰放了 这次算你运气好 我们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事还没完呢 刚刚是谁在那侮辱我母亲的 又跪下 你想让我给你跪下 做梦 看来你们还没吃够苦头啊 你 爸 跪不跪 是庄家冒犯了肖先生 刚刚都是我爸胡言 中阳 事都不尽 本还想等着庄家与肖家两败俱伤之后 我愚翁得利 没想到庄家这么不尽的 不过也好 庄家实力空虚 等肖民一走 我才釜底抽薪 但我自己是保命 秦苍 这次你落到我手上 我必将手练你给我妈报仇 小爷爷 我错了 都是庄家指示我这么干的 他们拿我家人心里逼迫我 求求你饶了我 秦苍你怎么能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们秦家和肖家有丝绸 故意打击报复 怎么就成庄家逼你了 等我解决完秦苍 再来找你们算账 知道你们庄家手里不干净 小大爷 小爷爷 我真的是被逼的 我有证据 这是什么 这是庄家逼迫我为他们办事的证据 秦苍 你要是不替我除掉秦苍 拿到秦苍宝物 我就让秦家数百人消失在龙谷 和庄王兵 说到做到 这是伪造的 我父亲刚来落车 秦苍连他的面都见不了几次 怎么会有机会让他录音 但庄家保驾 要谋害我的家人是事实 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小雅 不用和他废话 敢威脅我庄家的人 您小子还是第一个 黑白不长 给我上 你们退下 我自己来 这可是庄家最强的护卫 只要他们出事 就没人能活着走出去 要是你现在将 小家宝物交出来 我就饶你一命 小家宝物是我妈用性命守着的 怎么能交到你们这些垃圾手上 小米小心 小米 你粉死吧 这杯标上涂得剧毒 那笔小人 去去土标 你以为我会怕 没想到 庄家私下 还留了两个这样的高手 这都没关系 看看是我的毒 发作的快 还是你们死的快 庄家最强的保镖 也不一定我最强功力啊 要不要先上 小米 你没事吧 还想跑 来人 给我将小米和庄家通通拿下 秦苍 你敢背叛庄家 庄家守卫都被小米灭了 小米又身中剧毒 此时候我再不出手更得核实 小米 没事 没事 还有天书战士在 就你那几个演员打手 他们再厉害也是你雇来的 小家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秦家给你们十倍 只要你们替我收拾掉小米和庄家 天书战士永远会背叛天书战神 你们给我撤 你们 小义爷 小义爷 废话真多 我这就拿你去祭奸我的母亲 小米 这就是谋怀我家人的下场 还有你们撞起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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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小米 肖特使 小米没事了吗 没事 张神一说有救 那就肯定有救 而且现在肖先生脉搏 呼吸都已经恢复正常 小米 你想来 云兰 我没事 小先生 秦苍已死 庄家 云兵兰 我有点饿 你去厨房看看有没有吃的 好 战神我们找到了庄家和东营的往来信件 但是他们使用了加密通讯 我们正在全力破译 发行事件不能让他们查局到信件就是 是 小米 我之前给你熬的粥还是热的 快尝尝 好 云兰 明天去看看妈妈 秦苍已经死了 我对母亲也算有个交代 好 跟我几百个母亲 装 装业 我要等着 妈 王浩和秦桑都已辅助 至于专家 我还要继续查探 不害我们萧家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萧明 妈妈在地下 肯定会知晓你的孝心的 云兰 真的是在你受苦了 等我解决完所有事情之后 就按妈说的来 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 让所有女人都羡慕的婚礼 我相信你 战神 星界已经破译出 战神 星界已经破译出 庄家将龙国机密 陷入给东营 换取他们对庄家的各种支持 证据缺糟 我倒要看看庄家这次如何翻身 一个萧家宝物 远这么久还没拿到 爸 你也看到了 萧明的实力实在不像一个普通的退役士兵 我想还需要再调查一句 不过 最近我们得到东营最新的武器知识 你们庄家里通敌国证据确凿 请来看塔尔皇帝的脚出口 萧明 你怎么进来的 庄氏集团明明安排了最严密的安保系统 保安就是拦住我 愚笨至极 这是 你怎么拿到的 他怎么会有马东营的密信 这不管被谁发运都是四岁 今天 我把他弄在这 那不就是我庄家死 对 最后关头 还可以弃一句绑帅 小雅 这是什么 我怎么看不懂 爸 你怎么了 别撞了 你们为了得到东营的支持 不许陷入龙国机密情网 这就是你们庄家里通敌国的罪证 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 除了你们庄家 放肆 好大的帽子 你居然不查清楚 事实就扣在庄家身上 我们庄家向来 坐得正行的 清清白白 使能你在这里污蔑 对 是一些信仪 只要咬死 小米你居然敢伪造政治 看来你是非要和我庄家作对 那庄家也绝不会退让 来人将这狂毒赶出庄家 就这 十秒钟就能干 我们快走 不是说了 这两个人连托我十秒都不够吗 还想跑 南昌的贱人 想靠着一堆伪造信件 就扳倒我们 伪造 这些信件的原件 我早就移交给龙国高则 就等死罢了 叛国罪可不是开玩笑的 小雅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信件不是你做生意用的吗 我一直以为 你和东营是合法的商贸网 爸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明明 你这个不孝女 居然干出这种大利不道的事 你身为庄雅父亲 怎么可能不知情 到时候一并带走调查 小先生 我真的不知情了 我身为庄家的家族 要是知道女儿做出这种事 我第一个将她扫地出门 父亲这么做自有她的道理 有得青山崽 不怕没柴上 父亲 我不知道那是龙国机密 东营那群人骗我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传递出去的消息 普通人根本拿不到 我们就是进行筹备的 小先生 我叫小雅设施卫生 被人骗了 这也不能怪她呀 要不可能她给道个歉 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 这事啊 就算过去 适事卫生 她一个二十好几的人 也好意思说 小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求你放过我这回 我真的没有叛过 求你看在我过去 帮过小家的份上 闭嘴 我不想看你的眼睛 不管你是不是五星 今天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小徒师已经在路上 既然萧先生不能通融 那我们只好处理掉萧先生 认识我这么久 不会以为还有人能打得过我吧 或许呢 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他们装备的 可是东营最先进的武器 萧敏 你你一个普通人再厉害 也比不过高科技啊 武器的强弱不在于武器的实力 而在于使用它的 看到了吗 就算你们有再先进的武器 在我绝对的神力面前 也不堪一击 你 也不堪一击 你 正好 这就是你们李通敌国的罪账 来人 把他给我带走 萧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啊 只装运化自己李通敌国 我们都不知道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不要连累庄稼其他人 行 那就先从你查起 总有查清的那一天 庄家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就事物以待 肖先生 是庄家广告部员 给你们添麻烦了 装模作样 得回去延长 将所有和东云有关的东西都消灰 之后再去救庄家 马上将我密室和仓库的信件全部消灰 还有 将我和庄家的电脑记住清空 严加防范 是 肖明居然查得这么少 那到底是什么人 还是说 肖双号能够注意到庄家了 那庄家岌岌可畏 做得不妨啊 找到 庄家命运的死事有多少 不够 远远不够 必须再翻三倍 庄家他都交代了吗 他嘴道言得很 连续拷问了他三天三夜 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没想到庄家居然会干出这种事 各种新闻小报都在骂他 真是可惜了 我还以为他是一个爱惜语义之人 怎么听着 你还有点替他惋惜 善恶终有报 没想到庄雅的报应来得这么快 还好我一心向善 就算老天不给他们报应 我肖明也会来给 云蓝 我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欺负你了 你别 肖双还在旁边看着呢 怎么了 我们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 过几天得庄家其他人都查清 我们就办婚礼 你呀 怎么 后悔和我领证了 才没有 不过 我还是怀疑妈妈的死 和庄家有关 怎么说 妈妈失踪的那一天 正好是我遇见庄雅的时候 我还是怀疑妈妈的死 和庄家有关 怎么说 妈妈失踪的那一天 正好是我遇见庄雅的时候 她带我去参加公益活动 等回家我发现妈妈失踪后 她还来安慰我 所以之前 我一直没有怀疑过她 庄家甚是可疑 果然还是要严查 对了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 母亲失踪的当天 她见到庄雅的时候 好像还有点弄住 不过也可能是我记差了 毕竟那一天 母亲本来就情绪不佳 我让他们问问 我让他们问问 你们去帮我问庄雅几个问题 在萧老夫人失踪前 她认不认识萧老夫人 还有到底是不是庄家 要绑架萧老夫人的 是 萧双 真是太麻烦你了 应该的 毕竟我是你们的朋友 这么快就输结果了 萧董事 庄 庄雅不见了 怎么回事 是谁干的 我们还在查 这还查什么 肯定是庄家搞的鬼 我去研查 路上没人发现吧 没人 我按照传来的图纸路线逃离 一路通常 萧敏居然能查到 我们和东营的联系 即使没有肖家的 我 实时必处 现在明白 萧敏多半是一张萧窗的事 想办法将萧窗掉开 然后你趁他诺当 再试探他使命 但若他们发现我失踪 一定会通缉我 这时我再去找萧敏 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无妨 我会给你配备 弄过最强的武则 而且萧窗从进度 回到诺城 再快一条半天 把萧窗的萧窗到进度 你就进度 是 战神 我们已经查到 庄雅的逃跑路线 他们买通了看守员 然后经过废弃的防空洞逃走 看守员已按军阀处置 连特使手下的机构 都能被庄家渗透 庄家已经是龙国的大毒瘤 要是再放任他们发展 要从内不瓦解 属下明白 今日庄家邀请我去京都 参加他们族内掌扰的寿宴 我去的话 洛晨这边 洛晨有我在 不必担心 京都那边 趁机延长 是 向明 今天天气真好 待会儿我们去划船吧 好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去给你买点 舍得你划船是无聊 那就和我们第一次划船 是吃的一样 啊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怎么会不记得 我在边疆三年 夜夜都想着和你一起的 顶顶弟弟 在这儿等我啊 看 是不是和我们第一次约会是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三年真是辛苦你了啊 洛晨说可以行动了 少说 这次就是你飞过来 也赶不上了 这不是湘明吗 待会儿啊 我就送你们到黄泉 慢慢亲着 庄雅 没想你逃出来之后 居然还敢公然露面 真是不知死我 这就替萧特使将你抓 屈将声势 现在萧双已到京都 你再厉害 也不能直接动用 双双的势力 青龙白虎 动手 动手 带着两个废物 就想截杀我 青龙白虎 可是龙国武道的 一级宗师 遇到他们的非死几惨 等我杀了你 萧家宝物 就是庄家的了 小子 不要太狂 让你见识见识 我们的真本事 阴阳合掌 阴阳合掌确实厉害 可惜这打不到我身上 也是无用功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到底什么身份 怎么练 我不过是龙国一个 普通爱国公民而已 倒是你 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 你想从我嘴里套话 不可能 你要是不说实话 我就将你双腿双臂 打断 让你沦为人质 可是监狱里的考打 和我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儿科 敢 你还记得 王浩秦桑怎么死的吗 我怎么不敢 不要以为你是女生 我就会怜香惜玉 我说 我说 我母亲的死 是庄家指使的吗 我不知道 我父亲让我去洛城的时候 只说协助秦家败事 小便 那我换个问题 在我母亲失踪那天 你和叶云兰初次见面 是不是就是为了庄家 绑架我母亲 是 庄雅 真的是你 庄家为什么派你来 我父亲 看上了你母亲 想要强娶回来 但是你母亲 是不从 我父亲溺了他之后 就把他交给了亲子 就因为这 你害得小家家破人亡 丧心病狂 我这就是要找张文彬算账 原来 看来今天不适合我们发送信息 得先去京都 将庄家交给小双 庄家罪不可赦 我不能做事不管 天下新王品夫有德 我陪你一起 小特使 你能光临庄家 真是令庄家蓬壁生辉啊 别整这些有的没的 快点把人交出来 你们窝藏叛国贼 都是死 不知肖特使何意啊 庄家逃脱 难道不是特使 贪管不利吗 庄家怎么有胆子 在特使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更何况庄家因为此事 早就将庄家 逐出家门了 有嘴滑舌 我们没有再聊下去的必要了 不是 肖特使 家主 看来肖特使 还没找到其他证据 庄家暂时平安 不知道庄小姐那边如何 现在肖家 没有肖特使的地物 天高皇帝 肖家宝物 迟早都是庄家的 这还用说 肖家宝物就是您给长老最好的寿命 我带来的这个才是你们庄家最好的礼物 肖明 肖雅 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在落成吗 爸 救我 他租了直升飞机飞过来的 租 那直升机就是我的 还用租 老实点 肖双好像不在他 没事 他有别的任务 肖特使早就走了 你们就算抓到庄家也没用 居然敢在庄家的地盘 欺负庄家的人 看你是活腻了 看来 庄家是要卧藏叛国贼 是又怎样 小明啊 你顶多在落成耍点威风 这京都 是我们庄家说的算 五天之下莫非皇 率同之兵莫非皇臣 庄家竟然在龙国京都 如此发生 看来 今日我要好好教育你们了 教训我呢 就凭你 哈哈 你不过是就会打几个人 还想和整个庄家作队 来人 拿下小明 我们庄家的防护力量 足足有一个军队 即使是肖特使者 你们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是吗 既然庄家动出了自己 全部的防御力量 那我也不装了 所以天书教士 听我号令 请庄家包围 小明 你可比我适合演戏啊 都死到临头了 还真拿自己当什么天宋战神了 参见战神 起来 小特使 你不是走了吗 战神有令 全体将士必须服从 你们想对战神动手 没有 没有 都推下 小特使 我只是想让这几个朋友啊 和萧先生认识认识 没想到 真动到您 爸 他的战神是假的 我之前问过东营 龙国战神 你根本没有叫天书战神的 你个叛国贼 敢对战神不尽 给我叫他代表 今天 我们就叫你按军阀处决 爸 救我 他们要杀我 真的是 小特使 求求你看在庄家这么多年 为农国出钱出力的份上 饶不庄养 他还只是个孩子 我屁孩子 叛国是大忌 即使是天子犯法 也与匹夫同罪 看来 小特使是故意围难我了 来人 你敢威胁小特使 有什么不敢的 我说过 我们庄家的全部防护力量 不要与农国任何一支军队 既然小特使不给我面子 那我也没必要给他留面子 鼠目寸光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田叔部队的威力 你装什么装 我连小特使图放在眼里 还轮得着你 上 田叔部队是龙国最高机密的武装力量 你们和东营这些垃圾 哪里可以知道这些 即使是我带领了最弱的一个小奔队 也能将庄家围脚干净 小奔队 我承识 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小特使刚刚不是说了 你的耳朵是摆设吗 参见天说战神 先前是属下冒犯了 现在知错了 知错知错 还请战神的高抬贵手 换过庄家吧 换过 不可能 之前庄家怎么灭我们萧家的 就让你们庄家常常同样的职位 战神 之前我们也是受到秦家的蒙蔽啊 才参与对萧家的剿灭啊 他 他都说的是秦王娘家 不关我们的事啊 还敢剿灭 庄家分明就是幕后宠宝 不然萧家宝物 之前怎么会落到庄家手里 是请家他们献上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将最珍贵的萧家宝物献上去 你说你们还不是主猫 战神 是我们的错 我们不该给予萧家的宝物 让你动物 你们与萧家作对这么久 就是为了萧家宝物 难道你不知道萧家宝物的功效吗 传言萧家宝物能让家族 绵延百年不衰 但凡在农国有头永远的家族 哪个不心动 这种传闻你们也信 要是家族命运真能靠一个保护来庇佑 那萧家怎么会遭受如此狠祸 战神 就你看在庄家为农国各行各业 输送到这么多人才的份上 放过庄家这一回吧 人才 我看你是为各行各业输送间谍吧 若没有庄家这么管的情报网 东英罪义怎么可能又世俗在南海不要 没有战神 专家除了庄阳现在都安分守己 我们都不知道庄阳在做什么 我刚刚说他呀 过世爱女心切 这话你就等着蹲在大牢里说吧 你必须全面清查庄家 全部有刚引东英的线宝人来 绝对不能让他们插刀 赞成我发誓 庄家其他人从来没有做过背叛民国的事 你对庄阳要杀妖狗 我再也不会 父亲 我不是你最疼爱的女儿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 闭嘴 你难道想拉整个庄家给你赔账吗 你这是咎由自取 小明你不要相信他 我才是无辜的 之前之前一直是他们和东英联系 最后十八才推我出来背锅 你这个不孝女 自己做出这种大林不道的事 还想捂蜜庄家其他人 不需要战神动手 我们庄家就处决你 他是天书部队勘押的犯人 没有天书部队的许可 任何人不许动手 来人 把他给我压下去 战神说的事 刚刚啊 做起气激动 但庄家其他人真的没有背叛民国啊 其他人有没有叛国啊 你说了不算 战神搜查完毕 我们找到了这段时间 庄家与东营的往来的监控记录 视频里的这几个盒子是什么 是东营最新研发的轻型兵器 戴上来 这些兵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杀伤力巨大 只能用在军事行动中 庄家还准备了这么多人力 是想谋反吗 既然被发现了 那我就踏牌了 小明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个战神而已 不还是凡人之躯 小明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个战神而已 还不是凡人之躯 能抵得过东营最新研制的武器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庄家在龙国早已是第一世家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满足 世上谁会满足啊 一个第四家而已 哪有农国国族的位置优人呢 你 庄家竟敢谋反 罪不容处 来人 将庄家所有人统统装不归啊 我看谁敢 我在庄家地下买了一千吨炸药 你以为我换过庄家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 谁都不能活着离开 这事 怎么办 去查 是 你居然还敢派萧桑去吃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佛造 贵国放肆 是每一个天书将士的觉悟 小明 你现在想清楚没有 要是你现在放过庄家 我们互相保守你 我们坐上龙国和东营国主的位置 必定亏待不了你 要是你坚持 天书部队誓死捍卫龙国主权 即使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不会让你这种卑劣小人得逞 即使你能愿意 看看你的小情人愿不愿意 脸都下白了 云南 你还好吧 我先让人送你出去 你不是天书部队的人 不应当和我们一起赴死 小明 我不怕 无论在哪里 我与你生死与共 无论在哪里 我与你生死与共 可是你 你死了 我也不会毒活 就让我留在这边吧 臭娘们 还有点福气 那你们就得死吧 来人 我不会让你那么容易登城的 你为这就完了吗 就算我现在不完 分阵后 你会定是爆炸的 哈哈哈 分阵 足够天书军在全部撤离了 战神 我们已经解除了炸药 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居然 没想到吧 我们天书部队人才积极 拆你几个账人 算什么 你 来人 与丫头 看来庄家 气速已尽 明兰 等他们处决完毕 我们就很安心准备婚礼了 战神 庄家上下一共五百口人 均守卫完毕 班师涉及谋反叛国的 已经全部处决 终于结束了 后天是我和云蓝的婚蜜 小双 你一定要来 是 这是姿势 小双 你不用那么宽敬了 来来来 快坐下 别那么拘谨 好的 战神夫人 叫我云蓝就好 但是 萧明真是战神这件事情 我还没适应过来 真是的 居然买我这么久 是我的错 不该买老婆这么久 让你担惊说话这么多年 我对你不会再有其他隐瞒了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我相信你 西北战狼王宋 南田玉 不许多谢 王金千两 江南玄陵教宋 东海一人君一小 不许多谢 麒麟宋子 红木雕像一座 下面欢迎我们的新人上台 战神和夫人 真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呀 整个龙国的顶级家族势力 都过来向天书战神祝贺 真不愧是天书战神啊 请信任喝交杯酒 幸福到久久 小特使道 参见天书战神 祝战神与夫人 永结同心 情色和名 战神神威 永护龙国 战神神威 永护龙国 大家起来吧 求订阅 怎么啦四位战神 烈色 绝对先偷偷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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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扬神王大人 绝世神王的实力 属下甘拜下风 三年前 仇人血吸我项家十三口 这死鬼话下 就是为了遭到凶手 报我项家的血液深仇 诸位各取调查三年前线索 各位战神 我又来拜山了 这位也是来挑战的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敖盛南 江湖人称小战神 即将成为神王座下的第五位战神 即使我小战神的名头 想这么难回 也五次都挑战失败 你个无名小卒 我劝你还是速速离开 免得丢了性命 你确定要这么跟我说话 这不说有什么问题 小小蝼蚁 一个妄想的四大战神 并列不成 你就不想知道 我是谁 无须知道 不管你什么来头 遇上我 你绝无胜算 稍等了 别后悔 我小战神 驰骋将不数十年 还从未有过后悔的时候 这就对了 凡夫主子 还是保住小命要结束 各位战神 请允许我第六次 向你们发起挑战 你不许战神 这次怎么如此恨你 打破神王还干不过你滚吧 以后别再来了 仁王大人 您的妹妹向少语 在临栽遭受非人羞辱 被车 哈哈哈哈哈哈 我给上架打小姐 这辣子手机鞋 就是好听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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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报告一年一度的宴会在洛杉山庄开始了 咱们也去热闹闹闹闹 收拾了这脚子就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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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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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谁啊你 哪来的狗大嘴 敢管黎少的事 找死啊你 小燕姐 是表着相好的 你们只有摁住他 好似要当着他的面 给他带绿梦子 你敢动吗 我还是暴哥的人 整个华夏都没人敢动我 人都死了 看不见我被打了 蹲死他 鲁宇 上手楼 你杀了我爸妈杀了乡家上下十三口人 杀了你 我杀了你 小玉 我没有杀爸妈 你是听谁说的 杀了你 杀了你 我杀了你 哈哈哈 精彩 真精彩 你杀全家 你妹杀哥哥嫂子 你说林马团 还得是谁 你妹给他卖了 你的老婆 马上就成了别的盘生团了 你 你 这玩意在哪 就不说 你呢 我说 我说 要请你穿街 放不 滚 小宇 小宇 想炒了我這 現在就去搬酒瓶 給人受死吧 芬哥你怎麼了他是誰啊 你怎麼找來的 你放手我的 快拦住他 這不是你這種下門人才來到地方 趕緊滾 幹什麼 這爆破的地盤 你的客戶都是武漁高手 你那三角貓的功夫 只看來這兒撒野 難忘老帶了被我讓步 等一下就沒有我向上龍趕去的地 哼 夠狂 看你能狂到什麼時候 啊 啊 我的腿 小大爺小大爺 你大人不及小兒子 饒了我 熱烈慶祝報哥成為華夏娛樂團城主 哈哈哈 誰讓我幫上了華夏首富虎王大人 他和戰神搭上了關係 商業版圖又大了一塊 只要跟著他 他有肉吃 那我肯定也能分一杯羹 哈哈 報哥 這都是新來的 還是個廚呢 報哥 這都是新來的 還是個廚呢 什麼廚呢 那是 像給報哥的妞 一般的貨子小的也不敢帶來呀 今天我跟他說的 試試你們的運氣 哈哈哈哈 你們都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報哥 我不是要把這些名字 獻給神王大人嗎 照顧一朵神王大人的風采 你們幾個運氣好 誰能躲過我的弓箭 我就把誰獻給神王大人 哈哈哈哈 神王大人可是一桶華夏的九五至尊 這是天賜的好機會 你們看就好好的賜王大人 是 毛哥 可別把他們都玩死了 可能就再換一批是簡單的很 吼龍是你 關兒是我 喂 這些年你都去哪了 哈哈哈 還有人煮東場 不有意思 誰給你的膽子欺負我的女人 原來是缺女人了呀 看見沒 腦子有的事情 只要你跪著爬過來 這錢 就是你的 還不趕緊到處 否則你有來無回了 那你這樣是一個才來的 有會放過你們嗎 趕緊把他們放了 以為你是誰呀 豹哥 他好像就是殺光他全家的向家長子 向少龍 難怪說出這麼沒腦子的話 這些都是要獻給神王大人 有本事 你去跟神王大人搶 神王 我看你是活膩了 上家這卷 竟敢直呼神王大人的名會 神王要女兒 神王 神王大人要什麼 還要跟你過目著 過不過問我 但我知道 神王現在要你們幾個人的狗命 你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狗 看我叫來四大戰神 過來收拾你 豹哥 看見那瓶酸呀 嚇得要嚇死了 你趕緊過來向我們豹哥為地求饒 磕上八百個響頭 豹哥給你安排個掃廁所的活兒 小龍 咱們全大勢大的 他們全大勢大的 咱們都在一起 放心 這世上還沒有我最不起的人 大呀 話都先放上了 八風也得給我看看場子 豹哥不是虎王的手下 也就是戰神的人 往大了說 那就是神王的手下 神王可不想要你這樣 你也就上嘴硬了 豹哥 豹哥 快殺了小小龍 他剛剛踹了我的屁股 這不就是打了您的臉呢 你媽媽快點把他給我四十萬段 小小龍 你完了 還有膽傷 你的嗓男性腦子壞掉了 殺光全家的短命 你也配跟豹哥對峙 豹哥小心 小龍這小子狡猾的狠 快請神王大人來收了他 神王大人日子萬機 小禮 今天內況 我就是你們口中的神王大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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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個香蚊老 充逼都不知道怎麼說 呼吸 馬上過來 裝什麼 冒牌貨請來的當然也是冒牌貨 你今後免為其男請來真正的福西大人 張張眼 就等死吧 喂 黃大人 是你今天福西大人有時間嗎 好好好 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就等死了你 不會是豹哥 連神王的四大護法都請來了啊 今天 我們要保一保眼福了 好看你左命鬼的屌子一樣 有神王大人的四大護法來了 看怎麼處置你 你們別後悔 就你這種信口雌皇天天跟神王康關系的 我一天間八十 你這招好 神王你隨便我 好 感情你是神王他爹啊 哈哈哈哈 哎呦被我們拆穿了 你這樣 也就片面街頭小混混了 來人 去把那兒給我收拾一下 哎 說的不是那兒 是他 今天真是小刀拉了屁股開了眼了 你這個路子 啊 趕緊給我滾 福西 我在你的地盤受到此等羞辱 還不趕緊出來 戰神真的來了 看來我往嘴上拒絕 心裡還是親疼我呢 三見戰神大人 戰神大人光聯傳射 小的蓬佩勝貴 不會是豹哥 叫一聲連戰神都來了 豹哥威武 看你這個不知廉恥的向少龍 還能撞到什麼時候 等會兒趕緊向戰神諾劍 否則 給你苦多吃 我就算給他十個讚 他也過了 福西大人 這小子口吐狂言 說對神王隨叫隨道 我現在就把他拖出去 對對對 他剛剛辱罵你 見到你還不行禮 真是打不敬 真是最大惡疾 最無可恕 無法不天 請福西大人嚴醜向少龍 以維護您在我們心中的神聖地位 不自量力的東西 哈哈 說你呢 向少龍 我 戰神大人 我們和虎王有合作 咱們是一家人呢 什麼合作 簡直是無中勝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還漏著幹嘛 快不給我殺 啊 你 你你你你你你別過來啊 我告訴你我可是虎王的人 如果今天你殺了我 虎王絕對會派人追你到天涯海角的 啊 啊 少龍哥 我媽還在醫院 我得先回去 好 我陪你 真是冤家路窄啊 怎麼哪哪都能碰上你 你不會 是在跟蹤我吧 怎麼 想找我拜師學藝啊 別費得擺心思了 我熬家獨門絕學 只傳女 不傳男 你的功夫我沒興趣 不站住 還沒有人敢對我如此無力 明晚不禮自己為師 也罷 恰巧 華夏總局的虎王盛情邀請我過去 跟在與戰神齐名的虎王身邊 力量力量也好 他全神臟氣溃了 全靠一氣虛命 就連我 也束手無策 司馬神醫 你已經是華夏第一神醫了 連你都束手無策 等我媽媽看 師年 再想想辦法 要是有白草尋命珠 說不定 伯母的病還有救 各位伯母 這白草尋夢珠 天下只有一顆 就在華夏娛樂城城主 鮑哥的手上 千金難買呀 鮑哥 鮑哥已經死了 那這白草尋命珠 它是已經落到了虎王的手 還有一個辦法 我侍從神醫歐陽牧 他是世紀第一神醫 要是他在 伯母的病還有救治的可能 他想找一找 我師父他 早就龜隱山林 雲有四方了 要想找到他 比找到白草尋命珠還難 啊 臭龍哥別去 我王的實力還沒戰神 吃了就是送死啊 我以為我實在嗎 大方 小王大人有何吩咐 我有三個任務招待給你 第一 白草尋命珠城是我項家的家傳志吧 你去調查一下 為什麼現在在報復的時候 第二 要照顧好陸爺山莊的女孩和那些家人 第三 趕快找到歐陽牧 是 快去迎接小戰神 是 看媽 像少龍那些臭表演 這期一定要把你們碎石萬段 果然瘋狂壞於誰 竟然還沒 小小龍 你不知道老子的心臟是怎麼優格 這次我一定要讓你嚇一 說 白草尋命珠在哪 我死也不能去找 哈 朱尋神你來了 怎麼又是你 沒想到 這次你成了我的敵手 那我就不守下留情了 敖戰王可是江湖人稱小戰神 這天底下 除了那位神王大人 也就四大戰神和火王能與回一戰啊 死在他手上 便宜了你笑 無名手 不知天高地厚的狗東西 等著被小戰神打斷你的狗腿 挖了你的心臟 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像那老子的落眼山裝似 哈哈哈哈 上次讓你狗手裡逃脱 不过是表情 這次我勸你找走這隻豬 免得坐我手下的王滾 小戰神千萬不能放過他 小小龍 老子今天就要看著你被打的痛哭流涕 跪地求饶的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戰神 今天必須幹翻他 優柔寡斷富人之仁 哈哈哈哈 夏娃龍 你也有今天 不敢下手了吧 我雖然不打女人 但是你不要逼我 小哈人 就你這種三角貓功夫 也敢跟小戰神聘你 別開玩笑了 哈哈哈哈 你來啊 你來啊 女人你打我 這不可而無須再忍 竟然打敗了戰王敖聖南 難道 你 你是戰神 虎龍哥 你別 你別傻我啊 我有事前 我給你 一個億 一 兩個億 十惡不赦的混蛋 你下地獄吧 你兩個你當不娘在我手裡 哈哈哈哈 沒想到吧 下口 放著他們 當老師傻呀 還好老是做忍著著 從來沒有人敢這麼欺負你 今天我就让你屁股尿流的 给我跪地求饶 刘总你杀了我呀 看看是你杀我 还是我杀他很快 来呀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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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们住手 你个出表的感尘吗 怎么样你还想跑吗 还要靠心去啊啊 你醒醒我出去什么来的 这样你先给我跪下来 我就放了 小龙哥叫我门啊 小龙没想到你也有钱 看见一只群吗 其实我怎么就把他换成幽默 不过没关系 我今天会放了 小龙哥 不过 明晚上和老婆子 你只能选一个 放开我你别放开我 哈哈哈哈 你放开我你别放开我 你到底选不选 选不选 小龙 救我妈 救我妈我求你了 我妈逃了一辈子 他不能再受这个罪了 我求你了 就你放了他们 还这样 他自己骂着 哎呦 小龙哥不要 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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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求你了 哈哈哈 放开他们 别做梦了 我要的是一名坏一名 小龙哥你选我吧 你选我吧 我可以去死的 你选啊 选了 林婉老婆子活活被烧死 你认为他还会跟你在一起坏坏下去 臭老哥你选我吧 我求你了 我选了老婆子 林婉活活被烧死 臭老哥 杀老哥 哈哈哈哈 你选 三 放开他们 让他们住手 一 一 向小大哥饶命 我有百草使命珠 整个华夏 仅此一刻 价值千金包之百令 定能救回伯母的命 小的人以骨手奉上 这百草使命珠 请做向家的殿家旨 会在你的手上 这本是虎王要献给神王大人的 暂时计算在我这儿 这人要献给神王 这天下 谁不想认识神王大人啊 三年前向家的灭门案 你知道多少 说 三天前 我是这两年才投靠的虎王 其实三年前我还在 掃车所呢 不过没关系 如果说你想认识虎王的话 我可以帮忙一遍 虎王可是华夏首富 一般人是见不着的 这天下还没有我见不得的人 呃是是是是 小人多嘴了 没有用 你 别去死了 什么 啊 丑哥哥你没事吧 这是百草使命珠 我们就 嗯 嗯 我没有救了 小小龙 小雨 你说夏光之情 我们不会叫我名字 真的没有杀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调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你说的话 我连个标点符号都不会信的 交出百草护蜜中 小雨 少龙他没有杀害你们的父母 他也是当年向家灭门案的受害者 凌云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主动去的鲍哥那儿 你 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但是你不要被向少龙 蒙蔽了 他就是个六亲不认的杀人狂 少龙他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他刚刚为了救我跟我妈 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你宠的你 你被向少龙蒙蔽了 小雨 小雨 婉儿是你的救命人 不能这么说他 我说了 不许叫我名字 小雨 你说我是凶手 你有什么证据 当年虎王亲眼所见铁证入山 虎王 我以头归虎王 虎王慷慨有意答应取我绝世无依 为了杀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杀了你你事不为人 我杀了你你事不为人 小雨 我和三年前的妹妹 按你 你头好他 你需要认贼做父吗 闭嘴 不许污蔑虎王 我很不灵 就死吧 笑少龙 叫出百草红明珠 百草红明珠 这是伯母的救命人 这是要了伯母的命 什么 妈 你 你 伯母一定会得到救助 这病人 天底下也救我欧阳墓能救 那假的 你能救 当然 欧阳墓是吧 不过 不过 你 ira 我要谁 我早已归晶山多年 可不是什么人都知道 包羊神明以臨年六十 我一口氣 這隻貓頭熊的面向現在就冒出神醫 看著惡情的慢 哎呦我只想啊 老夫早已習得煩惱傳統之術 行 在罵我說天就天花朗世來了 我也不救 請神醫再為我母親破裂一次 你這就罵致老奉您做再生父母 翻皮丑的 你就算把膝蓋給跪爛了 我也不救了 我会有时间给你耗 但我脖子吃肉不多 比了两天 到时候你就算寻回了白草薛面珠 还有力会天意 医者奉心 你旧我人还分三楼旧的 你不配为神医 我欧阳家自古以来 圣医圣医 懂不懂啊 二种平民 不会得到我的救治 那谁配得到你的救治 我毕生梦想 就是为那位神秘的神王大人 但神王大人东西难寻 所以呢 所以我们不要四大战什么 有天无处 我就是一口读的神王大人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天高低后的东西 还想冒充神王 你知不知道这死罪啊 神王 真的不能保佑神王的名号呀 好 我不说神王 若是战神道德 你可真就会 老夫当年在战神大会上 远远的目睹过战神的尊荣 战神行踪鬼灭 踪鬼灭 就凭你都不知天高低后的论徒 还在使用战神 那 到时候你会心甘情愿地跪下来求着给伯母之 老子可不是下大的 你可怎么口出谎言的废物 在滑下 惹了鲍哥 得罪了虎王 你鲍哥都会断了 鲍哥算什么东西 得罪了虎王你也没几个活路 老子不屑跟你有口识的人 神明 小龙年轻气象他没有恶意的 说说无意 老子不信这个短命的东西能请来战手 小龙哥 战神盖世之躯 你怎么会 蓝年龄的女人都不相信你 他们真的看不起 小龙神医要走了 这可怎么办 放心 他走不了 放心 他走不了 为什么 再下班一点点 你是河连 小的是 华夏神医 不做完事 刚问战神殿下 为何来到这乡乡皮炎之地 当然是受这位的招呼 敢问这位是 这女口中的短命鬼 这是天高地口中的童心 不敢不敢 太阳末 听说你不敢给你治病 不敢不敢 小的 永远不识泰山 还望二位大人 大人不计小人工 不要跟小人一番计较 能说 二位大人服务 那绝对是小人的荣幸 还望 二位大人 允许我 为这位夫人治疗 太子你认错太多还不错的份上 我晕了 不去不去 妈 你怎么样了吗 怎么回事 妈 你怎么样了吗 怎么回事 我认识是没服务 如果进不来 所以这样 那需要把服务来多多了 就可以 助我先生 真的吗 李小姐 我欧阳墓行医的五十多年 你要是不信我 这世上也没人可以信了 我求你了 请勿比一致我的母亲 求你了 沈亿 本人前的面团爱你一点诚诚 为何小女认为是我要杀了小姐 凶手五十事 到底是何能偷我小姐 首下愿为神王大人献全马之牢 张哲隆 你又来拜神了 昂圣男 这没人的事 滚 福西大人 我现在不崇拜你了 那你干嘛来了 我是来拜相绍龙的 福西大人 我现在不崇拜你了 那你干嘛来了 我是来拜相绍龙的 福西大人 爱我 赵文哥 自从上次被你打败之后 我就更加佩服你了 所以我决定了 今天就拜你为师 不说 实在不行 那实在不行 我留在你身边 笑全马之劳呢 我不是 实不相瞒 我爱上你了 我要跟你结婚 我有我的未婚麒麟了 我爱你 我跟他相守一辈 我爱你 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是不难行为 处事光明磊落 顶天立地 绝不做破坏 别人婚姻的事情 人家会更明显的 虎王很危险 多加小心 成本 虎王 给我出来 来者何人 在下相守龙事业 脑袋小喽喽 感知没有虎王名会 小雨 你竟然真的跟了 小雨 你竟然真的跟了虎王 为了能杀掉你 我谁都能跟 小雨 你为什么谁的话都信 就是不信你哥的 你可知道 三年前父母被杀 很可能就是虎王指使的 我谁都不信 我只信铁证事实 公道正义 公道正义 明晚为了救你 自愿被豹哥羞辱 你却毁了 那就拿母亲 姓名的百草活命珠 你就是这么 报答恩人的吗 那是为了能杀你 若你当时束手就擒 百草活命珠也不会碎 我是你哥哥 又是你救命恩人的 伟人夫 你吓得了手吗 相家十三年前 就被你灭门了 你还想着结婚 你真是执迷不悟 废话少说 咱俩必须死一个 你疯了 小语 你在速度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快 我无时无刻再进步 这样打法很危险 会有性命之用 你少管闲事 别来恶心我 来呀 你杀了我呀 这样就没人能追杀你了 你就能逍遥法外了 你杀我相家十三口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心远 现在在这装什么 听说你杀了鲍哥 把整个洛言山庄移为平地 你现在已经被虎王通解 他是全城首富 逃不掉 我无需讨 你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全家 再说 我为什么要杀家人 因为你和慕容虚勾结 可是事后分赃不均 现在已经被屠出华下 游落海外 立派 慕容虚是我们的叔叔 怎么可能和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三年前我亲眼看到他被杀 闭嘴 活说无疑 是这样很危险 早已长生死 在此外 现在我可以随时为了复仇 牺牲自己 我会杀掉虎王因为我们是一头的 你随 所以他怎么了 喂 我把他打一掉了 我们怎么 我妈能吃饭了 下过半个月就好了 事实上没有了想吃饭了 妈 开口门 啊 啊 所以他怎么 喂 我把他打一掉了 我们怎么 我妈能吃饭了 下过半个月就好了 事实上没有老熊治不好的病 那行 嗯 可以好 啊 啊 好 这小女子 体内有一股神秘药 仍然短时间 体力充沛 记住吧 我 万个基因 这体力和速度 就增强了百倍 这是以生命力为代价的 这属于自残形 啊 这是一种极据的禁销 能源宁不散 多年之前 在华夏出现了 但是因为伤害力强 也成性大 并且啊 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 就被人家正在禁销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 凝骨伞又重复将 往前仍给小女子用这种药 然后断了他的手脚 但是因为伤害力强 且伤性大 并且呀 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 就被民为之大禁销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 凝骨伞又重复将 往前仍给小女子用这种药 然后断了他的手脚 向小姐 好像还少了个神 怎么会见 小女子 你为何要这样作践自己 手术应该是半个月之内完成的 不过要是能找到凝骨伞的解药 和合适的肾源 不能保证 向小姐 会出 所以进来 我说是火光杀了我全家 拿走了小女子 还给他用了凝骨伞 别担心 我最完美 小心点 小王大人有何吩咐 我听那个信报的 火光杀要接信 你去广发神王帖 就说要举办新一届神王大会 我把它吸引过来 拿到凝骨伞的铅要 是 参见火光大人 神王广发应声帖 邀请华夏各路英雄参加 好消息 自从上次豹子得罪了战神 我的九州计划就耽搁了 若是能搭上神王的关系 打着他的名号 我的世界市场 就可以更进一步 我的英明 给我拿到蜻蜓 不惜一切代价 是 神王大人竟然要召开英雄大会 真是绝无金用 听说四大战神和火都会过来 神王大人 那里是比于得见到 就连战神都凡人少见的 真是三生有限 能一睹神王的自由 哈哈哈 见到战神就够你吹嘘三年了 更何况是神王大人 见到战神就够你吹嘘三年了 更何况是神王大人 你可得控制点 别等会儿见到了神王 激动的屁股要留 这不是杀光全家的向少龙吗 你也敢来凑热闹 你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可是神王大人 召开英雄大会的地方 要有情剑才能进去 你有吗 就是 我们花了大量的金钱 和大量的人马 才得来情剑 就你个雄怎样 你有情剑吗 杀完全家的畜生 还有脸来参加英雄大会 滚出去 哈哈 真有意思 拿个假情剑也敢过来 拿着假情剑来采贝公大会 欺骗神王大人的战神 得罪了神王大人的战神 那可是死 对 神人的雄雄报的咋了你 你个畜生也没来这 伤了神王大人的眼 赶紧滚 站住 这可是龙啸大厦 岂是你这个畜生能进的 还真是个上赶着找死的下奸东西 总比你这个没种情 向少龙 别为你打扮了爆哥就可以为所欲为 赶快向连上归地求饶 好得一位王来了 直接要了你小命 站住 这可是神王大人的龙啸大厦 岂是你这个畜生能进的 想进就进 大家一起上 给他点颜色看看 恩王脚下谁敢放肆 参见佛大人 不是佛大人来你 想到我 大胆向少龙 见到我们祖王还不可快快跪下来 向少龙 就是你杀了豹子 说 黄瓜 在武的地盘杀了武的人 男子不小 我杀的都是该死的 还敢想账 其实我若不出于你 还如何有脸浮重 今天若不杀你 我又如何浮重 古王大人三思 在这里动手 他是对神王大人不敬的 向少龙 算你走运 今天我们古王大人放过你 你还不怕赶紧逃命去 好 刚刚放过你 你们还敢嚣张 神王大人乃是世界第一的英雄 九五至尊 奴隶朝天 一个小小的地痞流氓 也派进着龙超大厦 你都能来 我 你 不是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们古王可是华夏第一首富 富可敌国 你有什么两个古王大人相提并论 这小小 你 疯了 你 疯了 竟然敢读神王大人的宝座 你完了 神王走上不信用凡人都窃毒的 等我神王大人一到 我就剁了你 哼 诚蠢之论 杀光了他向迦十三月矛 果然是个疯子 小小的地痞流氓 也敢在太岁爷爷的头上东腹 天理何在 别 周上 谁敢在神王的地盘上捣乱 参见福西大人 虎王来了我都都算走了 战神来了我更是喘不上来气 神王来了 我们这些凡人还不得被吓死 江湖人说 虎王大人与战神实力齐平 我看 虎王大人到战神面前 还是战神更有威慑力 我的天 战神都这么厉害 神王是不是更厉害 超过力量的 强大 你 福西大人 你来的正好 这官命为相中 在神王 做回头 在我处理了他 战神没喝 你为何 我 活 我 战神 这就是战神神的狗猛伤 七年 打死人了 皇宇战神神 是平静的 一直到来之了 作战 那就一个晴天地气回神 有啥 我们虎王大人实力 战神齐平 和福西大人打成平手 也是一所应当 赶在神王大殿中 给你的教育 下次 不会这么容易结束 赶在神王大殿中 一天先给你的教育 下次 就不会这么容易结束 是属下龙马 所大人赴罪 属下保证 下次绝不再犯 不愧是战神 战斗力极强 就算 你这与战神齐平的父王 真到了战神内间 也不是对手 萧小说 此等水平之人 得配与我齐名 还望福西大人海豪 我们国王乃是华夏所处 靠的是头脑 闭嘴 求打扰海豪 是小人建院了 求战神大人饶命啊 那就管好你们的脑子 是 你们今天来参加神王大会 想必是很有诚意的 你们今天来参加神王大会 想必是很有诚意的 是是是 神王大人今天没有来 我可以给你们机会 向神王大人献到 表表你们的心 还真是遗憾 我们都愿意为神王大人 当牛做马 别说是宝物 就算是要我们献出生命 我们也心甘情愿 这是黑客 一面万一 才是大人 随时才想 大人 这乃我研发的绝命算 可知百命 皆百毒 请不消大 各位的心意 传单给神王大人 多谢福西大人 今天的神王大会 就此结束 各位就此便宝 只要神王大人 收下我的礼物 得到他的喜欢 那就住了 打来夏少龙 记得偷袭护王 打来夏少龙 记得偷袭护王 小少龙 你给我等着 今天我就会放过你的 我放过来 我放在那边 是 打到那头 你敢打我 老子干死你 向少龙 没想到你武功 如此了得 哼 你想不到的还多着呢 哼 你想不到的还多着呢 没想到你一个 军事战王 居然能在我手上 撑这么久 老子可是磕了钥匙 力量强折出味道 你马上就是我的手下海架 呀 吼钥匙 你人太深 是呀 哈哈哈 凶 哈哈哈 和皇帝逃跑的时候换了身份 哈哈哈 这是一个神经 啊 啊 啊 说 三年前的香家密门 知道多少说多少 三年前 我跟人构结 你跟小姐 我和谁构结 小姐 我只是 我只是皇身边的一条狗 我出现 解释 解释都是全 我哪里会 我们的老钞在哪 我们的老钞在哪 我要出现解释 解释都是全会 我哪里会 我们的老钞在哪 我忘了我解释 肯定早就换了操心 这是你 别别别我说 说 我要去传家楼上盘卖会 盘卖一个宝石 药盐 我知道的都说了能放我 使用 你把我扔成 你把我扔成 你把他扔成 的 scheikjord 你把我扔成 你把他扔成 我扔成 他扔成 他要扔成 讓靈魯塔避免他的全身 然後用解藥 把靈魯塔給逼出來 明白了 你們先行禮看 免得誤傷 現在傲然用料 要是有機箱要是有鋒滅 現在去 爬不住 明白了 你們先行禮看 免得誤傷 小李 小李 我們中了凝骨散 凝骨散虎敦虎敗 你的心志滥 聽沒有有虎王 廢泽 到現在了 你還在誣陷虎王 乾脆虎王這段時間 我功力大增 越多生命收到越快 再無鋅是以消負你生命為代價的 這世間等價交換 本來就是真理 為了殺了你 我付出什麼都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你活該 別再做無用的掙扎了 現在向我跪地求饒的話 我還能讓你死得痛快點 執迷不悟 廢話小說 哈哈哈哈哈哈 你活該 別再做無用的掙扎了 你現在向我跪地求饒的話 我還能讓你死得痛快點 執迷不悟 廢話小說 指地天通 放開我 小月再驚視一下 你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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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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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島 死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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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下我把�ITT这一人夹 好 很可笑 Install 管男士 你把小龙人居住 好啦 那叫小龙 oxy 你身中凝固三尺度 毒气已经轻视你的五脏六腑 跟随血液贯通全身 我必须要把你逼到走火入魔 再逼出凝固三尺度 只是以后你就没有了功夫 王晓妮 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小语和伯母 小子 您跟我见外什么呀 那能为您服务 我不得三身有心的 三年前的小家勉曼有些闻磨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小语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沙海父母的凶手 为党的保证 龙板京 这次必须手刀亲来 那当然 黄的大人一出手谁敢的明枪 我 我 知道你明天是天啊 我公开 竟然还没死 你死 我会死 蛇兄那个废物 这么快就被你打来了 你的那点小机灵 还骗不了 向少龙 你要不是好歹 想放你 你敢找什么啊 命还没有 你不要得寸进尺 老子现在可是跟神盲大人陪上了关系 你敢跟我叫吧 到时候神盲大人和四大战神都要来打发你 你以为你有多扭力啊 在神盲大人面前 你连个屁都不是 听我说 三年前向佳面文案的凶手 还有谁 我敢说 你有命听吗 大家都好大火器 龙盛拍卖会即将开始 入会者不准动 为哥 有我们的踏入龙盛半步 老大小姐说的话 我们哪敢不听呢 你怎么来的 知不知道这是华夏第一排卖会 龙盛排卖会 这来的是非物机会 拍卖的都是奇身异宝 起拍下又成千上万了 就你这样的 一来就弄事 你来这凑什么事呢 你一看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 还敢跟华夏首富王大人叫完 小姐 不如你看到他有没有自表现楼盛拍卖会吧 我想在座各位讨论会人 都不想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故处一事 他可是向子雄的儿子 向少龙 哎呦 向少龙 就这杀了他们全家的向少龙 你这杀了狼怎么还没被抓起来 大家小心 小姐突然发疯那种伤疯咱们 黎小姐 我是替你干净 不用 我们楼盛他们会一直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计是任何人 只要你不再动便可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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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treating 就能够坏 这些理由 你自己给受得到 基本上一个月 是很难到 你不怕 你都干吗 就是一个年纪 人应该干吗 人应该干吗 已经干了 在你哪里 都没有呀 你还是这样 哈哈哈哈 搞事就是了呀 嚇壞了 我照樣看人家才能夠拿不錢的樣子 三十一 但服務 別玩太大 火鍋人 以您的財力龍膽經我們勢哉必得 好 現在掉下了三十一還有人出家嗎 三十一次 三十一兩次 四十一 他媽的香手龍亂怎麼喊架 四十二一 五十一 他媽的一百一 五毛先生一百一 蠢東西 我我氣急了我我瞎喊的 五毛先生您知道開賣會的規矩 香手龍 你叫我這樣啊 香手龍 你他媽故意的 一百一一次 一百一兩次 一百一三次 成功 請火王先生現場交款 等一下 你離我太遠了 沒看清 我怎麼知道他實生是假 那我拿近點兒給火王先生好好看看 火王先生請放心 我們龍勝開賣會一比多年 神王大人都要給我們幾層磨面 靠的就是同所無其 啊 對 聽說咱們這龍勝開賣會 也是神王大人趙來的 馬上我也會成為他的手下 說起來咱們還算是同事 是 向上龍 你敢用我的海獎 你還真以為我是豬心的窮光蛋 你看看 自量力 你看看 這是什麼 龍板金 假的 你什麼時候掉包的 神王大人你這是一百一 龍板金 叫您過目 請 龍板金在我手上 想要的話 把你的命來換 他就我要定了 別動 臭小子 你媽敢耍我 殺了豹子 搶著老子的白草去命中 你敢搶著老子的龍板金 老子不發威真當我是HoloKT 關你 殺我小家者都得死 廢話少說 龍板金交出來 老子沒時間帶著跟你喊 火 三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嗯 江少龍 弱者 還糾纏於事實真相 強者自定規則 說 江少龍 我知道你武功超群智力卓著 才一路對你多加仁仁 一番苦心呢 不然你以為憑你的實力 你真能過無關斬天相 打敗戰王爽修 不要不自量力了 那是我對你的一片良苦用心呢 你放什麼狗屁 只要你現在向我走城 把龍板金奉上 我可以既往不咎 閉嘴 你向我三櫃九半行大 我倒是可以給你留個全屍 不知好歹 俗有漢樹 不自量力 啊 殺了全家的亡命之族 本王好心給你發救命橄欖枝 你竟然敢拒絕本王 少廢話 我知道三年前的真相 我父母是怎麼死的 你背後的人到底是誰 啊 裝神弄鬼 爆炸炒一碰就炸 我看你還能笑黃多久 哈哈 拿命來 我 哎 向少龍 老子早就知道你力大無窮 武功操尋 三大戰王都不是你的對手 老子已經決定讓你為我所用 你屁屁 知道老子不會聽 所以就給我打樣 明天小雨那樣對你為命是從的廢物 沒錯 您不再會讓你全身貪惹 我要讓你 渾身無力 就讓你變成像老子的狗一樣牽老子的腳底板 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兄妹還真是不一樣啊 您少雨那個婊子 為了當我的狗 我自己可要 他還把他的聖女獻給了我 他哪知道 我轉手就獻給了慕容先生 什麼 慕容是誰 武功先生 他不知道 他可是這整個華夏的總管 自從三年前你們向家被滅門後 他就接手了整個華夏 什麼 武功虚 沒錯 就是他 當年和你爹情如手足的他 現在已經成了你這輩子都不可能企及的大人物 為什麼是他 是你們年首滅了像下 反正你也快成為老子的傀儡 我也不妨告訴你 當年慕容先生為了上位 我可是幫了大忙 是你勾結慕容徐 滅了當下華夏總管像家的恩 哈哈哈哈 神王敗透 誰還管那些 你 你你怎麼能征服我 對 武功都攒的藥銷應該已經上來了 對 我乃金剛不壞事 區區都要能奈我何 你是故意被我抓的 就是為了此他慕容徐的情報 不愧是打敗了三大戰狼的人 你到底什麼來做 人不配 今天我就要殺了你 找不殺害我父母的幕後真兇 狂王之大 老子乃是四大戰狼之手 慕容先生身為我下去的總管 身邊還有眾多高手護駕 不行你也配到此 反派我扯定中之 你自己不敢 你去啊 起 到 在沒有到底是那是鬼 我可以做些 我可以做些 最後給你一次機會 我的父母到底是怎麼死的 都不會說 你們小家人都該死 小少爺活該為你不撒不止 活該不是這臉墨血 人大雞大 總要有人治得了你 閉嘴 絕地天通 哎你上車賞命 賞命 三年前你殺我上家上殺三人 拉命上的命啊 把你知道都說出來 那三年前 我要開華山醫療館 去找向子兄被拒絕了 慕容絮找到我 我們合作害死了向 向子兄 如果只有你逃了 我們就把造神扑到了你的身上 只是 慕容絮和向子兄他倆理念不同 慕容絮早就對向子兄恨之入骨了 那請為人主事 更正不明 是他收留了走向無路的慕容絮 直接來考慮慕容絮 我也只當他做義父 最近早就說過 我不是個最主法 要不嫁住之位穿給慕容絮 嗨嗨嗨 慕容絮早就對向子兄恨之入骨 慕容絮多年 就是為了等這個機會 動物 汝容絮 農夫 與蛇 貝尼之 我怎麼也想不到他會 連和外人殺害我 鄉家上下 十三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十三個人 是十二個人 還有一個人活著 鄉家和這活著 哈哈哈哈 說 哈哈哈哈 你不會想知道的 什麼意思 快說 无妨接下来便是慕容虚了 到底我并非真相大白 还没 让我走 二小语 热动了我的 你回来了 怎么了 受伤了 受伤了 没事 确实最近太累了 怎么不好好休息呢 知道你们的安全 累点也不妨 哎呀呀非你没事非你没事 笑的 您做了脆拧骨 您是否觉得浑身疲惫无力 甚至全身僵硬啊 怎么回事神医 我即使品出了呼吸 但还是吸入了毒气 这脆拧骨无药可解 我这有牵手炼制的万毒窟 虽然不能解毒 但是也可以缓解毒性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我是金刚不爱之神 不用担心 参见神王大人 接下来我要去找慕容虚 了结三年前的向家恩怨 参见神王大人 接下来我要去找慕容虚 了结三年前的向家恩怨 公祝神王大人马到功成 你们去调查一下 虎王口中的 向家生还人是谁 是 这一次 我必须要杀了慕容虚 告别向家亡灵 这慕容先生的生日夜就是不一样 不愧是华夏总管慕容先生 手臂纳是两个多样的 啊 喂 慕容先生来了 欢迎啊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生日宴会 什么东西 大家不要慌啊 小场面 谁在过来学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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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我的侄儿小龙 并 少来恶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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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我的侄儿小龙 并 少来恶心 你不是 夏总像家十三人的向上龙吗 他怎么还要回家呢 三年没见 我的小龙越发的 北武殿 你还是和三年前一样到万人 这三年 你都去哪儿了 还好 你的时刻准备着为我向家上下十三口人报仇 什么 龙先生变了向家 哎 向上龙疯了吧 龙虽不是华夏总管吗 他怎么能做背信记忆的事啊 当年向子雄收拾我 现在可是他的栽伤父母 当年向家被灭门的时候 他可是哭得肝肠痛的 小龙啊 你说什么呢 别叫我的名字 你不配 我 你就是要揭揣你的嘴脸 我父亲向子雄好心收拾你 心照顾我 拜你当时接班人来陪我 没想到杨虎为怀隐狼入室 你居然联合虎王杀害我向家上下十三人 这个不穷 还挖死我妹妹的身为基所用 是他 杀了虎王 他是为了杀人命 他专挑我的生日来到这儿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 摘当我洗白的 你连你亲生妹妹都杀了你 你觉得大家会信你吗 杀了你 大女的 你杀害你的亲生父母 还想将罪责栽赃吗 今天 我就替天行道 为我大哥报仇 无耻之痛 个无耻之痛 像你家带人不搏 小语也一直把你当作义副队 去做出如此悲心器语之事 小龙 你听叔叔说啊 你现在都是误会的 还在撞上做事 当年我爸爸被烟钩抢了 被你救了 我把你跟亲兄弟一样对待 给你最好的教育 甚至要把向家的家中之位传给你 而你呢 杀光我们向家所有人 把罪名嫁祸于我 还挖倒了小语的肾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笑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 说什么 你爸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接班人 因为惧怕我的实力 他怕我强大过他顶替了他的位置 啊 你叫我别了 叫叔姐 什么叫我不知道 啊 还在脚上做尿 虎王死后包扎车车 是不是你提前安排的 然后我把脚给你 怎么给你放开我 哎 小龙子你怎么了 没事吧 神医快给他看看 神医他这是怎么了 你让老大这是中毒的症状啊 他中毒了 下次我给他的万毒哭 没有提到解放毒性的作用 这是解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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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大中毒一身 可是药喂不进去 这可怎么办了 这是真爱啊 神匯哥 你一定会快点好起来 这是真爱啊 这是真爱啊 这根本是真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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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日之内定能让您恢复如初 咱们先休息 好不好 向大侠身体已经无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谁 是你妈 林慧颖 我母亲好着 她现在想尽了荣华府 她在哪 她在我的卧房里 每日每夜的伺候 还给我生了个儿子 你把她囚禁了 现在她每天晚上都搔手弄姿的 在我胯下里 给我闭嘴 她还说她早就厌倦了 你爸那个懦夫 她早就爱上我了 而且三天前的灭门案 她也有参与 像是我弄了你心 林慧颖说我又是情妇 给超人生儿女 真是有贡献 给我住嘴 林慧颖给我出来 小龙住手 妈 小龙 原谅我 妈 小龙小心啊 你就是杀了虎王打残了蛇羞的小少龙 废话少说 好大的吵极啊 究竟你也想打败奥上男 我看是你这小白脸舔奥上男脚底能碰过关吧 哈哈哈哈 参与虎王打残了 啊 嘴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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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慕容先生不麻留逃命 還敢當慕容先生的地盤撒一來 我勸你趕緊實現啊 早點在慕容先生行三後九拜之禮 無首稱臣 天下地 慕容虛的命我要定 趕快你放在盤子天下地 那就讓你眼睛沒事 哎呀 你快衝 想不到你還有點 小龍你不能殺慕容虛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媽 三年前向家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爸是說 你跟慕容虛到底是什麼回事 三年前 慕容虛和虎王勾結害死了你父親 我當時被慕容虛威脅 如果我不委身於他 他就要殺了你和小雨 啊 現在我回來了我可以保護你 現在我回來了我可以保護你 有什麼衝我來放到我媽 現在我才是規則的指定長 你媽現在在我身上 你還能拿我自己 不如雪 你為什麼要被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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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去看不慣你們高高在啥樣子 說是要培養我 每天讓我幹這個 幹那個 其實你們向你 只是把我當一條狗而已 絕無可能 我早就看穿了你們虛偽的面具 四年前 虎王找到了你父親 想要人體實驗場的精靈去 你父親一口回去 但是我卻看到了傷子 我就私下聯繫 自導自演 一出 向上 謀殺全家的 背筆之奴 當然了 一出大戲 也少不了 你媽說了 你爹那方面呢 我已經把他爭死了 而且他跟我說 他跟我在一起很快 包括向家轉幣 也是他的手筆 不敢 向上 就算你有天的本靈 現在向少羽和林婉兒在我的手 你能把我怎麼樣 麗容許 麗容許你嚇害我女兒 你可能還不知道吧 你兒子可是況是奇蹟 殺了虎王 還有四大戰 現在我們戰鬥疾災時 他們都上來打死 他們都把我抽筋 扒琵把 住手 現在我才是掌權者 你要記住 否則你的女人們 都會死很慘 現在聽我的 現在聽我的 抽自己 哈哈哈 真爽 麥容許求求你 求求你的不要傷害小龍 好 現在 給自己一拳 哈哈哈 我告訴你 他殺了虎王 雄巡霸 還有密關 那都是我的得利部下 他這樣 嗯 值得 我求你了 幫過我的孩子吧 你根本的臭表子 怎麼向少龍向少羽是你的孩子 我的慕容坤就不是你的孩子 臭表子真晦氣 老子這就讓人剁了你女兒你信不信 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求你 哈哈哈 像少龍啊 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 同自己一刀 小龍 好 哈哈哈 臭表子真蠢 我怎麼可能放過他們 從現在情流 聽著 向少龍 向少羽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向子群的孩子 你的孩子只有慕容坤是我們的孩子 懂了嗎 你殺了我的孩子 我要你的 嗯 該臭表的真會計 你說小龍一死了 我們倆一塊過餘生不好嗎 偏得怎麼玩 怎麼會 你還要活著 我 你 放開我 你要殺了我的話 你們弟弟也得死 你是有笑語一個妹妹 嗯 啊 你屬下反正 你告訴我鄭叔 不容許其中一進 你根本不會有好下去 向大家說的是 只是 我們為主進一室 這是戰王的規矩 是 牧師在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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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紅過禮 啊 啊 那 你乾嘛 你清醒一點 你晚上沒死 我們親眼看到他 那都是假的 鄉少女和歐陽嬰也沒事 他們一直在昏迷什麼都不知道 是他 是他 多謝你救的晚上和笑語 不謝 神旺大人 屬下護下男士請出隊 找個安全的地方 照顧晚上和笑語 屬下對面 虎容許你給我出來 今天我們一定要做個了結 老闆 小瘦 如果你炸我房子 你的弟弟就在這裡 為什麼 弟弟也在這裡 我說你他媽是不是有病啊 你總要炸我房子總要炸我房子 我揪成這最後一套房子 如果你炸我房子 你的弟弟怎麼可以 什麼 我弟弟也在這裡 我說你他媽媽是不是有病啊 你總要炸我房子總要炸我房子 我揪成這最後一套房子 今天我說字也得保住他 容許 你所有部下都已經被我幹掉了 現在你沒有資格跟我叫 我有的是找 見過你我 哎 啊 啊 啊 孝孝 孝孝孝 你不能殺我 你的弟弟有白血病 需要我的骨髓 如果你殺我 他也活不成了 哈哈 向少 你是不是很想下地獄去見你爹呀 好 我成全 你先走了 孝孝孝孝 你是不是很想你爹呀 好 我成全 我今天就讓你下地獄 跟你那個死鬼老爹見面 鬼脸樹 算你有堅持 老子才是人體實驗的科學家 火王根本就不棒了 反正都是傀儡干死 活人不聽話 還是死人比較好 能打敗四大戰王 你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現在二人 很怕 也只有神王才能對付 他們都是活不死 他們不會累 不會疼 多都把你給我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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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聖南 要吃你爬外的東西 你是我的人 怎麼幫著他呢 老娘只屬於我自己 愛幫誰就幫誰 再說了 虎王去世以後 老娘就不屬於任何組織 臭娘 我看你是看上他了吧 被他打了一回你就看上他了 老娘死了你的臭嘴 瞞嘴 瞞嘴 你們兩個廢話 還能挡牌 不敢打開手 那走來的 全非 我還不信吃不了你們呢 啥 在你爹面前 我看你還能張鋒得起來 的 被殺了他們 三年前被你殺死 他不過是拼給我夫妻模樣的傀儡吧 小紅磚鱼 你看 想不到你還挺烈的 不過沒緩醒 老子還有戰神的關係 隨隨便便就可以叫來戰神衛護主隊 看到沒有 就這麼快說到就到了 那戰神竟然都來了 小小龍 陰險 公英四大戰神 請你們幫我幹翻向上 事成之後 各位想要什麼 我都能給他 參見神王大人 參見神王大人 屬下護駕來時請恕罪 侵廢 平然你們是神王大人 個bro! 是 魔王大人 是 魔王大人 怪不得 参见选王大人 起来吧 十八老师放着叔叔 这群为了我母亲而大 这群为了我母亲而大 这群为了小爷的 这群为了我儿子 这群为了我父亲而大 你可适合不下就是毕举下地狱 哥 小爷啊 小爷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司马神医 你的圣人已经帮你找到了 马上准备麻烦手术了 所以才死兵也快想办 好 那就跟我来吧 这是我跟神医学的药串汤 你尝尝 你尝尝 最近太辛苦了 马上你辛苦了 不行 但你身边一点都不行 小羽已经知道事情真相了 等他最近情绪稳定下来 司马神医就给他安排身后一致手术 那 我胸 他死前满用药 身体已经非常虚 现在又刚塞出了肾脏 恐怕全多几手 他也是最有应的 那林卓鲁呢 他带着孩子去了远方 他已经照顾孩子长大 好 跟小羽的手术做外 咱们就行 啊 王儿你也太漂亮了吧 这裙子会不会有点太羞神了 修身什么呀 你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还这么保守 好看着呢 早早告诉你了 我哥就喜欢显身材的 哥 怎么样 打得漂亮吧 嫁给你真是便宜你了 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要是敢欺负嫂子 我爹得逗你 你俩还没结婚呢 就帮着老公说话呀 你俩还没结婚呢